大家好 欢迎来到这里 分享知识 点燃灵魂 阿法尔说伴你同行 今天我要分享的书籍是《秦至两千年》 希望你们能够喜欢 前言 先说三则故事 1.西汉和平二年、公元前二十七年 汉宣帝的第四个儿子东平王刘宇来到长安 向他的侄子汉成帝上书求诸子及太史公书 希望皇帝可以将宫中所藏诸子百家之书与太史公所写史记赐一份给自己 让自己带回封地慢慢研读 汉成帝找来舅舅王凤商议此事 王凤坚决反对赐书给东平王 理由是诸子书或反经书 非圣人 或名鬼神 信物怪 太史公书有战国纵横权绝之谋 汉兴之初谋臣其策 天官在义 必行恶赛 皆不宜在诸侯王 不可语 一 意思是 诸子百家之书与朝廷宣扬的主流经义 褒奖的圣人行迹是唱反调的 太史公书记载了战国时期隐秘的纵横加权谋 披露了本朝开国的密室 这样的书籍不能赐给诸侯王 汉成帝采纳了舅舅的意见 他告诉书父 五经 圣人所致 万事迷不必载 好好读朝廷推荐的五经就行了 那里面记载了天底下所有的事情 皇帝拒绝赐书给诸侯王的背后 潜藏着自秦汉制明清史中习用的古老统治术 即公开宣扬的历史脉络与运行逻辑 往往并不是真实的历史脉络与运行逻辑 王凤所谓的汉兴之初谋尘其策 直白点说就是刘氏夺取天下的真实手段 真实的手段大多诡诈而残酷 无法拿上台面 只有齐先刘傲长息大则之悲 梦与神谕 事时雷电惠明 太公往事 则见蛟龙于其上 以而有身 遂产高祖这样的虚无故事与《四方归心》之类的空洞言说 才可以写进观修史书 东平王刘宇对诸子百家之书与史记的兴趣 换回的是汉成帝对他的更严密见识 唐武后永昌元年公元689年润九月 简教内言为玄童被酷吏周星诬陷 武则天勒令他在家中自尽 由奸行御史房戟现场监督执行 润九月十五日 为玄童奉武后之命即将自裁 房戟素来钦佩他的德行 忍不住劝他 丈人何不告密 既得召见 可以自职 一集 您可以说有事要向太后告密 太后一定召见 武则天几乎会召见所有告密大臣 如此就可以得到当面辩解 自证清白的机会 魏玄童拒绝了房戟的好意 他说 人杀鬼杀 义父何书 岂能做告密人邪 被人杀死 被岁月杀死 没什么区别 我魏玄童岂能做一个告密之人 午后时期 构陷与杀戮当道 坚持不做告密者 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暗无天日的时代始于五年之前 也就是唐瑞宗文明元年 公元六百八十四年 那年春天 有非其十余人在洛阳坊间饮酒 其中一人喝醉了发牢骚 说早知道支持太后并无额外的赏赐 当初还不如支持李显 年初唐忠宗李显被武则天废处地位 其中一人当即离坐 去洛阳宫告密 酒未喝完 众人已被与临位捕获 发牢骚者被处斩 同吟者以知情不报之罪遭绞杀 举报者刺官无品 宋朝历史学家司马光说 午后时期的告密之风自此兴矣 为了鼓励天下人告密 武则天制定了详细的法律条文来优待告密者 比如 不许任何官员盘问告密者 地方官府需给告密者准备马匹 并负责将他们安全送到女皇跟前 途中按无品官的标准供给饮食 每日细米两生 面两生三合 酒一生半 羊肉三分 瓜两颗 告密的内容 若和武则天心意 告密者可以越籍升官 若有不识 也不会受到惩罚 于是 四方告密者风起 人皆众族秉息 四 告密时代不需要正人君子 因为统治者追求的不是真相 而是恐惧 只有那些没有廉耻的人 才能源源不断地攻击令人站立的素材 让天下人胆战心惊 继而陷入思想与行为的自我审查中 所以 武则天仲用的酷吏侯思纸 莱俊臣等 都是些地痞流氓 侯思纸贫 懒不置业 沦落到给人做家奴 告密时代一开始 就飞奔入京 诬告本周刺史谋反 莱俊臣的亲爹与养父都是赌徒 他成年后中日游手好闲 为非作歹 是告密之风 将他从牢狱中解救了出来 他在狱中叫嚷 要去京城告密 无人敢阻拦 风潮所及 许多人的行为出现了扭曲 于宝家本是一名发明家 却在告密时代的第三年选择了职业转型 决定将自己的发明天赋用在更有前途的告密事业上 于宝家设计了一种叫做同轨的工具 献给未来的女皇 这件四方形的器物分为东、南、西、北四格 东面的青色格子写着颜恩 工人为女皇歌功颂德 求取功名 也可提出促进农业和人民福利的设想和计划 南面的红色格子写着招见 工人对朝政提出批评 西面的白色格子写着申冤 共有冤情者诉说冤屈 要求公正 北面的黑色格子写着通悬 工人报告自然灾害的消息和机密 简言之 它是一个易见乡 也是一件鼓励告密的戾气 未来的女皇武则天很满意这件作品 下令将她安放在朝堂之上 她要的是众人面对同轨时的战战兢兢 但于宝家并没有迎来他预期中的光明前途 同轨中很快就出现了一封针对他的告密信 信中说于宝家给李敬业的叛军制造过兵器 不需要查证 也不需要审判 于宝家被直接交给了库立所原理 所原理是一个胡人 在大唐全无根基 他的荣华富贵全系于武则天一身 为了配合告密时代 所原理兢兢业业发明了许多惨绝人寰的刑具 有凤凰展翅、驴居拔绝、仙人献果、玉女登梯等多种名号 其中有一种铁圈 先套在头颅之上 在网圈中打入目绝 可致脑裂髓出 所原理刚拿出他的刑具 于宝家就招了供 认了罪 只求宿死 发明断头台的人死于自己的断头台 发明铜鬼的于宝家也死于自己的铜鬼 对武则天而言 铜鬼是有用的 于宝家的死也是有用的 他们能带来恐惧 恐惧能带来自我审查 但活着的于宝家没什么用 这是于宝家想要加入告密者的队伍 求取功名利禄 却被告密时代吞噬的主要原因 然而 在永昌元年 为玄彤用自己的死 否定了武则天一手构筑的黑暗时代 他以一句岂能做告密人邪 让那个时代仍存留着最后的道德底线 而没有堕落成百分之百的人间地狱 北宋崇宁二年1103年 宋徽宗召集在位 全臣蔡京当道 在召集的授意下 蔡京亲笔书写 将司马光、苏氏、秦关、黄庭坚等三百余人列入了监党名单 这么做的原因是这些人反对心法 批评朝廷以搜刮民财为要务 宋徽宗与蔡京斥令诸州据以堪食 命各州县根据名单刻成元佑党籍碑 即兼党碑 力变全国 要刻食碑 自然就需要食将 长安有一位食将叫做长安民 朝廷让他刻碑 他接到任务后 跑去见负责此事的地方官 长安民说 民于人 不知朝廷立碑之意 但元佑大臣如司马相公者 天下称其正直 今未知奸邪 民不忍捐也 意思是 我长安民是个老百姓 理解不了朝廷立碑的深意 但像司马光这样的大人 大家都称赞他正直 如今朝廷却说他们是奸邪 我不忍将他们的名字刻在奸党碑上 地方官文言大怒 要治长安民的罪 长安民于是说 被义不敢辞 岂不刻安民捐自于碑 恐后世并以为罪也 他的意思是 自己只是一介草民 不敢推辞朝廷的任务 但是请求朝廷不要将自己的名字刻在碑上 告诉后世奸党碑是自己刻的 长安民的故事最早建于《少氏文件录》 这本书的作者邵伯温生活在两宋之际 邵伯温在他的书中说 他愿意把这个庶民的故事写下来 是因为一工匠儿 尚之邪政 未过饿 贤于是大夫原意 意思是 石匠尚且知道是非何善恶 比许多是大夫强多了 长安民是一位真实存在的陕西石匠 迄今仍有史料可查 署名 由长安民捐客的石碑尚有六七块之多 如奉天县新修魂武中宫祠堂祭 送雇清和县君张氏夫人穆志明经兆辅学仪石经济 游师雄穆志明孙昭建穆志等 长安民不是唯一不愿助纣为虐的石匠 江西九江的石匠李仲宁开了一间卓玉坊 崇宁二年 九江的地方官让他去克元佑党籍碑 李仲宁委婉地拒绝了官府的征兆 小人家就凭聚 只因开苏内汗 黄穴是雌汉 遂至保暖 今日以奸人为名 成不忍下手 意思是 他告诉地方官 自己以前很穷 谋了份石匠的营生 将苏氏、黄庭间的诗文刻在石碑上 才勉强得以温饱 今日 朝廷要我把他们的名字刻在奸党碑上 想到自己从前的工作 实在下不了手 1970年出土的中书社人曾拱穆志明 与1972年出土的刘元舟七义士穆志明证明了李仲宁却有其人 他的故事出自《灰主录》 这本书的作者王明清生活在南宋初年 王明清说 地方官很佩服李仲宁 满足了他的愿望 而自己也很佩服李仲宁 所以把他的故事记录下来 4 讲以上三则故事 是因为本书的内容大体相当于对这三则故事的一种回应 金人常引用一句俗语说 历史给人的唯一教训 就是人类从未在历史中吸取过任何教训 这话其实错得离谱 普通人见不到战国纵横权绝之谋 汉兴之初谋尘其策 依赖不完整 乃至错误的信息加工出来的往往会是假的历史教训 拿了假的历史教训去比对前人的言行 自然会常常生出秦人不暇自爱 而后人哀之 后人哀之而不见之 亦使后人而父哀后人也这样的感慨 而对汉高祖刘邦、光武帝刘秀、唐太宗、李世民、明太祖朱元璋等肉食者而言 是存在着另一种真的历史教训的 他们也切切实实地吸取了那些真的历史教训的精髓 光武帝们反思西汉及新满王国 成果是三纲的出炉 唐太宗反思随王的教训 得出的结论是百姓无事则交易 劳役则易事 朱元璋亲眼见识了元末流民组织成、起义军的催枯拉朽之事 得出的结论是震收平中国 非蒙不可 蒙的极致是利用支钉法将明帝国的社会活力全部抽干 将每一个人重新打回原子状态 遗憾的是 统治者对真的历史教训的精髓的吸取往往意味着普通人的灾难 所以 站在文明史的角度 魏玄彤、长安明与李仲宁等人物其实远比秦皇汉武、唐宗宋祖更为重要 美国历史学家海思有一段论述 凡爱抽象的人类 而侮辱具体的个人者 或出口便是对人类应付的责任 而无暇为其邻居服务者 这类的人 我们有充足的理由不相信他 8. 苏联教育家瓦西里、亚历山德罗维奇、苏霍姆林斯基也有类似的感慨 没有对人的同情心,就不可能有人爱精神 爱全人类容易 爱一个人难 去帮助一个人 比宣称我爱人民要困难得多 9. 宏大词汇里的慷慨激昂未必能够推动时代进步 具体而微的坚守与抗争才是文明生生不息的重要根源 最后 感谢为此书从酝酿到出版过程中提供帮助的所有人 感谢我的家人 尤其感谢我可爱的女儿陈大猫 她是我努力想要写一点有价值的文字的动力 1. 班固 汉书 《轩原六王传》 中华书局1962年版 第3324-3325页 2. 班固 汉书 高地记上 中华书局1962年版 第1 46页 3. 司马光 资质通鉴 卷204 中华书局1956年版 第6460-6461页 4. 司马光 资质通鉴 卷203 中华书局1956年版 第6439页 5. 邵伯温 邵氏文件录 三秦出版社2005年版 第208页 6. 罗昌凡 大历史与小人物 北宋晚期党征事遇下的官司时工考察 浙江大学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9年第三期 7. 宋王明清 《灰主录》 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 第157页 8. 美海思著 《蒋庭福义》 《祖国主义论从》 《新月书店》1930年版 第322页 9. 苏碧·苏霍姆林斯基著 赵伟、王毅亮、蔡兴文、济强义、帕夫雷什中学 《教育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 第242页 第一章 《理想国与理想民》 自秦汉至于明清 视为中国的秦制时代 或为秦政时代 秦制、秦政皆是由来已久的词语 宋人欧阳修曾言 秦记肥古 晋去古制 自汉以后 帝王称号 官府制度 皆习秦故 以至于今虽有殷有疾 然大抵皆秦制也 1. 至近代 则有谭四同在人学中畅言 二千年来之政 秦政也 皆大道也 2. 所谓秦制 是一种古代东西方皆有的政治制度 而以中国延续的时间最为长久 发育最为成熟 它有两个基本特征 1. 以官僚集团而非封建贵族作为政权统治的基础 封建贵族有可能与皇权正面博弈 形成较为稳固的契约或类契约关系 进而有可能诞生私有产权之类的概念 但官僚集团 一方面是皇权的工具 另一方面又有自己的利益诉求 他们与皇权之间的冲突几乎不可能形成稳固的契约或类契约关系 秦制所追求的是莫非王土和莫非王臣 2. 皇权与官僚集团在施政中的主要诉求 是尽可能提升汲取人力与物力的强度与总量 为了做到这一点 他们致力于消灭一切有影响力的人与组织 包括控制、消灭官僚集团内部的蓬党化 追求散沙化与原子化的扁平社会结构 秦制的萌芽 成形与西周分风制的衰落 崩溃大致同步 秦制的基本观点 致迟可以追溯到管子 管子中记载了管仲的这样一种政治思想 立出于一孔者 其国无敌 出二孔者 其兵不屈 出三孔者 不可以举兵 出四孔者 其国必亡 先王之其然 故塞民之养 爱其利土 故与之在君 夺之在君 亭之在君 富之在君 故民之带上如日月 清君若父母 三 这段话的大意是 财富的流出渠道必须单一 必须由政府控制 也就是立出一孔 不能让百姓有多余的钱 不能让他们有发财的渠道 政府做到了立出一孔 就可以与之在君 夺之在君 贫之在君 富之在君 恩赐与剥夺 贫困与富有全由君王决定 百姓才会使官府为日月 爱君王如父母 不过 作为齐国记下之学的产物 管子 一书带有强烈的杂绘气息 比如他提出了立出一孔这样典型的秦制理念 但也强调正之所兴 在顺民心 正之所废 在逆民心 四 提倡立出一孔 显然不能说是顺民心 提倡顺民心 就应该反对立出一孔 秦制的成熟是由商样与韩非子完成的 商样的理想国 国富而平治 民渝则易治 商样的出身 历史资料的记载不够详尽 大略可以知道的是 商样姓姬 公孙氏 原是魏国贵族的远之 成年后投到魏国相国公书搓门下 是称公孙央 魏央 商样是他在秦国受封于商后才有的称呼 据说公孙卓临终前 曾向魏王推荐商样 让他接替自己做相国 且告诫魏王 如果不能用之就杀之 这大约不是史实 更像是商样入秦之后 为推销自己而编造出来的谎言 公孙卓死后 商样在魏国丢了饭碗 同时 新即位的秦孝公发布了招贤公告 宾客群臣有能出其既强秦者 无且尊观 与之分土 商样遂决一息刑 去碰碰运气 商样在秦国两年时间毫无进展 直到通过贿赂秦王的宠臣颈监 才见到了秦孝公 据史记 商君列传记载 商样三件秦孝公 分别谈了帝道、王道与霸道 秦孝公的选择是霸道 对于秦孝公的选择 史记保留了一段商样的字数 吾说君以帝王之道比三代 而君曰 久远 吾不能带 且贤君者 可及其身险明天下 安能异役代数十百年 以成帝王乎 故吾以强国之术说君 君大悦之耳 然亦难以比得于殷州矣 大意是 我先拿出来献给秦军的是儒家的帝王之道 但秦军追求生前显明天下 不愿等待数十百年 于是我换了一套强国之术 获得秦军青睐 秦军的选择虽加 却也将导致其国之德 难以与尊奉帝王之道的殷州相提并论 这段 自述的来历相当可疑 帝王之道与强国之术的分野是汉如喜欢讨论的话题 难以比得于殷州的感慨更像是事后诸葛亮刻意将自己的观点挂靠在了商样身上 其实 商样是一个所学庞杂 并无固定思想体系之人 君王喜好帝王之道 他就献上帝王之道 君王喜好强国之术 他就提供强国之术 他可以再道 术之间自由切换 毫无思想压力 秦王选择霸道 于是就有了商样变法 严格来说 商样变法 其实有先后两次 第一次是于公元前356年 也就是商样见到秦王后的第三年 这一年商样容升作书长 颁布了自己的第一份变法令 史书中一般称作变法出令 第二次是在公元前350年 这一年商样升任大良造 相当于国相 借迁都之机再次推行变法 前后两次变法 主旨上并无太大差异 据史记 商君列传记载 第一次变法时颁布的变法出令主要内容包括 一将民众编位十五 实施连坐之法 具体的办法是不告奸者腰斩 告奸者与斩敌手同赏 逆奸者与降敌同罚 即不举报奸人者腰斩 举报奸人者获赏等同于斩敌手 藏逆奸人者受罚等同于投敌 二、民有二男以上不分一者 被欺负 即家中有两个成年男性却不分家者 双倍征收赋税 三、鼓励功斗 按军功的大小授爵 禁止私斗 按情节轻重量刑 努力耕种 仿制之人 可以免除本人的劳役和赋税 因懒惰而贫困者 没为奴隶 似宗室也得靠军功来谋取富贵 宗室非有军功论 不得未属吉 制定明确的爵位和俸禄制度 田宅与奴隶的多少与爵位直接相关 有军功才有社会地位 无军功之人再怎么富有 也无法提高政治身份 有说法认为 商样的变法措施打击了顽固腐朽的秦国就贵族势力 为底层平民提供了一条上升的通道 这样的效果或许确实是有一些 但商样的本意并不在此 强化对民众的控制 十五 连坐与告奸 将有力量的大家族 打散为无力量的小家庭 民有二男以上不分一者 被欺负 打击阻碍国家直接管理百姓的封建贵族 将人的社会地位与军功直接挂钩 这一套变法措施的核心目的 都是提升秦国对资源 包括人力与物力的汲取能力 秦国致力于消灭国内的贵族 秦民存在的目的就是提供人力物力 给国家添砖加瓦 按商君书 该书虽未必是商样亲笔所写 却属于商样思想 言论的汇编无疑的说法 要让百姓更好地为国家添砖加瓦 首要之物是消灭六师 六师的概念建于商君书 禁令 具体是指六种危害国家的东西 礼乐 诗书 修善孝涕 诚信真怜 仁义 非兵修战 这些东西在金人眼中 属于最基本的人类文明 但在商样眼中 却构成了对国家强盛的威胁 商样另有一套强国的逻辑 国贫而勿战 独生于敌 无六师 必强 国富而不战 偷生于内 有六师 必弱 七 大意是 国家贫穷 多搞扩张战争是有益的 既可以损害敌国的利益 也可以保证 本国没有六师 国家必强 反之 国家富足 却不对外扩张 百姓生活安逸了 就会追求师叔礼乐 就会讲究孝涕 诚信 就会倡导人意 反对战争 六师全跑了出来 国家必弱 商军书还解释了国家 为什么应该制定告密制度 让百姓互相监视 行家于罪所中 则奸不去 赏识于民所义 则过不止 行不能去奸 而赏不能止过者 必乱 故王者行用于将过 则大邪不生 赏识于告奸 则戏过不失 至民能使大邪不生 戏过不失 则国治 国治必强 八 大意是 罪行发生后 再对犯罪者实施刑罚 不能起到去奸的效果 一举发生后 再来奖赏当事人 也起不到止过的作用 刑罚不能去奸 奖赏不能止过 国家就会乱 所以 统治者必须在百姓违法之前 提前实施刑罚 如此才不会出现大邪 统治者必须赏赐告密的百姓 如此才不会忽略戏过 统治百姓 能够做到大邪不生戏过不失 国家就会强盛 针对上述思想 商样有一句简练的总结 杀刑之反于德 而义和于报 九 仁义只会抵达报 杀戮反而会归于德 在中国历史上 商样变法是第一次将告密 纳入国家制度 也是第一次将事前惩罚制度付诸实施的变法 这种体制化的告密之风与秦国的兴亡相识中 直到汉文帝时代才得以改变 据汉书《刑法制》记载 即孝文即位 承恶王秦之政 论义务 在宽厚 耻言人之过失 化行天下 告捷之俗义 立安其官 民粤其夜 选张氏之为廷位 罪宜者与民 是以刑罚大省 至于断玉四百 有刑错之风 汉文帝与众臣吸取秦朝灭亡的教训 以宽厚为物 以告密为耻 上行下效数十年 才使得告捷之俗义 社会上的告密风气得到纠正 事前惩罚制度也不再存在 取而代之的是罪遗者于民 尽似于遗罪从无 商鞅的变法思想里还有一条叫做国富而贫治 原话是这样说的 民贫则利富 利富则淫 淫则有失 顾民富而不用 则使民已识出 各必有利 则农不偷 农不偷 六师无盟 故国富而贫治 重强 十一 百姓贫穷 就会有求富的上尽心利富 富有之后 就会放纵 贪图安逸淫 然后 国家有失 就不能强盛 所以 百姓富裕了 就不易意识 那就让他们拿出粮食来顶替外出福益 他们重新陷入贫穷 就不会怠惰 六师就不会产生 所以 让国家富有 使百姓保持贫穷的政策 可以让国家墙上加强 也就是说 商样主张将百姓的生活水准控制在最低限度的温饱线上 上面这段话里的诗 前文已经说过 指的是 礼乐 诗书 修缮孝涕 诚信真怜 仁义 非兵修占六种危害国家的弊端 至于银 商君书中有一段解释 西卫银道 为辩知者贵 由患者认 文学思明显之谓也 十二 银 即银翼 按商样的理解 银道包括了靠能言善道得到富贵 靠由散求官进入体制 靠著书立说获取名声 也就是说 只有靠军功和耕作来获取社会地位才是正道 其他靠智慧 人脉资源 学识来提升阶层的做法 都属于邪道 都对国家有害 尽管商样自己正是依靠着变质和油患而得到秦军的重用 将国家与百姓对立起来 强调国家的富强必须建立在百姓的愚昧与贫穷之上 这是商样变法的核心理论 百姓越弱越愚昧 国家就越强越稳定 这是商样变法的核心逻辑 对此 商军书中有大量的陈述和解释 事举几例 稀能治天下者 必先治其民者也 能胜强敌者 必先治其民者也 过去能够控制天下的人 一定是首先制服他的民众的人 能够战胜境外强敌的人 一定是首先制服他的民众的人 谱则强 银则弱 弱则鬼 银则越智 弱则有用 越智则强 十四谱是银的反义 意思是没有知识 人脉 温饱之外的追求 这句话的意思是 百姓甘于谱国家就强 追求银国家就弱 百姓弱就安分守己 百姓强 就会逾越本分 对抗朝廷、越智 无以外全决认与官 则民不贵学问 又不见农 民不贵学则鱼 鱼则无外交 无外交 则免农而不偷 民不见农 则国安不待 国安不待 免农而不偷 则草必肯矣 十五 如何引导百姓 不去追求知识 是商样在改革过程中 深入思考过的问题 他给出的答案是 不要在战工与农耕的收成之外 以任何理由赐予官爵 尤其不可让百姓有机会通过知识来提升阶层 久而久之 百姓就会很自然地鄙视学问 专心务农 百姓不重视学问 就会愚昧 百姓愚昧 就不会与外界有过多的思想交流 没有过多的思想交流 百姓就会一心务农 百姓一心务农 国家就会强盛 国之大臣 朱大夫 博文 辩慧 游居之士 皆无得为 无得居由于百姓 则农民无所闻辩 见方 农民无所闻辩 见方 则知农无从离奇故事 而愚农不知 不好学问 愚农不知 不好学问 则物极农 十六 国家不许大臣与世大夫 去做任何展示其博学多文 能言善辩的事情 不准外出游历 寄居他乡 这样的话 农民就没有机会听见辩通辩 论辩语方 学问 道理 知农 聪明的农民 没有机会结识大臣 世大夫 也就没有机会放弃农业生产 愚农 无知 不喜欢学问 也就会积极勿农 为了彻底贯彻民于则意志的理念 商样在变法过程中的一些做法 相当极端 据史记 商君列传记载 秦民出言令不变者 有来言令变者 为央约此皆乱化之民 也 尽迁之于边城 其后 民莫敢议令 百姓反对变法时 商样曾把他们抓起来坐牢 甚至砍头 百姓转变立场 称赞变法 又被商样抓起来流放边关 反对不可以 歌颂也不可以 目的是造成一种民莫敢议令的氛围 百姓不能议论 就会减少思考 百姓只需要遵守变法推行的政策 不需要思考政策的好坏 公元前338年 秦孝公去世 太子四继位 视为秦桧文王 商样的生命也走到了尽头 对此 商样本人是有预感的 他的变法帮助秦孝公籍大帝提升了秦国的资源 人力与物力 汲取能力 但这种提升是以打压秦国的封建贵族为前提的 秦孝公想要掌控更多的人力 物力 就需要秦国的封建贵族吐出更多的人力 物力 如今 新军即位 首要之物不再汲取资源 而在军位的巩固 军位的巩固需要获得国内政治力量足够的支持 其中自然也包括势力仍胜的封建贵族 而取悦封建贵族 获取他们支持的最佳办法就是诛杀商样 为了保全性命 秦孝公一死 商样就自情隐退 回归封地 希望利用封地的武装保护自己 削弱贵族力量 恰恰是商样变法的核心诉求 并联络魏国权臣 欲以秦国的利益为筹码 换取魏国的帮助 但魏国无意为了商样与秦国开战 最终 秦军攻入商地 灭商军之家 商样被杀 他的尸体被带回秦都咸阳 公开车列 商样虽死 但他的强国之道保存了下来 被历代秦军奉为治国的归念 二 韩非子的《理想民》 五度与六反 商样之后 将弱民、贫民、愚民之道进一步具体化 使之具有极强的可操作性的人是韩非子 与商样一样 韩非子也是反民制的 他曾说过这样一段话 民制之不可用 由婴儿之心也 扶婴儿不踢手则腹痛 不辟挫则尽意 踢手、辟挫 必一人报之 此母致之 然由提呼不止 婴儿自不知犯其所小苦至其所大力也 今上其耕田啃草以后民产也 而以尚为库 修行重罚 以为禁邪也 而以尚为严 征负前素以食仓库 且已就积锦 被君吕也 而以尚为贪 境内必知戒而无私解 并立即斗 所以 擒虏也 而以尚为报 此四者 所以知安也 而民不知悦也 夫求圣通之士者 为民之之不足失用 西宇绝江郡和 而民居瓦时 子产开母树桑 正人傍姿 羽立天下 子产存正 皆已受罢 夫民致之不足用一名乙 十八 韩妃子说 民众的认识跟婴儿的心智一样靠不住 给婴儿剃头 抛窗 因为此母抱在怀里的婴儿 并不知道自己受的一点小苦 将给他带来很大的好处 所以 啼哭不休 如今 国君勒令百姓去啃荒 他们认为太残酷 制定严刑郡法 他们觉得太严厉 征收赋税钱粮 他们认为太贪婪 要他们去服兵役 他们觉得太暴虐 其实 这些政策都是为百姓好 但百姓不领情 不高兴 以前的大鱼 子产也有过类似的遭遇 所以 民智是靠不住的 在《忠孝篇》里 韩妃子还发过这样一番感慨 鼓者前手蛮密蠢鱼 故可以虚名取也 金民宣秀智慧 欲自用 不听上 十九 大意是 上古之民好糊弄 随便鼓动几句就去流血 流汗 今天的百姓有了智慧 懂得为自己的利益盘算 不肯听从君主的命令 那怎么办呢 韩妃子说 常规的办法是 劝之以赏 即用利益来诱惑百姓 为之以罚 即用刑罚来恐吓百姓 但这样做还远远不够 在五度六凡等天章里 韩妃子建议 应该对百姓实施改造 具体的改造方法如下 首先 需要清除五种人 这五种人是 学者相当于战国末期的儒家 言谈者相当于纵横家 待见者相当于游侠 工商之民 商人和拥有各种技艺的人 和患愈者 害怕承担更衣而去充当贵族的门客 或权力前客的人 二十 这些人或聚众讲学 或游走四方 他们有知识 也有资源 还懂得社会体制的运作规则 对国家是有害的 韩妃子把它们合成五度 即五种会注食树心的虫子 其次 有六种人需要被教育 这六种人是 为死远难之人 学道立方之人 游居候养之人 与驱谋之之人 行剑公杀之人 活贼逆奸之人 二十一 若仅从为死远难等词语来看 上述六种人似乎算不得好人 但要注意的是 为死远难等字眼 只是韩妃子个人的价值判断 为了让统治者更方便地分辨出这六种人 韩妃子在文章中 还写下了普通百姓 对这六种人的看法 在百姓的眼中 他们依次是 贵生之事 珍惜自己性命的人 文学之事 追求学问的人 有能之事 相当于能出门远游 在外谋生的人 辨知之事 相当于能用智力 口才谋生的人 怜勇之事 相当于能提借杀人的人 任誉之事 敢违逆朝廷禁令 收容犯人的人 如此也就不难理解韩妃子的逻辑了 这六种人有自己的追求 懂得维护自己的利益 对追求最大限度汲取人力 物力的秦治政权而言是有害的 最后 有六种人必须得到奖赏 表彰 要数为模范 这六种人是 傅显训成之人 寡闻从令之人 立作儿时之人 家后纯粹之人 重命未始之人 错贼恶奸之人 22 若仅从傅显训成等词语来看 上述六种人 似乎都是极好的人 但要注意的是 傅显训成等字眼 也只是韩非子个人的价值判断 根据韩非子的记载 普通百姓对这六种人的看法 依次是 施济之民 只知道为官府去死的蠢人 普陋之民 见识短浅 服从权力的渔民 寡能之民 除了种地没别的本领的人 渔状之民 没有智慧 逆来顺受的人 窃涉之民 不敢反抗 只懂尊上的人 产禅之民 给官府充当耳目的人 这六种人吃进去的是草 挤出来的是奶 被挤取疼了也不会叫唤 是韩非子心目中最理想的国民 韩非子对百姓的筛选与改造 与商样的理念高度吻合 在商样看来 合格的勤民不应该具有思考的能力 所以他先是杀了一堆反对变法者 后又流放了一批有来言令辩者跑来赞颂心法好的人 造成了一种民默感义令的氛围 从此再没人敢议论心法的好坏 反对者被杀 歌颂者被流放 看似矛盾的做法 实质上正是不让百姓思考变法推行的政策好坏 反对是一种思考 歌颂同样需要动脑子 百姓动脑子 不管是往哪个方向动 商样都不喜欢 但百姓毕竟不是公义 正常情况下 正常智力的百姓绝不会主动愿意去做施济之民 普漏之民 寡能之民 鱼杠之民 窃舍之民 鱼杏之民 那又该怎么办呢? 在《韩非子》说一篇里 韩非子提供了一套办法 太上尽其心 其次尽其言 其次尽其事 近事 近言大致相当于不许游学经商和著书里说 尽心的意思 韩非子的解释是远人意 去智能 具体说来就是一手控制资讯 一手灌输错误逻辑 二者结合可以做到无往不利 比如 东汉时期用五斗米道统治汉中的张鲁 就深谙韩非子所述的远人意 去智能的手段 五斗米道发展信徒的办法 是让信徒有病自首其过 二十四 但张鲁不会告诉信徒 有些病是可以自愈的 这就是在控制资讯 只要有人在自我反省后病愈 单纯的先后关系 就可以被张鲁渲染成因果关系 定好了是五斗米道的神力 并没好事自己反省不够 这就是在灌输错误的逻辑 按史记的说法 秦始皇读到韩非子所写的《孤愤》与五度后 曾常叹道 寡人得见此人与之由 死不恨矣 二十五三国志也记载 刘备在遗诏中嘱咐太子刘善 闲暇时要多读商君书 多向丞相请教身子韩非子管子中的道理 二十六 即至北魏 又有博士公孙表 因向道武帝进城韩非子而获赏 二十七 在往后则如明朝学者赵用贤所云 三代而后 申 韩之说长盛 是知言智者 操其术而横惠其迹 二十八 用商样 韩非之道治国 而惠言 自己是商样 韩非的信徒 是中国两千年秦治时代的常态 一 欧阳修 欧阳修集编年监著第三册 巴蜀书社2007年版 第278页 二 谭思彤 谭思彤全集下册 中华书局2007年版 第278页 三 管仲 管子 国序 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版 第四百二十四页 四 管仲 管子 牧民 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版 第二页 五 司马迁 史记 秦本纪 中华书局1959年版 第202页 六 司马迁 史记 商君列传 中华书局1959年版 第2228页 七 商样 商君书 禁令 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 第四十三页 八 商样 商君书 开塞 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 第32-33页 九 商样 商君书 开塞 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 第33页 十 班固 汉书 刑法制 中华书局1962年版 第1097页 十一 商样 商君书 若民 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 第66页 十二 商样 商君书 外内 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 第71页 十三 商样 商君书 画册 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 第57-58页 十四 商样 商君书 若民 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 第66页 十五 商样 商君书 肯令 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 第5页 十六 商样 商君书 肯令 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 第8页 十七 司马迁 史记 商君列传 中华书局1959年版 第2231页 十八 韩非 韩非子 显学 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版 第561-562页 十九 韩非 韩非子 中校 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版 第567页 二十 韩非 韩非子 五度 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版 第552页 二十一 韩非 韩非子 六反 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版 第503页 二十二 韩非 韩非子 六反 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版 第503页 二十三 韩非 韩非子 说疑 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版 第485页 二十四 陈寿 三国志 魏书 张鲁传 中华书局 1959年版 第263页 二十五 司马迁 史记 老字韩非列传 中华书局 1959年版 第2155页 二十六 陈寿 三国志 蜀书 先祖传 裴松之著引诸葛亮吉载先祖遗诏 中华书局1959年版 第891页 二十七 卫收 卫书 公孙表传 中华书局1974年版 第782页 二十八 《管韩和客四十四卷》 韩非子书续 见陈其游 韩非子吉士附录 中华书局1964年版 第1197页 第二章 胡亥王国的技术分析 史记 陈摄是家里 陈摄说过一句话 天下苦勤久矣 一 这里的苦勤一般解释为 苦于勤为勤所苦 即在秦的统治下深感痛苦 其实 苦的原意是一种味苦的野菜 在秦汉时代的隐身意并非痛苦 而是厌恶与憎恨 典型的例子如史记 李将军列传里的士族 亦多乐从李广而苦成不实 士兵们喜欢追随李广而厌恶成不实 苦对应乐 即是憎恶恶之意 二 陈摄其实是在说 天下人痛恨秦帝国已经很久了 刘邦后来入关中说父劳苦秦科法久矣 也是相同的意思 从商样变法算起 秦的统治者孜孜不倦 以汲取与控制为药物 将百姓牢牢地捆绑在耕种和战争的战车上 让他们挣扎在生存县的边缘 已有百余年之久 但在这漫长的时光里 秦民之恨并没有给秦王造成多少困扰 相反 秦国稳如泰山 且在与东方六国的战争中无往不利 不断开疆拓土 终止统一全国 陈摄与刘邦的九仪 二字也足以说明 秦民之恨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对秦王朝、国的稳固并不构成真正的威胁 然而 随着秦二世胡亥在公元前210年登基 原本看起来强盛无敌的秦王朝竟在短短三年之内就土崩瓦解了 从统治之术的角度来审视 胡亥究竟做错了什么? 一、秦政的残暴在于制度化伤害 秦朝、国是一个以商样之道与韩非之术为基础构筑起来的国家 它对内施政的核心诉求可以简单归纳为三点 一、强化管控 二、增加汲取 三、减少乃至回避义务 对于前两个核心诉求 即针对秦民的高强度管控与汲取 主要依赖两种手段 国家授田制度和与之配套的繁杂、细密的律法 商鞅变法之后 秦国开始实施严格的国家授田制度 土地的所有权被国家垄断 秦民只能由国家赐予土地的使用权 而不能获得土地的所有权 文献和出土资料都说明 秦朝的土地制度并非如董仲书所云视土地私有制 而是土地国有制 全国统一实行授田制 农民有名于上及有田于下 基本标准是每户百亩 有军公爵者按照爵位高低增加授田 三、国家授田制度的核心是将秦民牢牢地束缚在土地上 确保官府可以对秦民实施严苛的人身控制 该制度与其他律法条文配套 比如令民卫十五 而项目四连坐 不告奸者腰斩 告奸者与斩敌手同赏 逆奸者与降敌同罚 就可以将秦民日常的生活 交往与生产 全面置于官府的监控之下 正如湖北省云梦县税虎地出土的秦国田律里规定 庄稼是否按时受到雨水的浇灌 被浇灌的田母有多少 受到旱灾、烙灾、虫害的损伤有多少 秦民均需及时报给官府 且设置了报告文书的递送方法和日期 云梦龙岗勤俭中写到的律法也规定 农民必须按照规定的时间从事生产活动 按时出门 按时归来 否则将会受到惩罚 基层官吏必须经常对不同种类和用途的土地进行登记、管理 若有某块土地因人力不足而耕种不到位 导致国家的收征减少 基层官吏的考核会受到严重影响 前途堪忧 正因为核心的谋生工具 也就是田地 被控制在国家手里 秦民并无所有权 所以 税虎地勤俭封诊室中记载官府查封谋理室吴甲的家产 将他的事、妻、子、妾、衣器、续产全部详细记录在册 连一条母犬也没有漏下 却无知自提及他的田产 不提自然是因为田产不属于他 没有提的必要 5 国家授田制度之下 秦民大体可以分为两类 一类是自耕农 这些人通过向官府立户筑籍来换取官府的授田 而户和籍正是官府向他们汲取赋税和劳役的依据 另一类是完全丧失了人身自由 只能在由政府直接管理的田地中耕作 他们是国家的直接农奴 从住宅 衣食到耕作用具全部由官府分配 常年过着鸡肠碌碌的生活 前者的地位虽然稍好 但其耕作同样要受到官府的严格考核 史记中说得很明白 是茉莉及代儿贫者 举以为收奴 6 不好好耕种政府授予的田地 去干别的或在家里偷懒 最后导致贫穷者 全家都会从自耕农降为奴隶 如何算贫 自然是官府说了算 可想而知 若一个自耕农家庭交完官府摊派下来的种种赋税之后无法维持生计 或根本就无法缴足官府的摊派 官府必然会剥夺这个家庭的受填资格 将之打入农奴的行列 也就是由国家的间接农奴降格为国家的直接农奴 故此 当代史学家刘泽华将秦的国家受填制度概括为 国家通过受填把一部分土地分给农民耕耘 农民要负担沉重的赋税和摇役、兵役 这些农民都被详细地登记在户籍里 并派有专门的官吏管理 没有任何行动自由 如逃亡被捉住要施以严重的刑法 受填治下的农民就是农奴 七 自商样变法至秦始皇统一六国 这一百余年是一个秦民无处逃顿的时代 皇王全通过土地国有建立起严密的户籍制度 再通过官吏系统层层传递 将控制与汲取的意志输送到底层 最后由瑟夫之类的基层官吏负责将之落实 瑟夫等相关拥有相当大的权力 他们代表国家主持辖下土地的重新分寿 负责辖下国有田地的经营 管理着基层的公共粮仓与生产设备 比如铁制农具和耕牛是国有的 监督辖下自耕农和官府奴隶的耕作是否卖力 并严防他们逃走成为脱离官府控制的野人 那是一个没有大地主、官僚、贵族来大搞兼并 也没有大地主、官僚、贵族可供自耕农抛弃所有土地 寻求庇护的时代 一个个原子化的秦民必须直面强大的秦朝国 亦如历史学家张金光在其名著秦智研究中所言 当时并不存在传统的所谓新兴地主阶级 国家完全控制着土地所有权 而且控制着与土地所有权相应的一切利益 最高统治者及其下属官僚群体 即大大小小的致民的统治主 构成了统治阶级 他们同时构成了剥削阶级 他们永远在运用官僚专制主义政治体制下 权力转变为财富的不涕之律 从国家、社会和直接生产者那里 摄取到尽可能最大化的包括经济利益在内的各种利益 国家、政府、社会民对立的格局 是当时社会阶级结构的基本特点 八、就经济成本而言 这是一种大利于皇王权 而大不利于底层百姓的制度设计 贾义在《新书》中说 秦不能分尺寸之地 欲尽自有之耳 书将其海上而来 亦钱之父耳 食钱之费 福清能至也 尚之所得者甚少 而民独苦之甚深 古尘胜一动 而天下不振 九 意思是 秦的皇王权之下只有致民的官吏集团 在吴诸侯之类相对独立的政治实体作为缓冲 这对皇王权的稳固自然是极为有利的 但对百姓来说 他们向皇王权缴纳赋税的成本大大增加了 亦钱的赋税往往需要食钱才能送到皇帝王的手里住 贾义坛的主要是物资输送的距离成本 其实更大的成本来自官吏集团的层层盘剥 皇帝王的所得不多 但百姓受到的剥削已是极深 陈胜一声呼喊 天下群起响应 极是这个缘故 为了让上述制度顺畅运转 秦律相当繁杂细密 追求凡事皆有法事 用《掩帖论》中的话说 就是秦法繁于秋图 而网密于宁之时 无论秦民干什么说什么 总有一款秦律适合你 税虎的勤俭的记载证明了《掩帖论》的总结是对的 按现代人的常识 若其具体条文充分考虑到了势力和人情 法律细密是件好事 但秦朝国的情况与现代不同 秦政推崇民于择意志 百姓的受教育程度极低 繁杂细密的法律条文 对秦民而言等同于巨大的知识屏障 而且秦朝国的政权自上而下并无独立的监察制度 无法约束秦立用法律公正的治理秦民 秦民也不可能如现代人一般寻求独立的法律援助 所以 秦朝国的法律条文越是繁杂 细密 哪怕每一条在字面含义上都窃尽势力和人情 秦民就越容易陷入动辄处法的困境 当然 秦朝国也并非完全没有针对秦立的监督机制 商君书中提供过一种制度设计 诸官吏即明有问法令 知所谓也于主法令之吏 皆各以其故所欲问之法令名告之 各为齿六寸之符 明书年 月 日 时 所问法令之名 以告吏民 主法令之吏不告 即之罪 而法令之所谓也 皆以吏民之所问法令之罪 各罪主法令之吏 即以左劝与吏之问法令者 主法令之吏 谨藏其又劝木匣 以是藏之 封以法令之常印 即后有误故 以劝书从事 十一 这项制度的大意是 百姓向主管法令的官吏询问法律条文 官吏需如实解答 并留存档案 符 档案里要写明询问日期 即所询问的法律条文 然后将档案 符的左片交给询问者 档案 符的右片由官府归档保存 作为日后抽检官吏执法 百姓守法情况的依据 遗憾的是 这项制度不可能产生效果 理由很简单 为打散巨族 而居的宗族势力 秦律规定 百姓不得巨族而居 让底层的社会结构趋向原子化 以保证由秦力组成的基层政权 在统治底层百姓时拥有组织优势 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 由一群秦力去监督另一群秦力 秦民必然只剩下被秦法狠狠修理的命运 律法越是繁杂细密 秦力从中牟利的机会就越多 更何况秦律本就只是秦王朝、国、统治者单方面的立法 这也正是秦朝、国、内政真正的残暴之处 所谓的天下苦秦久矣 重点并不在焚书坑儒、修长城等突发性的暴行 而在于秦法烦于丘徒 而网密于宁知的制度化伤害 只有明白了制度化伤害的严重性 才能理解刘邦入咸阳后的首要之物 为何是公开与父老约法三章 杀人折死 伤人及到底罪 十二 父老是秦政所不喜欢的民间有组织能力的人物 禁费繁杂细密的秦法 代之以极其简单的三条约法 正是为了回应百姓因动辄处行而积累的对秦法的深重怨恨 当然 代道夺取天下 刘邦又抛弃三章 重新拾起了萧和制定的改良版秦律 秦政的第三个核心诉求 减少乃至回避义务 往往也是通过繁杂细密的律法来实现的 以法制孝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案例 在秦朝国 孝是一种绝对义务 皇王是内部的斗争常常会把孝拿出来作为武器 秦始皇那时候他还没有成为始皇帝 称秦王车列了甲父落矮 千太后于咸阳宫后 曾遭到其人矛娇的批评 陛下车列甲父 有嫉妒之心 千母咸阳 有不孝之行 秦王正不得已 只好自迎太后归咸阳 秦始皇死后 赵高角赵令扶苏自杀 所用的名义也是扶苏为人子不孝 秦律针对不孝的惩罚很细致 也很严厉 税虎的勤俭法律答问记载 免老告人以为不孝 叶杀 当三环之不 不当环 即职勿施 十五 问 六十岁以上的老人 免老 告发儿子不孝 请求判处其死刑 应该执行 三环 一种具体含义 尚存争议的法律复合 宽有程序的程序吗 答 不应该执行 要赶快将他抓起来 别让他跑了 在处罚不孝之人时 秦律常以被告父母的意见为准 税虎帝勤俭封诊时记载 是五五 咸阳才在 某里约柄 做妇甲业务其足 谦 属边县 令终身无得去谦所 论之 谦柄如甲告 以律包 金物丙足 令力图将传及恒书一封义令使 可受代力图 以献赐传役成都 成都上恒书太守处 以律识 是五咸阳某里人炳 其父甲请求将他断足 流放到蜀郡边远的地方 令他终身不得离开流放地 官府按甲所告姜炳流放 并依法命其家属同网 姜炳断足 命令和徒利携带通行的凭证 即恒书一封送交令使 逐县借送丙到成都 到成都将恒书上交蜀郡太守 依法给予饭使 如此 就有了一个很有意思的冲突 商君书将礼乐、诗书、修善孝涕、诚信真怜、仁义、非兵修战列为危害国家的六师 认为只有铲除这六师 百姓才会保持愚昧 才会乐于为国君所用 国家才会强盛 但现实中的秦朝 似乎并没有铲除孝涕的观念 还为他加上了法律保障 这个冲突是否意味着秦王朝国的执政者摒弃了商君书中铲除六师的政治理念 答案当然是否定的 对统治者而言 礼乐、诗书之类的东西容易铲除 但孝涕关系到秦民的养老 而养老又关系到社会的稳定 所以它是一个需要特别考量的事情 为了强化对百姓的管控与汲取 商样用律法破坏了秦民巨族而居的传统 如一家有两个男丁而不分家 填富加倍 导致大家族消亡 小家庭遍地 这个变化导致了两种后果 一、小家庭面对官吏及其所属机构的盘剥 严重缺乏抵抗能力 面对变故 比如灾荒、疾病、抵御能力比不上具足而居的大家庭 同时 秦政又推崇民于择抑制 走国父而贫治路线 时期 致力于使小家庭长期生活在温饱线上 这会促使小家庭尽可能地将财富留在手上 而不是慷慨地拿出来供养已分家的父母 二、上行下校 上位者鄙弃修善孝涕、诚信真怜、仁义等 将之视作必须清除的六师 普通秦人的道德观念也会很自然地随之下降 进而影响到秦人的家庭伦理 使之不愿意供养父母 对于这两种后果 贾义有很具体的描述 商君以礼义 弃人恩 并心于敬取 行之二岁 秦俗日败 顾秦人家父子壮则出份 家贫子壮则出贼 借父幽除 律有得色 母取鸡肘 利而遂语 抱不其子 与公并聚 父姑不相说 则反唇而相机 其此子 其力 不同秦授者王吉尔 十八 贾义说 自商样变法 秦国抛弃礼义 仁恩 一门心思集中于通过更战进取 不过两年时间 秦国的社会风俗就败坏了 秦人家庭富有的 儿子长大后就分家单过 家庭贫穷的 儿子长大后就入赘别家 儿子借给父亲农具 会流露出施恩的表情 母亲拿了搏脊和条肘 儿子就站在那里斥责 儿媳给孩子补辱 不回避公共 媳妇与婆婆不睦 就反唇相机 秦人宠爱孩子 贪图财力 他们的行为与秦授 已没多少区别 汉初的另一位政论家贾山 也在为汉文帝回顾前朝的历史教训时 提到 秦朝有一大必正是王 无养老之义 十九 提醒汉文帝不可重蹈覆辙 养老问题关系到社会稳定 秦朝国的统治者自然是知道这一点的 而现实是 一 秦政府只对汲取民力感兴趣 无意承担责任 也就是并不想承担贾山所谓的养老之义 二 愿意或能够承担养老责任的拒足而居的大家庭 已被秦法拆散成了不愿或无力承担养老责任的小家庭 那怎么办 站在秦朝国统治者的立场 最好的办法自然是将孝写入法律 强迫那些贫弱的小家庭去承担他们承担不起的给父母养老的责任 然而 一个社会没有了孝的风气 绝不会只是百姓的道德素养出了问题 也绝非用法律强制百姓孝顺父母就可解决问题 秦人不孝的根源在于秦制的汲取与控制太过厉害 在于其弱民、贫民的政策太过残酷 不改变政策 寄希望于用法律手段强制秦人尽孝 实属原木求鱼 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 尽管秦法严苛 但秦人不孝的风俗并未扭转 而是一直延续到了汉初 贾义感慨过秦人不孝 他对汉文帝说 汉朝建立之后 汉成秦之败俗 费礼义 捐廉耻 惊其甚者杀父兄 意思是 不讲礼义 捐弃廉耻的秦代救俗延续到了汉代 且变本加厉 人们不但不愿赡养父母 甚至还常常发生杀害父兄的事情 贾义的话有可信度 因为他不至于当着汉文帝的面 恶意贬低汉文帝制下的社会道德水准 其实 对秦朝、国而言 秦民的不孝之风是否有所改观并不重要 重要的是通过把孝写入法律 将使官社会稳定的养老的负担成功转嫁在秦民身上 如此 活不下去的年迈秦民成为不稳定的社会因素时 他首先想到的将是前往官府状告儿女 一如说虎的秦简里记载的那些养老官司 老无所依的父母出来状告儿女 而非要求官府救济自己 以法治孝的律法条文 只是在为秦政对百姓的严苛控制与疯狂汲取打补丁 在制度化的严苛控制与疯狂汲取之下 秦民长期处于一种一不蔽体、实不果腹的困境之中 尚在攻伐六国之时 秦国就在咸阳北板上大造豪华宫殿 秦始皇统治时期 赋税已收到全国百姓生产总量的三分之二 男子立更不足良享 女子仿计不足衣服 二十一 胡亥继位后又蒸发天下才是五万人屯守咸阳 且朝廷不提供吃喝 皆令自积粮食 咸阳三百里内不得拾其鼓 秦民千里迢迢向北河前线输送粮食的结果 是率三十中儿之一旦 平均每消耗掉一百九十二十粮食 才能勉强将一旦粮食送到前线 汉人延安后来这样描述秦始皇统治的时代 钉难被假 钉于转书 苦不聊生 自经于倒数 死者相忘 二十四 男钉被争去征战 女钉被调去参与后勤和运输 许多人不愿活得生不如死 路上随处可见自杀吊死在树上的尸体 延安的话并非夸张 云梦睡虎第四号墓出土的墓读 记载了一名士兵向家中挤所衣物与钱财 其中有是福宜 挤死矣 挤挤挤挤 家里再不送衣服 送钱来 我就要冻死了 挤挤挤挤的字养 这名士兵当时正在前线参加公元前224年的王俭功臣之役 二十五 秦正滋滋于控制与汲取 而无意履行哪怕最低限度的义务如给前线士兵提供衣服 于此可见一斑 但这样的事情其实是秦朝、国自商样变法至秦始皇统一六国那百余年里的常态 如果不是秦二世统治的时代出现了另外两个致命变量 秦朝的伟业或许仍将在天下苦秦久矣的轨道上继续稳定运转 乃至发展壮大 二、秦二世而亡的变量一 官吏集团、苦秦 秦二世胡亥上台后 做了两件大事 第一件事是带着丞相李斯东行郡县 效仿秦始皇寻幸天下 胡亥这么做的原因是担忧朕年少 初级位 前首位级父 二十六 担心天下人主要是指生活在六国故地的新秦民不能像畏惧始皇帝那般畏惧自己 所谓的东行郡县其实就是向六国故地的新秦民挥拳头、晾肌肉 结果并没有什么大的作用 此事留待后文再说 第二件事是对中央和地方的人事做大规模的调整 胡亥这么做的原因是担忧大臣不服、官吏上强 即诸公子必与我争 二十七 他觉得就班子里的大臣与地方官不可能像畏惧始皇帝那般畏惧自己 这样的不自信与胡亥年轻的位不正至少存在这种传言 在朝廷与军中都没有亲信力量、有很直接的关系 赵高对胡亥讲 先帝之大臣 皆天下累世名贵人也 积功劳士已相传久矣 二十八 是皇帝时的那些大臣富贵世代相传 权势盘根错节 比如李斯 时在其家族中长男尤为三川首 诸男接上秦公主 女膝嫁秦朱公子 这些人当然不可能像敬畏始皇帝那般敬畏二始皇帝 胡亥和赵高担忧 他们与其他皇子、朱公子勾结起来挑战皇权 倒也不是启人忧天 那怎么办呢? 赵高给胡亥出了两个主意 一、按郡县守卫有罪者诸之 上以振威天下 下以除去上生平所不可辙 对地方官员郡县守卫 实施大清洗 灭大臣而远骨肉 尽除去先帝之故臣 更致陛下之所亲信者尽之 对朝中大臣和皇族进行大屠杀 全换成胡亥的亲信 于是 胡亥大刀阔斧 大开杀戒 杀大臣蒙义等 公子十二人 鹿死咸阳士 十公主 折死于度 财务入于县官 相连作者不可胜数 三十一 这么做的后果 是在秦帝国的官吏集团中造成了一种普遍的恐怖气氛 正所谓群臣见者已为诽谤 大力持路取荣 三十二 敢提意见就会被定为诽谤罪 人人只求取悦胡亥 保住俸禄 自君卿以下至于众数 人怀自危之心 亲处穷苦之时 贤不安其位 三十三 官吏人人自危 庶民穷困潦倒 各个感觉朝不保夕 胡亥的官场大清洗也不是没有遭遇阻力 作为始皇帝时代的既得利益者 李斯就很不满胡亥的做法 法令诸法 日益克深 群臣人人自危 预判 判 者众之计 李斯多次觐见抗议 反被胡亥摊派了任务 胡亥说 帝王富有天下 他想常想天下而无害 希望天天纵欲 享乐 他还不会亡国 李斯是丞相 让他来想办法 助皇帝实现这个愿望 同时 胡亥还以理由李斯长子抵御陈胜义军不利为由 撬让司居三公位 威胁要整垮李斯家族 为了身家性命 李斯只好拿出法家在研究秦制方面的看家本领 献上那篇著名的《行都则书》 以迎合秦二世的想法 所谓《都则》 简而言之 就是关于如何完全控制陈属 让他们为帝王做牛做马 乃至献出生命而不敢有半句怨言 臣不敢不节能以训其主的权术 李斯提供给胡亥的《都则》之术 主要是两条 一实行深都轻罪 有一点过错就往死里整 二摒弃简洁仁义之人见说 论理之臣烈士死劫之行 官吏系统只用坏人 不用好人 三十五 实在 胡亥读了《行都则书》 颇为满意 于是《行都则》一言 税民申者为名利 行者相伴于道 而死人日乘积于世 杀人重者为忠臣 三十六 胡亥依照李斯的都则术 对官吏系统的整顿更加严酷 盘剥手段厉害的 杀人多的才是朝廷眼里的好官 路上到处是受刑之人 皆是中被杀害者的尸体堆积成山 当然 秦二世没有忘记除掉李斯 他下令将李斯腰斩 灭其三族 毕竟 李斯不除 所谓的进除去先帝之故臣的目标 就算不得真正完成 秦帝国奉行以利治国 官吏集团是他的统治基础 秦二世从中央到地方如此清洗他们 相当于破坏了利益共同体 严重动摇了秦帝国的根基 在中央 大清洗之后 秦二世 御世皆与赵高独断 宫卿西德朝建 三十七 朝臣沦为虚设 在地方郡县 先是陈胜启示功臣 陈首令皆不在 三十八 后又有惠基郡守阴通找来向良 商议响应起兵 发出天王秦之时 三十九 之语 武臣北伐 泛阳令开城投降 赵帝不战 已成下者三十余成 四十 在最基层 刘邦启示 其核心团队中的许多人正是沛宪当地的利 这些秦帝国的官吏之所以如此普遍而轻易地加入反秦力量之中 是因为他们与秦帝国之间的利益纽带已被秦二世的大清洗切断 他们在人力、物力的汲取方面有着丰富的经验 这些技术官僚的加入极大的提升了反秦力量的素质 三、秦二世而亡的变量二 未及驯化的新秦民 不过 官吏苦秦并不会必然导致秦帝国的覆灭 清洗了旧的官吏集团之后 只要再给胡亥一些时间 他就可以重建自己的统治基础 也就是赵高所说的更致陛下之所亲信者进之四十一 自上而下重新构筑一个亲胡亥的新官吏集团 但胡亥低估了另一个变量 来自从前六国的新秦民 胡亥并非没有重视这个群体 他也采取过一些措施 如前文所说 登基的第一年 因为担忧前守未及父 担心天下人不能像畏惧始皇帝那般畏惧自己 胡亥就带着李斯 效仿秦始皇寻兴天下 东行俊献 他想要威慑的对象主要是生活在六国故地的新秦民 更具体地说 是想要威慑原六国遗留的豪杰 那些有组织能力和活动能力的六国旧人 但重视归重视 在胡亥的工作序列里 清洗旧的官吏集团 远排在整顿从前六国的新秦民之前 这与秦始皇末年的工作序列是大不相同的 这些新秦民与荀子见过的 约三四十年前的老秦民有着明显的区别 据荀子的描述 老秦民的基本特征是 其百姓谱 甚为有私而顺 很愚昧 害怕官府 相当顺从 自然 这种特性是秦国官府于半个世纪的驯化结果 自商样变法至荀子入秦 有约八十年的时间 新秦民对秦国普遍怀有抵触情绪 秦长公寒 为行秋 困上党 上党之民皆返为兆 天下不乐为秦民之日久矣 这是纵横家苏代在公元前259年冬天对秦相范居所说的话 苏代建范居的三年之前 秦军进攻韩国的上党 眼见陷落已是定局 韩国的上党郡守冯廷派人前往赵国求助 其用来打动赵王的理由之一也是上党百姓其民皆不欲为秦 而愿卫赵 四十五 苏代建范居之后两年 公元前257年 又有其人鲁仲连发出了一不地秦的誓言 鲁仲连说 秦国乃弃弃礼义之地 专以权术驱策世人 以鲁求对待百姓 若秦国一统天下 则连有负东海而死尔 无不忍为之民也 四十六 鲁仲连宁愿跳东海而死 也不肯做秦国的百姓 大略同期 还有一篇由秦国的大臣撰写 成递给秦王阅读的文章 被误收在了商君书里 及其中的赖民这篇文章提到了长平之战 当然不可能是商样的作品 四十七 这位秦国的大臣说 秦国幅员辽阔 人口不足 韩 魏等国 土地狭小 人口相当稠密 老百姓想要的无非是耕地和住宅 秦国有多余的耕地和住宅 韩 魏等国的耕地和住宅非常紧张 但韩 魏等国的百姓没人愿意迁来秦国 因为在秦国做事很惨 做民太苦 正所谓民不息者 秦是欺而民苦 四十八 苏代也好 鲁仲连也好 那位不知姓名的秦国大臣也罢 他们共同指出了一个问题 在秦国均为赫赫的年代里 东方六国的百姓 鲜少有人愿意主动投奔秦国的怀抱 因为做秦民实在太苦 也就可想而知 在秦二世的时代 那些被难入秦帝国时日上浅的新秦民仍存有对昔日时光的怀念 他们体验过更多的自由 更轻的负益 更松散的控制 见识过更好的生活 他们的记忆还没有完全消失 公元前230年 秦灭汗 公元前228年 灭赵 公元前226年 灭烟 公元前225年 灭魏 公元前223年 灭楚 秦国只用了短短十年时间 就消灭了六国 这是令人惊叹的速度 但这么快的速度也使使皇帝没有足够的时间 来将施加在旧秦民身上的那套育民体系全面移植到新秦民身上 他还没有来得及摧毁新秦帝上的一切有组织的中间力量 进而使所有百姓 以原子化的形态直接面对国家的汲取 或者说他还没有来得及在六国之地造就出一个强大到极点的政府 一个萎缩到极点的社会 以及一群沉没到极点的个人 49 所以 当陈胜于公元前209年 也就是楚国灭亡后的第14年 在楚国故地启示时 他得到了诸多昔日豪杰的响应 其中包括了春生军门下的游侠周文 信陵军门下的游侠张尔 有史记 张尔《陈鱼列传》不难看出 张尔这样的人物尽管在入秦之后失去了效仿信陵军广纳门客的现实条件 甚至落魄到坐立尖门、被李立鞭斥的地步 但它并不是一个原子化的存在 与张尔为文景之交的陈鱼自称常游兆 知其豪杰及地形 即是这些人社会活动能力犹在的名正 刘邦起事前的经历也显示了旧秦帝的育民体系尚未能够在新秦帝完全铺开 刘邦年轻时曾是张尔的门客 公元前225年 秦军水灌大梁城 灭了魏国 张尔成为朝廷的通缉犯 不得不仓皇出逃 刘邦也只能结束门客的生活 返回故里 五十一四年 秦军攻处 尽收淮北之地 刘邦从处人变成了秦民 但他早年作为游侠构筑起来的社会关系和活动的力量并未因此而消散 在体制内 他可以得到萧和、曹参等配宪之力的维护 在体制外 他有凡快这样的爪牙、十载与高祖聚饮 他口称以万钱作为贺礼 实则不待一钱 成功与善配令、辟酬、从支克五十二的旅工 他显然不是一般的平民、结交 进而成为殷亲 这个过程也是典型的游侠行为模式 刘邦至咸阳剑矢皇帝而感慨 皆呼 大丈夫当如此也 五十三 像羽于慧姬见始皇帝而发出豪言 必可取而代也 五十四 新秦民、中非原子化、有社会活动力量的六国的旧贵族与豪杰、游侠的这种心态远不是一场东巡可以消灭的 使皇帝不能 胡亥自然更不能 也就是说 当秦二世胡亥在公元前二百一十年登基 他所面临的现实是 秦已消灭六国 但还没有来得及消化六国、残余的贵族、游侠、豪杰、文士如齿孔门礼器、投奔陈胜的鲁帝之儒和宗族势力 尚未将他们变成原子化的个体 而天下苦秦久矣是自商样变法的时代开始 已经延续了一百三十余年的一种常态 这个时候 胡亥开始清洗秦帝国的统治基础、官吏集团 于是 秦帝国的统治基础分崩离析 再加上外部又出现了有组织的武装力量 亡国就成了一件顺理成章、水稻渠成的事情 一、司马迁、史记、陈设世家 中华书局1959年版 第1950页 二、夏林勋、天下苦秦久矣别解 山东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1991年第三期 三、赃之飞 社会冲突的制度时考察 以秦汉土地复役为例 史学月刊2015年第十二期 四、赃之飞 龙岗勤俭、行田蟹 兼谈龙岗勤俭所反映的田质问题 秦汉研究2007年第一期 五、宋敏 《试论秦的土地国有志》 《求是学刊》1980年第四期 六、司马迁、史记、《商君列传》 中华书局1959年版 第2230页 七、刘泽华 八十字数、生活、读书 新知三联书店2017年版 第361页 八、张金光 秦治研究 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 第109-110页 九、甲义 新书、孰远 见甲义集 上海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 第59页 十、环宽 《盐帖论》、行德 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 第113页 十一、商样 商君书、定份 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 第80页 十二、司马迁、史记、高祖本纪、中华书局1959年版 第362页 十三、司马迁、史记、秦始皇本纪、中华书局1959年版 第2551页 十四、司马迁、史记、李斯列传、中华书局1959年版 第2551页 十五、税虎地秦木竹简 文物出版社1978年版 文物出版社1978年版 第195页 十六、睡虎地秦木竹简 文物出版社1978年版 第263页 十七、商样、商君书、去墙、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 第16页 十八、班固、汉书、贾义传、中华书局1962年版 第2244页 十九、班固、汉书、贾宗梅路传、中华书局1962年版 第2333页 二十、班固、汉书、李悦志、中华书局1962年版 第1030页 二十一、班固、汉书、石获至上、中华书局1962年版 第1126页 二十二、司马迁、史记、秦始皇本纪、中华书局1959年版 第269页 二十三、司马迁、史记、平金侯主妇列传、中华书局1959年版 第2954页 二十四、司马迁、史记、平金侯主妇列传、中华书局1959年版 第2958页 二十五、杨宽、战国书局1959年版 第267页 二十七、司马迁、史记、秦始皇本纪、中华书局1959年版 第268页 二十八、司马迁、史记、秦始皇本纪、中华书局1959年版 第268页 二十九、司马迁、史记、史记、秦始皇本纪、中华书局1959年版 第268页 三十、司马迁、史记、李斯列传、中华书局1959年版 第2552页 三十一、司马迁、史记、李斯列传、中华书局1959年版 第2552页 三十二、司马迁、史记、秦始皇本纪、中华书局1959年版 第268页 三十三、司马迁、史记、秦始皇本纪、中华书局1959年版 第284页 三十四、司马迁、史记、李斯列传、中华书局1959年版 第2553至2554页 三十五、司马迁、史记、李斯列传、中华书局1959年版 第2554至2557页 三十六、司马迁、史记、李斯列传、中华书局1959年版 第2557页 三十七、司马迁、史记、秦始皇本纪、中华书局1959年版 第271页 三十八、司马迁、史记、陈摄氏家、中华书局1959年版 第1952页 三十九、司马迁、史记、项羽本纪、中华书局1959年版 第297页 四十四、司马迁、史记、张尔、陈瑜列传、中华书局1959年版 第2575页 四十一、司马迁、史记、李斯列传、中华书局1959年版 第2552页 四十二、司马迁、史记、项羽本纪中有项梁部署吴忠豪杰为校尉、侯、司马的记载 实记、陈摄氏家中有陈摄启士占据陈县后号令赵三老、豪杰与接来会计士的记载 分别建中华书局1959年版 第297、1952页 四十三、寻旷、寻字、强国、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 第95页 四十四、司马迁、史记、白启王简列传、中华书局1959年版 第2335页 四十五、刘相、战国册、赵一、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版 第368页 四十六、刘相、战国册、赵三、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版 第422页 四十七、同卫敏、商军书、赖明天成书新探 史学史研究2008年第三期 四十八、商样、商军书、赖明、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 第四十八页 四十九、李若辉、郡县制时代 由权力建构与社会控制论秦志卿的社会性质 文史哲、2011年第一期 五十、司马迁、史记、张尔臣于列传 中华书局1959年版 第2571至2573页 五十一、史记、张尔臣于列传载 高祖为不一时 长述从张尔游、刻述月 中华书局1959年版 第2572页 又、史记、为公子列传载 高祖使微少时、朔闻公子贤 及及天子位、美过大梁、长辞公子 中华书局1959年版 第2385页 五十二、司马迁 史记、高祖本纪 中华书局1959年版 第344页 五十三、司马迁 史记、高祖本纪 中华书局1959年版 第344页 五十四、司马迁 史记、高祖本纪 中华书局1959年版 第296页 第三章《白马之盟》的玄机 公元前206年建立的西汉王朝 是在反秦战争中诞生的 带有浓重的反秦制色彩 所以在最初的五十年里 他的统治模式与商鞅、韩非设计的秦制存在着一定程度的偏离 这种偏离主要体现为西汉建立之初五十年尊奉黄老之学的《无为而至》 《无为而至》这一政治主张来自老子 老子是一本写给统治者 也就是书中称呼的《圣人、看的书》 老子呼吁的《无为》并非后世道家所宣扬的宗教意义上的与世无争 而是希望统治者收敛自己的理想与欲望 书中写得明白 圣人欲不欲 不贵难得之祸 统治者应该收敛自己的欲望 别动不动就要什么西是珍宝 圣人以辅万物之自然而不敢为 统治者要顺应自然规律去行事 不要为所欲为 老子还给圣人分出了等级 太上不知有知 其次亲而欲知 其次未知 其次伍之 最好的统治者会让百姓感觉不到他的存在 因为他完全不搞事 一般的统治者会让百姓喜欢他 赞誉他做一些对百姓有好处的事 坏的统治者会让百姓畏惧他以《严刑郡法》压迫百姓 最坏的统治者会让百姓恨他、骂他、诅咒他以暴力控制、诈取、迫害百姓 一 但西汉初年皇帝的无为而至与老子的本意有着相当大的差距 实际上 是白马之盟确立刘姓为王的准契约构筑出的一种特殊的权力结构与统治基础 迫使汉初的皇权不得不以无为自居 对自己的野心与欲望加以约束 白马之盟是汉高帝刘邦与诸侯王、众臣三方共同见证而立下的盟事 所以可以称之为契约 但这个盟事的具体内容并未行诸文字、公开刊行 所以加一个准字 一 西汉建国的游侠底色 金人常以史书中有无赖一词 误会刘邦是个地痞流氓 其实不然 无赖一词建于史记 高祖本记中刘邦的字述 当时 魏阳公建成 刘邦大会诸侯、群臣燕饮 席间向老父敬酒 有这样一段说辞 使大人常以臣无赖 不能致产业 不如仲利 金某之业所就属于众多 二 在《说文解》字中 赖、利也 刘太公指责刘邦无赖 是说他没有正经营生 不能像刘仲那般致产业 并非指责刘邦是个地体流氓 其实 青年刘邦的自我期许乃是做一名游侠 刘邦只比秦始皇小三岁 他的童年是如何度过的 史料没有记载 关于他的少年时代的记载也相当匮乏 只在《汉书·韩鹏英卢吾传》中有一林伴兆 卢婉、丰仁也 与高祖同礼 婉亲与高祖太上皇相爱 即生男、高祖、婉同日生 礼中持养酒贺两家 即高祖、婉状、学书、又相爱也 礼中家两家亲相爱 生子同日、状又相爱 赴贺养酒 少年刘邦学书期间与卢婉一起相投 能获得乡里父老的养酒之贺 他应是个追求上进之人 刘邦成年后不甘庸禄 离乡背井 踏上游侠之路 与他的上进心多少应有些关系 信邻君为公子无忌是青年刘邦的偶像 刘邦其实没有见过信邻君 踏踏上游侠之路时 信邻君早已去世 但他居住的佩郡封义乃是战国末期楚 魏两国的边境地带 从当地的魏国移民口中 想必刘邦听过不少关于信邻君和他三千门客的故事 比如城门下的侯营 屠宰厂里的朱亥 对信邻君这位将战国时代游侠之风 推向巅峰的人物 刘邦终生怀有崇敬之情 汉高帝十二年公元前一百九十五年 也就是刘邦人生的最后一年 他征伐情不归来 路过大梁 祭祀过信邻君墓 意识到自己时日无多 还特意为信邻君留下五户人家 为其守墓 命其世代奉祀 四 刘邦游侠生涯的顶点是做了张尔的门客 张尔原是信邻君的门客 信邻君去世后 张尔回归江湖 恢复游侠身份 后在外皇遇到一桩姻缘 继承了妻子家的财富 从此以外皇为基地 自卫门主 他以信邻君的后继者自认 网罗天下游侠 其影响力引起了魏王的注意 又做了外皇县令 外皇大致在今天的河南商丘 封义大致在今天的江苏丰县 两地相距大约一百多千米 刘邦何时来到外皇 如何成为张尔的门客? 已不得而知 史记 张尔陈于列传仅如此记载 秦之灭大梁也 张尔加外皇 高祖为不一时 长数从张尔游 刻数月 张尔与刘邦是战国时代的最后一批游侠 公元前230年 刘邦27岁 秦灭汗 前228年 刘邦29岁 秦破诏 前226年 刘邦31岁 秦县燕都继承 前225年 刘邦32岁 秦军水灌大梁 为国灭亡 刘邦的游侠生涯就此走到了终点 秦国以法家思想为治国准则 凭借凡于秋图 密于宁知的律法和高效的官吏体系 在人力与物力的汲取上优于山东六国 在秦始皇的政治版图里 没有体制外的势力存在的空间 所以 为国灭亡后 游侠领袖张尔就成了秦国通缉名单上的重点人物 张尔出逃 刘邦只好返回家乡 但家乡佩郡封义已容不下游侠 公元前223年 秦军60万进攻楚国 楚江项燕兵败 淮北之地入秦 佩郡也在其中 王储归秦 刘邦的人生发生了重大转折 公元前223年前后 刘邦参加秦国地方小吏选考合格 被任命为佩郡四水亭亭长 这一年 他34岁 公元前210年 刘邦47岁 负责押送前手前往黎山府摇曳 因逃亡者众 他干脆趁夜将押送的前手全部释放 抛弃了秦帝国体制内小吏的身份 顿入盲荡山中 回归游侠的身份 刘邦自身的游侠底色与西汉政权的游侠底色是一致的 日本学者首屋美都雄在《关于汉高祖集团的性质》一文中详细考察了刘邦政治集团中的课 中娟、摄人羽族 得出结论 认为他们在秦末乱世中选择与刘邦结合是基于一种平等的信任关系 这种信任关系的来源正是刘邦的任侠仗气 其中一个显著的表现是刘邦入属之时 其他诸侯中仰慕并跟从他的人多达数万 与信陵军门下的时刻三千颇为相似 刘邦的游侠底色也体现在集团成员的行为模式上 张良作为韩王的信使出使刘邦 恰逢汉军战败 岌岌可危 人劝张良速速离去 以免受迟余之殃 结果被张良以汉王与我相交 此时亡去不易的理由拒绝 处汉之争进入关键时刻 快通劝第三方的关键力量 韩信乘机三足鼎立 当年的游侠 如今的齐王韩信拒绝这一提议的理由 同样是汉王欲我甚厚 韩信还说 汉王载我以骑车 依我以骑依 时我以骑时 无闻之 成人之车者载人之患 依人之依者怀人之忧 识人之识者死人之士 无其可以相利被一呼 这是一段典型的游侠之间的信任关系 刘邦将自己的车让给韩信坐 将自己穿的衣服送给韩信穿 将自己吃的食物拿给韩信吃 这是一种典型的游侠之意 作为反馈 韩信想要在刘邦之患怀刘邦之忧死刘邦之事 也是一种典型的游侠之意 稍加留意 其实不难发现 以游侠为底色 在秦末乱世中取得成功的并非只有刘邦一人 刘邦代之如兄长的王陵 以游侠身份聚众数千人 成为一股不容忽视的反秦力量 九、英部、彭越等人均以游侠起家 为众豪杰所推举 十、刘邦曾经的门主张 而更不必说 乃是反秦运动中极著名的游侠领袖 秦帝国扩张太快 严密的法家网络尚未来得及消灭隐匿在民间的游侠力量 当乱世来临 山东六国的游侠们成事而上 极大的影响了历史的进程 这样的建国背景很自然地使得游侠之风在汉初的社会生活中相当盛行 代国向国陈西门下游侠 时刻如云 一度从车迁城 诸家收留王命游侠祭部 还设法为祭部向刘邦求情 所谓得黄金百金 不如得祭部一诺 正体现了汉初社会对游侠精神的认同 司马迁在史记中为游侠单独立传 其深意也正在于此 无史记 游侠列传 不足以解释西汉建国的背景 二 军工集团的权力与义务 正因为西汉建国有这样一种游侠底色 所以 刘邦称帝后 与下属形成的 并非后世通常所言的君臣关系 而更近似于一种平等的契约关系 这种关系建于西汉初年的财富分配与权力分配 先说财富分配 高地五年 公元前202年 刘邦召集汉及其他诸侯国的军队在该下与项羽决战 获胜 同年五月 汉初继承秦制 以十月为岁首 故高地五年十二月再前 五月再后 刘邦发布诏书 解散军队 命其归家 诏书的核心内容是谈如何优待爵位高者 重新分配社会财富 具体来说就是给参与楚汉之争的军力族分配田宅 具例开源的推算 这场社会财富的重新分配大约涉及六十万军力族 若将六十万军力族的家庭人口也算在内 则大约涉及三百万人口 占汉初总人口的十六、二十 根据《汉代军法》 第五等爵位 大夫应授予五百亩土地和二十五亩住宅地 如此 六十万军力族应授予的耕地总量约为三亿亩 住宅地总量约为一千五百万亩 占全国耕地总量的四十左右 十二 这个规模是相当惊人的 刘邦自然也很清楚 要将全国四成左右的耕地拿出来 重新分配给六十万军力族 在操作上是一件相当困难的事情 但他选择这样做 也有不得不为的理由 西汉帝国是在反秦、反项羽的战争中建立起来的 内部组织带有浓厚的游侠色彩 刘邦要想坐稳地位 首要之物是与驻他建国的功臣共享胜利成果 西汉立国之初 社会财富重新分配的目的是在汉帝国内部形成一个新的既得利益集团、军工集团 这个集团是西汉立国的基础 也是刘邦统治的基础 再说权力分配 高地五年二月 也就是前述社会财富重新分配开始的三个月前 刘邦在定陶似水之北即皇帝位 由汉王升为皇帝 刘邦即位与后世的皇帝登基大不同 既没有改元 也没有改制 连采用了何种仪式 史书也没有记载 但史书详细记载了刘邦何以有资格做皇帝 据汉书、高地记 刘邦做皇帝是诸侯王一致推举的 西汉初年的推举与后世的劝进很不一样 曹丕代汉、赵匡印取代后周 虽有群臣的劝进、表彰 但只是堆砌辞早、走个行事 相比之下 在高地五年二月 楚王韩信、韩王信、淮南王英部、梁王彭月等诸侯王的劝进文章不但用词质谱 陈述的汉王刘邦理应登基为帝的理由也及时在 总结起来 诸侯王们的意见共有两点 意刘邦在诸侯王中功最高 所以地位应该比诸侯王高一些 可以做皇帝 这里的公指的是灭秦与灭项羽 即所谓起于细微、灭乱秦 微动海内灭秦与以僻露露之地 自汉中行微德 诸不易、灭项羽 诸侯王一致认为 在灭秦与灭项羽的战争中 刘邦的功劳最大 刘邦在诸侯王中得最高 所以地位应该比诸侯王高一些 可以做皇帝 这里的德指的是 恢复诸王和封赏功臣 即所谓存亡定微 就败即绝 以安万民恢复各诸侯王因项羽暴虐 而失去的王位与立友公功臣接受第十亿论功行赏 十三 根据这两个理由 诸侯王们认为刘邦得失四海 诸侯王不足以道之 诸侯王的名号不足以匹配他 居地位甚时宜 他应当做皇帝 显然 刘邦的地位与秦始皇的地位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 秦始皇的地位意味着至高无上、不容置疑的权力 是一种绝对权力 刘邦的地位仅仅意味着他的功与德相对其他诸侯更大、更高一些 是一种相对权力 相对权力的边界非常模糊 所以汉初的高层政治中充满了试探与杀戮 高帝十二年三月 自觉时日无多的刘邦终于决定妥协 试图通过颁布诏书 将权力的边界固化下来 在这份被称作《高帝十二年三月照》的诏书里 刘邦这样写道 吴立为天子、必有天下、十二年于今已 与天下之豪士贤大夫共定天下、同安吉之 其有公者上至之王、赐为列侯、下乃十亿 而众臣之亲、或为列侯、皆令自治利 得妇脸、女子公主 为列侯十亿者、皆配之印、赐大帝氏 立二千十、喜之长安、寿小帝氏 入蜀汉定三秦者、皆是师父 无于天下贤士功臣、可谓王负矣 其有不义被天子善起兵者、与天下共伐诸之 不告天下、是明之正义 十四 首先 刘邦在诏书里确认 汉帝国的天下是自己与天下之豪士贤大夫共有之天下 因为是众人一起打下来的 其次 刘邦谈及做天下的原则是按照功劳的高低排列 功劳最高者做皇帝 次高者做诸侯王 再次者做列侯 又次者可以识意 依次往下 颁布这份诏书时 刘邦的病情已经恶化 一个月后 刘邦去世 高地十二年三月照其实可以视为《百马之盟》的具体成果 《百马之盟》的具体时间 史书没有明文记载 大体可以推断是在高地十二年二月到四月间 盟约的主要内容之一是《非流氏不得亡》 刘邦废除燕王卢婉 完成《非流氏不得亡》的实际格局 是在高地十二年二月 刘邦去世是在四月 也就是说 《百马之盟》与高地十二年三月照大体是同时完成的 关于《百马之盟》的具体内容 史书记载相当零散 搜集、整理起来 可以总结如下 一 王与侯的分封只能由皇帝进行 二 只能在刘氏皇族内封王 三 只能对有公者封侯 四 若违反上述约定 天下共机之 十五 当日参加盟事的有刘邦和众多利友军功的老臣 可以确定在场的有王陵、周伯与陈平等人 内容涉及刘姓诸侯王 他们中的某些人 李英也参与了盟事 也就是说 结盟者是三方力量 代表宫廷力量的刘邦 代表王国力量的刘姓诸侯王 以及代表军工集团力量的列侯 刘邦称帝之后 军工集团逐渐转移到了以丞相为首的汉帝国政府当中 代表军工集团利益的陈平、周伯等人 此时控制着汉帝国政府的日常运作 三方力量在盟约中各有权力和义务 先说权力 对军工集团而言 非有公不得侯 可以保证现存军工列侯的权益不会被皇权随意稀释 对诸侯王而言 非刘氏不得王 可以保证现存诸侯王的权益不会被权臣侵犯 对皇帝而言 在遵守上述限制的前提下 王与侯的分封大权仍操于棘手 再说义务 对诸侯王而言 必须维护刘氏皇权 防范军工列侯 侵犯皇室权益 对军工列侯而言 也必须维护刘氏皇权 防范诸侯王侵犯皇室权益 对皇帝而言 必须恪守非刘氏不得王 非有公不得侯的规则 保证诸侯王和军工列侯的权益 西汉初年宫廷、皇帝、政府、军工列侯、王国、诸侯王三族鼎立的权力分配明显是反秦制的 高帝十二年三月照与白马之盟对汉帝国核心权力的分配是理解刘邦死后诸多政治现象的重要背景 比如 从汉高帝刘邦到汉景帝 依次担任汉帝国政府首脑 也就是丞相职务的分别是 萧和曹参、王陵、陈平、沈时期旅产、周伯、冠英、张仓、申徒家、陶清、周亚夫、刘舍未晚 从萧和到申徒家都是汉初军工集团第一梯队的元老 只有旅产牵涉平定诸旅之乱的政变 是个例外 从陶清到刘舍 已是汉景帝时代 第一代军工集团的元老死亡殆尽 这三人属于军工集团的第二代 魏婉是汉代第一个非出身于军工集团的丞相 这份西汉初年历任丞相的名单可以说是白马之盟的直接结果 管理政府、朝廷的权力是军工列侯的权益所在 所以按惯例丞相由军工列侯担任 无功者不得为相 即使第一代军工集团死光了 也需由第二代军工集团继任 此外 汉初 丞相的人选 往往也直接取决于军工的高低 而非皇帝的意志 汉帝国的第一任 丞相萧和 军工在列侯当中排名第一 第二任丞相曹参 军工在列侯当中排名第二 据《汉书·曹参传》记载 曹参在齐国相国任上 听到萧和去世的消息 告舍人去执行 吴将入相 居吴和 使者果赵参 十六 萧和一死 赵令卫道 曹参就收拾行装 准备去长安继任丞相 其自信正源于自己的军工排名第二 按照白马之盟 丞相非他莫属 再如 所谓的诸吕安流 也与白马之盟确立的权力分配体系 被打破有直接关系 吕后时代 黄权有意削弱军工列侯的权力 汉惠帝曾经在朝会上责问丞相曹参为何对正是少有举措 曹参反问惠帝 陛下自查圣武蜀与高帝 曹参问 陛下自比先帝高帝刘邦如何? 惠帝回答 朕乃安敢望先帝呼 我如何敢与先帝相提并论? 曹参又问 陛下官臣能属与萧和贤 陛下堪臣和萧和相比 谁更有能力? 惠帝回答 君似不及也 朕觉得你不如萧和 曹参遂说 陛下言之是也 且高帝与萧和定天下 法令既明 今陛下垂拱 参等守职 尊而勿施 不亦可忽 他说 陛下所言甚是 高皇帝与萧和一起定下治理天下的制度 陛下只要垂拱无为 臣等尽职尽责 遵循成立即可 此番责难与反驳之后 惠帝即不再过问正事 这一著名的萧归曹随典故的实质是皇权有意过问并干涉朝政 军功列侯抗拒皇权过问并干涉朝政 十七 曹参死后 吕后将丞相之职一分为二 以王陵为右丞相 陈平为左丞相 也是为了削弱军功列侯掌控朝政的权力 王陵的军功在列侯中排名第十二 陈平排名第四十七 尽管陈平与吕后在个人关系上较为亲近 但王、陈二人均属军功列侯 这一人事变动仍在军功集团的容忍范围之内 危机出现在吕后去世之后 临终之际 吕后对朝廷的高层人士做了一番安排 以左丞相沈时齐为帝太傅 以吕王产为相国十八 吕产是吕后兄长吕则之子 从吕后临朝称至起 一直执掌南军 负责宫廷的警备工作 吕产以外妻身份出任相国 打破了汉初以来只有军功集团人士能够担任丞相的惯例 破坏了白马之盟确立的权力分配原则 被军功列侯视作宫廷势力向朝廷的渗透 于是公元前180年 以周伯、陈平为首的军功集团发动政变 诛杀了以吕产为首的吕氏家族 并捏造安刘毕博的刘邦遗言 将整个事件粉饰成了朱吕安刘 19 这样的粉饰很值得玩味 一方面 军功集团不惜诉诸武力 也要维护白马之盟划定的属于自己的利益范围 另一方面 军功集团又不能打出维护白马之盟的旗号 而是要用朱吕安刘这样的说辞来隐藏事件的真相 说明白马之盟在当时的汉帝国是一个尴尬的存在 当初盟事时 既未将具体的盟约内容坎坷实杯 也未能制成文件公布天下 也就是没有制度化 公开化 这直接导致军功集团无法以维护白马之盟为理由 来为自己铲除旅后外戚集团辩护 汉文帝即位后 吸取诸吕之乱的教训 将宫廷势力从朝廷撤出 恢复了丞相只能由军功列侯担任的惯例 丞相一职也由两人改回一人 先是在列侯中军功排名第四的周伯 再是排名第九的冠英担任丞相 冠英死后 由排名第六十五的张仓继任 张仓为相十五年 退休后由申徒家继任 申徒家的出身与之前的军功列侯稍有不同 虽同样拥有军功 但申徒家是从普通士兵一步步爬上去的 文帝之所以选中申徒家 也是迫不得已 据汉书《张周照任申徒传》记载 张仓免相 文帝以皇后帝斗广国贤有刑 欲向之 曰 恐天下以无私广国 久念不可 而高帝时大臣于见无可者 乃以御史大夫、申徒家为丞相 二时 文帝重义斗广国之才 但斗广国出身外戚 而非军功集团 这使文帝犹豫不决 最后 即使高帝时代的大臣所胜无几 建国四十余年 高帝时代的军功列侯几乎死亡殆尽 文帝仍谨慎地选择了建国之实力有军功的身徒家 西汉初年皇权的谨小慎微于此可见一斑 三 百姓用脚投票奔向王国 刘姓诸侯王也参与了《白马之盟》这一准契约的定例 军功列侯与皇权之间发生过诸吕安流的血腥政变 刘姓诸侯王与皇权之间则发生过更为残酷的战争 即汉景帝时代所谓的七国之乱 七国之乱这个词是典型的皇权本位 常见的表述中 所谓七国之乱是这个样子的 景帝时 诸侯王势力膨胀 威胁到中央的统一 为削弱诸侯王势力 朝措建议景帝查诸侯王之罪 削其封地 收其之郡 引起了诸侯王的不满 景帝三年 公元前一百五十四年 正月 吴、楚、赵、郊西、济南、滋川、郊东等七诸侯王以诸朝措、清军策为名 联合发动叛乱 景帝乃遣大将军窦英 太尉周亚夫将兵平定叛乱 二十一 阅读这段文字的人 难免会被 膨胀、叛乱、平定、叛乱等带有强烈价值判断色彩的词汇影响 进而觉得吴王、刘弼等七个诸侯王权是反面人物 汉景帝则代表了绝对的正义 而其实这不过是一种文字技巧营造的错觉 贾义当年对汉文帝说过这样一段话 今淮南帝猿者祸数千里、月两诸侯、而现属于汉 其利民遥逸往来长安者 自息而补、中道一臂 钱用诸费称此 其苦属汉而欲得王至甚 不逃而归诸侯者已不少矣 其事不可久 二十二 贾义说 淮南由中央直接控制的广阔土地上 横跟着梁和淮南两个王国 中央直属之地的利和民为了负担摇曳 往来于长安 他们用尽自己的家产置办衣装 但往往裁到半路衣服就破了 做中央的百姓 他们感到非常痛苦 很殷切地想要投奔王国 去做梁王、淮南王的子民 时下抛弃田宅 投奔诸侯王之人已经不少 长此以往 不是好事 也就是说 在贾义看来 王国之所以会膨胀 之所以能够吸引到更多的人力 进而产出更多的资源 一个重要原因是 中央的压榨太厉害 百姓不愿再做中央的子民 他们用脚投票 抛弃家园故土 主动跑到王国去了 贾义之言不是孤正 汉文帝给匈奴禅瑜写过一封长信 其中提到 严和亲已定 亡人不足以义众广帝 匈奴无入塞 汉无出塞 犯约者杀之 可以久亲 后无救 巨变 咱们两家已经和亲 那些逃往匈奴的百姓并不足以增长匈奴的力量 从今以后 匈奴人不进来 汉朝人不出去 有人违反了约定就杀掉他 两国自然可以长久地和平相处 汉文帝说的亡人不足以义众广帝 实在是此地无银三百两 若用脚投票 逃往匈奴的汉朝人数量真的极为有限 这件事就不足以拿出来在汉帝国和匈奴的最高统治者之间讨论 汉原帝时的郎中侯英也说 长城以南的汉的鞭人奴婢大多生活愁苦 常想着越过长城逃跑 还经常发出文匈奴忠悦 无奈厚望极和二十四这样的感叹 实际 吴王帝列传里也说 齐居国以同言故 百姓无父 足见更 哲与平甲 岁时存问茂财 赏赐屡礼 陀俊国立欲来捕亡忍者 送贡进浮渝 二十五 大议事 吴国出产铜和盐 国内百姓没有税负的负担 对那些要去负担摇曳的人 会给予相当数量的薪资 逢年过节 慰问人才 赏赐平民 不允许朝廷和其他王国派人来吴国抓捕逃亡之人 《盐帖论》里也说 均有吴王 专山则之饶 博富其民 震善穷乏 二十六 刘碧对辖下百姓征收的赋税较轻 还愿意救济穷困之人 结果就是 那些本属中央管辖的百姓不愿再承担朝廷苛刻的盘剥 用脚投票 抛弃故土家园 顿入吴国 成了刘碧的子民 也成了景帝 袁岸和桑红阳口中的天下亡命、逃亡者、二十七、无赖子弟、生计无所依赖之人、二十八、和山东奸华、二十九 也就是说 七国之乱这个故事存在两个版本 第一个版本是 王国势力膨胀 想要叛乱、中央出兵评判、王国战败、百姓拍手称快 第二个版本则是 中央横征暴敛 百姓用脚投票 顿入王国 王国也汲取民力 但百姓可以两害向权取其轻、王国力量壮大 中央深感不安 率先发难 王国战败 被肢解 百姓失去用脚投票的机会 前者是由 膨胀、叛乱、评判等一系列带有强烈价值判断色彩的词汇刻意构筑的 灌输的是汉景帝本类思维 但对百姓而言 站在孟子的民本立场 后一个版本才是更有思考价值的历史真相 对普通百姓而言 秦治之下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宾莫非王臣与白马之盟约定的体制下的可以用脚投票、可以两害向权取其轻、究竟孰优孰劣 是一个非常耐人寻味的问题 遗憾的是 白马之盟没有固化为稳定的制度 它只维系了不足五十年 一、陈高雍、老子金姐、商务印书馆2016年版 第61-62页 二、司马迁、史记、高祖本纪、中华书局1959年版 第387页 三班固、汉书、韩鹏英卢吴传、中华书局1962年版 第1890-1891页 四、司马迁、史记、魏公子列传、中华书局1959年版 第2385页 五、司马迁、史记、张二、陈瑜列传、中华书局1959年版 第2571-2572页 六、日首乌、中国古代的家族与国家 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 第103-141页 七、司马迁、史记、项羽本纪、中华书局1959年版 第311页 八、司马迁、史记、怀音侯列传、中华书局1959年版 第2624页 九、史记、陈丞相世家载、亡灵者、故配人、史为献豪、高祖威识、匈士陵 林绍文、任气、郝直言 极高祖启佩、入至咸阳、灵异自聚党数千人、居南阳、不肯从佩宫 中华书局1959年版 第2059页 十、汉书、韩彭英卢吾传、载 则兼少年相聚百余人 网从彭、岳、离山之徒数十万人、应、不、皆与其徒长豪杰交通 中华书局1962年版 第1878、1881页 十一、班固、汉书、游侠传、中华书局1962年版 第3698页 十二、李开元 汉帝国的建立与刘邦集团、军工授意阶层研究、生活、读书、新知三连书店2000年版 第52-54页 十三、劝进书籍诸侯王陈慈 建、汉书、高帝纪、楚王韩信、韩王信、淮南王英部、梁王彭月、顾恒山王吴瑞、赵王张敖、燕王赃徒媚死在拜颜大王陛下 先时秦为王道、天下诛之 大王先得秦王 定官中 于天下功最多 存王定威 就拜祭绝 以安万民 功胜得后 又加会于诸侯王有功者 使得力设计 必分已定 而魏昊比拟 王上下之分 大王功德之助 于后世不宣 昧死在拜上皇帝尊号 汉王曰 寡人闻帝者贤者有也 须言王实之名 非所取也 今诸侯王皆推高寡人 将何以储之哉 诸侯王皆曰 大王岂于细威 灭乱秦 威动海内 又以纰漏之地 自汉中行威德 诸不义 立有功 平定海内 功臣皆受第十亿 非司之地 大王得失四海 诸侯王不足以道之 居地位慎时宜 愿大王以姓天下 中华书局1962年版 第五十二页 十四班固 汉书 高地记 中华书局1962年版 第七十八页 十五白马之盟的相关记载 散见于史记与汉书 如《史记》 吕太后本记载 《王灵约》 高地行摆马蒙约非流氏而亡 天下共击之 金王吕氏 非约也 中华书局1959年版 第四百页 《史记》 汉兴以来诸侯亡年表载 高祖末年 非流氏而亡者 若无功尚所不至而侯者 天下共诛之 中华书局1959年版 第八百零一页 汉书 张臣王周撰载 亚夫曰 高皇帝曰非流氏不得亡 非有功不得侯 不如曰 天下共击之 金信虽皇后兄、吴公、侯之、非约也 中华书局1962年版 第2060至2061页 汉书 外妻恩泽侯表载 汉兴 外妻与定天下 侯者二人 故事曰 非流氏不亡 若有王公非上所至而侯者 天下共诛之 中华书局1962年版 第678页 司马迁 史记 曹相国世家 中华书局1959年版 第2030页 司马迁 史记 吕太后本纪 中华书局1959年版 第402页 十九 无养乡 汉初诸吕安流之真相辩 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98年第一期 二十 班固 汉书 《申图家传》 中华书局1962年版 第2100页 张大可 丁德科主编 《史记论诸集成》第七卷 商务印书馆2015年版 第183页 二十二 《甲义》 请封建子弟书 《建》《汉书》 《甲义传》 《中华书局1962年版》 第2261页 二十三 司马迁 《史记》 匈奴列传 《中华书局1959年版》 第2903页 二十四班固 《汉书》 《匈奴传》 中华书局1962年版 第3804页 二十五 《司马迁》 《史记》 《吴王碧列传》 中华书局1959年版 第2823页 二十六 《环宽》 《盐铁论》 《进庚》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74年版》 《第十一页》 二十七 《汉警帝》 《诏书》称 《吴王碧》被得反义 又受天下亡命罪人 乱天下帝 称病不朝二十余年 《见司马迁》 《史记》 《吴王碧列传》 《中华书局1959年版》 《第2833页》 二十八 《元昂》对汉警帝称 《吴所佑皆无赖子弟》 《亡命筑前奸人》 故乡律已返 《见司马迁》 《史记》 《吴王碧列传》 《中华书局1959年版》 《第2830页》 《三红阳称》 《吴王善张海泽》 《邓通专西山》 《山东奸华闲聚吴国》 《见桓宽》 《掩铁论》 《措臂》 《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 《第十页》 《游士肖王与秦治回归》 《白马之盟》是一种对秦治的偏离 因为它没有能够形成稳固的皇帝、贵族平民、农奴式的封建体制 皇权天然追求一家独大 军功列侯与诸侯王位能成功制约皇权扩张的野心 汉文帝运作《列侯救国》 迫使在长安无职务的军功列侯回到自己的封地 不再允许他们长久地驻留长安 极大的削弱了军功集团对长安政治的影响力 使他们在无力串联 发动类似诸吕安流的政变 一、在之后 汉景帝在所谓的七国之乱中取得胜利 王国势力自此衰微 秦治的回归是在汉武帝时代正式实现的 他的回归带给西汉百姓的影响 可以参考汉宣帝时的御使大夫肖旺之劝谏皇帝的一段话 肖旺之说 我从前有一个下属叫做徐公 他的老家在东来 靠近海边 据他讲 往年朝廷一增加海租 海鱼就不出现了 当地的长老还说 五帝实现官场自鱼 海鱼不出 后赋渔民 鱼乃出 二、说的是汉武帝时 朝廷垄断海场 搞起了官营捕鱼 结果鱼都消失了 后来恢复民营 允许百姓自行捕鱼 鱼才再次出现 鱼当然不会凭空从海里消失 让海鱼消失的是秦治皇权莫非王土的贪婪和无远弗戒的迷信 而为了实现其贪婪与迷信 变白马之盟的有限皇权为秦始皇的无限皇权 汉武帝必须彻底抛弃军功列侯 重塑官僚集团作为自己的统治基础 一、遍地皆是失业犹势 高帝三年、公元前204年 楚汉争霸正在要紧关头 谋视利益机给刘邦出了个主意 他说 秦朝残忍无道 罚灭六国 使六国后人无力追之地 陛下如能够复兴六国 福利其后人 他们必感念陛下的人意 愿做陛下的臣子 誓死效命 但张良认为这是个馊主意 他提醒刘邦 天下犹势抛弃弃子 背井离乡 跟从陛下 无不日夜盼望胜利后 能获得尺寸之地的分封 陛下今天福利六国后裔 游士明天就会一晤而散 葛归旧主 陛下还依靠谁去夺取天下 三 张良的话既点名了汉立国的基础 使游士、游侠 也道出了以游士为立国基础的严重弊端 游士是依附于诸侯的流动资源 其流动性与自主性 与君主集权体制天然对立 景帝时代 游士之风仍遍及汉帝国的方方面面 游士的心中没有君臣知道 朝廷对他们而言不存在什么神圣性 其帝游士邹阳就是典型的例子 客游位于中原的梁国时 邹阳遭谗言下狱 他在狱中写给梁孝王的书信很直接地道出了他的游士心态 金人主承能用其秦之义、厚诵、鲁之听 则五伯不足称、三王义为也 四、邹阳说 若梁孝王能采纳战国的齐国、秦国的王霸之道 远离宋国、鲁国的文儒之训 则五伯、春秋时期的五个诸侯之长支流不值一提 上古三王的伟业也不难达成 显然 邹阳不承认景帝与朝廷的权威 他游说梁孝王信誓、仰誓、用誓 已成为五伯三王 这正是朝廷与诸侯王政治博弈的体现 皇权不会喜欢诸侯有这样的想法 汉武帝诸沙游侠郭姐 正是为了杀鸡景侯 但仅凭杀戮无济于事 史记中说 郭谢被杀之后 仍然为侠者急重 其中 官中长安梵仲子、怀里赵王孙、长陵高公子、西河郭公仲、太原鲁公如、林怀儿常青、东阳田君如、虽为侠儿、群群有退让君子之风、北到瑶氏、西到诸渡、南到愁景、东到赵他、宇公子、南阳赵调之徒、此道直居民间折尔 五 不难推想 在郭姐被武帝诸杀之前 汉帝国的游侍 侠、侠、直锋 是何等凡胜 立国五十年 汉帝国仍遍地游侍是有原因的 游侠是意味着一种自由 比如 梅成英劝说吴王留弊 不要举兵 而获得景帝赏识 受召出任洪农都尉 但 多年游侍生涯让他难以在天子守臣的位置上长期待下去 承久为大国上宾 与英俊并游 得其所好 不乐俊利 以并去官 六 自以放肆 任意来去的自由 对游侍媒城有着很大的吸引力 而更重要的原因在于 汉帝国的建立有着深厚的游侠背景 诸侯王及军工集团的势力极为强大 巨大的市场需求刺激了游侍数量的激增 极致文帝、景帝两代 皇权以政治谋略和军事手段打击了地方上的诸侯王和朝廷中军工集团的势力 游侍的市场萎缩 汉帝国却没有能够给失业的游侍提供就业、上升的机会 东汉光武帝建武六年、公元三十年 儒生诸福上了一道奏书 特别提及西汉初年的一个重要社会现象 诸福说 大汉之星 异类功效 历皆积酒 养老于官 致名子孙 因为是姓 意思是说 西汉初年 官吏久任不换 在某个职位上做到老死的人不在少数 很多职位父子相继 官职的名称成了他们家族的姓氏 诸福谈到的这种现象 西汉人王家也注意到了 王家是汉埃帝时期的丞相 他对埃帝回顾了文帝时代的官员任用情况 孝文时 立居官者或长子孙 以官为士 苍士 库士 则仓库吏之后也 其二千十常吏 以安官乐职 意思是说 文帝时代的官吏都是终身制和世袭制的 以至于管仓库的官吏干脆让自家姓仓、姓库 这种情况在两千十以上的大元里也相当普遍 诸福和王家所言触及了西汉初年的一道国策 非有功不得侯 根据这一国策 自高地时代开始 在长安 军功老臣长期把持着朝廷 在地方 军功立足长期把持着基层政权 换言之 西汉开国的前五十年 官僚系统被军功集团控制 知识分子没有正规的上升渠道 去做游侠 去给诸侯王、军功列侯做门客 就成了他们相当普遍的人生选择 然而 随着军功列侯与诸侯王的势力受到皇权压制 逐渐走向衰弱 游士的生存空间也在变窄 到了景帝时代晚期 邹阳、梅成等著名游士已经发出了智鸟雷百 不如一恶、九这样的感慨 智鸟即地方诸侯王、一恶即长安魏央宫里的皇帝 时代变了 游士们明显感觉到有能力的记住已经屈之可数 他们甚至不再游说自己的记住有所为 而是劝他们有所不为 当吴王刘碧准备起兵反抗朝廷时 梅成悲观地说 举吴兵以资于汉 辟游营瑞之父群牛时 拿吴国的军队与朝廷对抗 无异于驱赶文营 去吞噬牛群 二 求贤照里的规训 公元前141年 48岁的汉景帝去世 太子刘彻登基 随即发布了一道求贤照 诏书的大义是让丞相、御史、列侯、忠二千十、二千十等众臣向朝廷举荐贤梁方正、直言赶箭之事 五十多年前的公元前一百九十六年 刘邦也下过一道求贤照 诏书中说 今天下贤者智能 岂特谷之人乎 患在人主不交顾也 贤人已与我共亭之矣 而不与无共安利之 可乎 贤士大夫有肯从我由者 无能遵贤之 不告天下 是明之正义 十一 比较高地和武地的两份诏书 可以明显看到时代的变化 刘邦在《求贤照》里说 希望贤士大夫能够从我由 这三个字带有浓重的游侠色彩 反映出刘邦与贤士大夫之间的关系 与其说是皇帝与陈辽 更像是祭主与门客 刘彻的《求贤照》里就完全没有这样的游侠色彩 他下令征兆贤良方正 且亲自测问下面推荐上来的人才 是典型的君王 选拔陈辽的做派 刘彻清楚 汉帝国游士之风盛行的原因 这些游士或属儒家 或属法家 或属阴阳家 原本积极出入于诸侯王和军功列侯的府邸 需求刺激攻击 诸侯王与军功列侯的规模有多大 汉帝国的游士就有多少 如今 汉帝国致力于打压诸侯王与军功列侯的势力 需要重塑统治基础 如何改造游士自然 也是汉武帝推行变革应有的重要内容 刘彻颁布求贤兆的核心目的是打破军功集团在官职上的久任制和世袭制 也就是打破诸府与王家提及的以官为是养老于官 致命子孙的现象 进而将游士纳入官僚系统中来 这样做 既可以吸引知识分子投入朝廷的怀抱 也可以削弱诸侯王 削弱梁孝王与朝廷勋贵削弱窦英的势力 游士们都是理性经纪人 跟着朝廷有前途 还是跟着诸侯王与朝廷勋贵有前途 在汉武帝时代 并不是一件很难判断的事情 求贤兆颁布后 反响强烈 丞相魏婉上奏 索举贤良 获至身、商、韩非、苏秦、张仪之言、乱国政 请揭霸 魏婉奏秦五帝 那些搞法家和纵横知学的知识分子只会把国家政务搞乱 请求皇帝下达圣旨 不要再任用他们 刘彻同意了魏婉的请求 颁下新的规定 除儒学外 辩处诸家 不用其为治国之术 这就是著名的罢处百家 独尊儒术 打开上升渠道 让游士有机会进入朝廷 又选择性地排斥至身、商、韩非、苏秦、张仪之言的游士 这恰是西汉中期选官制度的一体两面 这种一体两面 恶要来说便是 以秦治政权追求社会的散沙化 不喜欢百姓有组织 与静态化 不喜欢百姓自由迁徙、流通 追求对百姓的严格控制 所以 作为社会不安定因素的游士 需要被最大限度的控制与肃清 于是 暴力诛杀 比如对待郭瀉与提供进入官僚系统的机会 就成了刘彻控制与肃清游士的两大核心手段 相较之下 又以后者为重 二 刘彻要抛弃军工集团 重塑官僚系统 作为自己的统治基础 但官僚系统的容量有限 不可能收纳所有游士 且秦治政权对官僚的价值观、人生观有特殊的要求、苏秦、张仪等搞纵横之术的人就不符合秦治官僚系统的需要 所以 必须引导乃至诱导游士在思想、学术上进行自我转型 而最能起到引导、诱导作用的手段 莫过于体制规定的知识分子选拔标准 有了选拔标准 就可以批量生产相同规格的知识分子 刘彻独尊儒术 是为了让尤士尊儒 他自己是不必尊儒的 事实上 他也从未福音儒学 刘彻排斥至深、商、韩非、苏秦、张仪之言的尤士 是为了让尤士自愿远离身 商、韩非、苏秦、张仪之言 他自己却是赎之深、商、韩非之道的 当然 用儒家官僚取代王侯贵妻来作为新的统治基础 涉及权力的重新洗牌和利益的重新分配 绝不会和平过渡 建元元年、公元前一百四十年的改革风波就是刘彻遭遇到的一次严重挫折 这一年 刘彻对长安的高层人士做了一次极为大胆的变更 任命窦英为丞相 田坟为太位 赵婉为御史大夫 王赃为郎中令 桑红阳为世中 主司才记 除桑红阳外 窦、田、赵、王都有儒学背景 在建元元年的七八月间 刘彻提议设立明堂 刘彻设立明堂的动机至少有二 以设立明堂有助于皇帝巩固个人权位 按易周书的解释 明堂乃周公的创造 是周天子接受诸侯朝建的场所 用以张明尊碑 刘彻年少登基 各诸侯王多为其兄长 书败乃至书祖 朝建时往往灭其年少而不尊 修筑明堂 有重申上下尊碑之意的政治含义 而且 这一时期 刘彻实施了一系列打压诸侯王势力的手段 比如勒令列侯回归封地 不许在长安逗留 勒令列侯拆除封地关卡 各诸侯国需实现交通上的自由、开放等 十三 二、明堂关系到朝廷的权力分配 明堂是儒家的礼仪性建筑 按孟子的说法 明堂者、王者之堂也 是君王、行王政的标志性建筑 西汉开国的前五十年 统治者长期尊奉道家黄老的无为而至当然并非真信黄老 而是诸侯王与军工集团势力强大 皇权不得不顾及白马之盟划定的权力范围 不得不无为 与之对应 军工集团与诸侯王也必须无为 也就是严守白马之盟划定的利益边界 彼此之间才能维持权力平衡 相安无事 如今 军工集团和诸侯王已不再被皇权视为统治基础 且皇帝欲用新的儒家官僚集团取而代之 皇老之学自然成了累赘 设立明堂大有宣告新时代到来的意味 关键是 斗太皇太后汉景帝之母 汉文帝的皇后信奉皇老 建造明堂相当于向汉帝国公开宣布 朝堂之上已是刘彻说了算 所以 刘彻之母王太后深感忧虑 曾如此埋怨刘彻 辱心即位 大臣未服 先为明堂 太皇太后已怒 显然 斗太皇太后也深知明堂背后潜藏的政治奥义 同时开罪诸侯王 军工集团与斗太后的结局自然是悲惨的 刘彻的亲信赵婉 王脏被下狱 不久两人自杀 刘彻本人也自汉帝国的权力舞台的中心消失长达六年 实际 孝吾本纪对刘彻在这六年里的活动无疑字记载 仅以一种意味深长的笔调写道 后六年 斗太后崩 其明年 上征文学知事公孙红等 十五 三 纪主的非正常死亡 斗太皇太后去世 刘彻复出 重启如家官僚系统为统治基础的改革 萧米尤氏之风再次被列为施政的重中之重 大批知名尤氏获记住 如窦英、冠夫、刘安、郭谢等在这场改革中非正常死亡 窦英氏如生 是刘彻在建元元年改革中的亲密战友 反儒学人士信奉黄老之学的淮南王刘安是寄予过刘彻皇位的人 二人与刘彻的关系迥异 但死因是一样的 窦英之死 表面上看似卷入了与田坟、冠夫之间的冲突 冠夫是平定七国之乱的功勋武将 素与丞相田坟不和 窦太后死后 窦英已是过气外戚 田坟正炙手可热 田坟对窦英的欺辱、强占田地 本是新旧外戚之间的矛盾 窦英是窦太皇太后的侄子 田坟是王太后的同母义父弟 冠夫素与窦英交好 也卷入纠纷之中 官司最终打到了刘彻跟前 刘彻裁决外戚的纠纷 权衡的是政治上的得失 而不管是非对错 田坟指责 冠夫在民间横行不法 窦英则指责田坟与淮南亡谋逆 决定纠纷结果的则是田坟的这段话 天下幸而安乐无事 坟得为废父 所好音乐、狗马、田宅 所爱畅忧、巧匠之属 不如为其、贯夫、日夜招聚天下豪杰壮士与论义 富匪而心棒 仰是天、腐化地 辟逆两宫间、性天下有变 而欲有大宫 臣乃不如为其等所为 十六 这番话击中了刘彻的要害 关于窦英养士 十载游士兵克征归之 美朝义大士 调侯、为其、列侯莫敢与抗礼 十七 至于贯夫 本身具有强烈的游侠色彩 不好文学、喜刃侠 已然诺 诸所与交通 无非豪杰大华 家累数千万 时刻日数十百人 十八 多年后 魏清在总结自己的宝身之道时 顺带提及了窦英之死的真相 自为其、午安之后宾客 天子常怯齿 比亲代是大夫 昭贤处不孝者 人主之丙也 人臣奉法尊之而已 何宇昭氏 十九 窦英与贯夫的死是一个信号 新时代来临了 朝廷勋贵、军功列侯与诸侯王的好日子已经到头了 彰显其相对于皇权的独立性、壮大组织力量的养世行为是新时代绝不容许的 新时代要的是一个个原子化的儒家官僚 与一个个原子化的庶民 淮南王刘安的死也是因为同样的政治原因 刘安是诸侯王层面的游士忌主代表 元寿元年、公元前122年 刘彻以殷结宾客、抚循百姓、违叛逆士、二十的罪名、派兵进入淮南国 从刘安家中搜出了准备用于谋反的攻占器械和伪造的玉玺 金印或许真有 或许是栽赃 自知不免一死的刘安选择了自杀 刘安是否想要谋反并不重要 重要的是 他既然招贤纳士 就必须死 杀鸡儆猴 刘安之死为西汉的诸侯王广难门客的风气画上了句号 曾经诸侯王是游士最乐于依附的记住 几乎所有的王国里都能找到游士的踪迹 如梁孝王治下的梁国 招言四方豪杰 自山以东游说之士 莫不避至 其人杨胜、公孙鬼、邹阳之蜀 梁孝王招揽的人才甚至可以和朝廷相抗衡 二十一 以修转淮南子为由 刘安的王府上招纳的门客太多 以至于查昭之日 索连银与淮南王谋反列侯 二千十 豪杰数千人 皆以最轻重寿诸二十二 铲除庙堂上有组织力量的熏贵与诸侯王的同时 元朔二年 刘彻还下诏签洗了一大批郡国豪杰及家产超过三百万钱的富户 充实茂陵 位于长安周边 汉武帝为自己修建的灵寝 这是为了消灭民间的组织力量 使民间社会变成点平的原子化结构 游侠郭谢也在迁徙的名单中 郭谢不愿迁徙 刘彻之母王太后也亲自出面为其求情 结果仍遭刘彻拒绝 同年 郭谢被捕 灭族 二十三 作为底层游士的代表 郭姐知死意味着朝廷已全面开启对民间社会的原子化改造 游士退出 如数上位 无为的时代已经过去 一个以官僚集团为统治基础 对百姓实行严格控制和高效汲取的新国家已经成形 秦智回来了 一、汉文帝运作列侯救国士 剑司马迁、史记、孝文本纪、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422、424、425页 二、班固、汉书、石获至上、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141页 三、利益基的原话是 金秦师德弃义、侵罚诸侯社稷、灭六国之后、是无力追之地 陛下诚能复立六国后世 必已受印 此其君臣百姓必接待陛下之德 莫不相封募义 愿为臣妾 张良的原话是 天下游士离其亲戚、弃坟墓、去故旧 从陛下游者屠欲日夜望咫尺之地 金赴六国、吏、魏、燕、赵、齐、楚之后 天下游士可归是其主 从其亲戚返其故旧坟墓 陛下与谁取天下乎 见司马迁 史记 刘侯世家 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2040至2041页 四、司马迁 史记 鲁仲莲邹阳列传 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2473页 五、司马迁 史记 《游侠列传》 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3188-3189页 六、班固 《汉书》、《甲州梅路传》 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2365页 七、范页 后《汉书》、《诸冯于郑州传》、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1142页 八、班固、《汉书》、《和武王家师丹传》、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3490页 九、班固、《汉书》、《甲州梅路传》、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2362页 十、班固、《汉书》、《甲州梅路传》、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2362页 十一、班固、《汉书》、《高地记》、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71页 十二、班固、《汉书》、《武帝记》、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55-156页 十三、明堂的政治意义、《建徐副官》、《两汉思想史》、《二》、九州出版社2014年版、第22-31页 十四、司马光、《资质通鉴》、卷第十七、中华书局1956年版、第555-156页 十五、司马迁、《史记》、《孝武本纪》、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452页 十六、班固、《汉书》、《豆田冠寒传》、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2389页 十七、班固、《汉书》、《豆田冠寒传》、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2376页 十八、班固、《汉书》、《豆田冠寒传》、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2384页 十九、班固、《汉书》、《魏清获去病传》、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2493页 二十、司马迁、《史记》、《淮南恒山列传》、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3081页 二十一、司马迁、《史记》、《梁孝王世家》、《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2083页 二十二、司马迁、《史记》、《淮南恒山列传》、《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3093页 二十三、司马迁、《史记》、《游侠列传》、《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3187-3188页 第五章 西汉知识界对秦治的批评 汉武帝再造秦治 以儒术为粉饰 以官僚集团为统治基础 对整个汉帝国实施高压控制与高效汲取 造成的直接后果是西汉儒学家夏侯胜所言天下虚好 百姓流离 误故者半 一 夏侯胜的话并非虚言 汉书 《昭帝记》说的也是海内虚好 户口简半 二 《史记》、《库利列传》里也说 汉武帝晚期 天下百姓走投无路 只能群聚为道 南阳有梅冕 《白正》、《楚有阴中》、《杜绍》、其有徐伯 《燕照之间》、《有监炉》、《范生之暑》 大群治数千人 善字号、功成义、取酷兵、誓死罪、妇辱郡太守、都尉、杀二千十、为习告献去巨石 小群以百数、略鲁相离者、不可胜数也 正是天下百姓的群聚为道迫使刘彻停下了无休止的对外战争 将注意力转向内政 他颁布了严酷的《审命法》 若有地方官的辖区内出现盗贼 而他不去补缴 或补缴了却没有成功 那么二千十以下致小立主者皆死 辖区内的地方官自上而下全部地死 但是高压政策丝毫无助于解决问题 底层官吏趋利避害 从此虽有道不敢发 因担心无法剿灭而受到诛杀 他们干脆不再报告境内盗匪的情况 周骏官员同样怕受牵连 乐于与底层官吏合谋 隐瞒所有关于盗匪的情报 于是盗贼尽多 上下相违逆 以文词避法焉 真实的世界已然鼎沸 奏梳理的世界处处太平 如此恶性循环的结果便是 刘彻在位的五十四年里 人口能保持正常增长率约每年增长0.7的只有七年 低于正常增长的有二十一年 而人口减少或毫无增长的有二十六年 所以 当刘彻去世 高压消失 西汉知识界针对秦治的批评也随之到来 知识界对五帝时代的批评曾直指汉帝国的经济政策 环宽留下了伟大的盐铁论 他们也曾直指汉帝国的天命 促使汉埃帝上演了一出自己推翻自己的闹剧 一 贤梁文学大战桑弘 汉昭帝始源六年 公元前八十一年 长安城发生了一场影响深远的思想交锋 交锋的对象 一方是以玉使大夫三弘扬为核心 包括玉使、成相使等在内的官僚集团 另一方是三府、太常举荐的贤梁和各郡国察举的文学 也就是来自底层的中小知识分子 暗地制运行的正常轨迹 这两群人 公卿与不一本无可能聚到一起 就国家的经济路线 从核心理念到具体政策 面对面的唇枪舌剑 官僚集团一贯懒得理会底层知识分子的批评 底层知识分子的声音也一贯难以抵达庙堂 契机始于后援二年 公元前八十七年 这一年 汉武帝死了 武帝死后 受遗诏辅证的大将军霍光与御史大夫桑弘扬分具内庭与外朝 呈对质之势 桑弘扬在朝任职六十年 掌财政近三十年 以其为核心结成的利益集团盘根错节 轻易难以撼动 霍光遂施展手段 于庙堂之上 给予不满桑弘经济路线已久的底层知识分子 及贤良与文学 发生渠道 对桑弘扬实施打击 始元六年二月 六十余名贤良 文学终于首次有机会站到汉帝国经济政策的制定者面前 对其提出尖锐的批评 这场贯穿了恐吓与力争的论辩史称掩铁会议 汉帝国官方从未就掩铁会议发布过任何官方文件 汉书 实货制中的技术非常简单 不足百字 仅扼要地总结了辩论双方的核心观点 贤良 文学要求废除掩铁官营 国家军书 希望政府从商业活动中抽身 吴与天下争利 桑红阳则回应 观影产业乃国家大业 不可废除 五 掩铁之意的具体内容能够流传至今 得益于一位叫做桓宽的儒家学者 实为辩论发生后约三十年 桓宽搜集了当时参加掩铁会议的贤良 文学存于民间的多种记录 续其次第 使其语言 增其条目 编成《掩铁论》一书 还原了这场辩论的大致情状 据《掩铁论》记载 在辩论的过程中 以桑红阳为首的官僚集团始终在恐吓贤良 文学 比如 桑红阳给贤良 文学讲典故 日者 淮南 横山修文学 昭四方游士 山东如 墨贤距于江 淮之间 讲义极论 著书数十篇 然足于背义不沉 使谋叛逆 诸及宗族 以上这段意思是 如 墨之徒当年依附淮南王刘安与恒山王流刺 结果 二王被定为谋逆之罪 如 墨之徒 也祸及宗族 前台词是说 霍光如同流安与流刺 不会有好结果 你们和霍光搅在一起 要当心脑袋 丞相使 也反复给贤良 文学讲古 此言亦所以诸处 而狄山死于匈奴也 处其位而非其朝 圣乎士 而善其上 终以备禄而丧其躯 此毒水为负其类 而蒙其央呼 以上这段意思是 大司农研议反对武帝发行白禄疲毙 死于父匪之罪 对君王心怀毁谤之罪 博士狄山反对攻击匈奴 被武帝送去前线 被匈奴人砍了脑袋 据此 丞相使严厉警告贤良 文学 处其位而非其朝 生乎士 而善其上 诽谤朝廷和皇帝 最后恐将命丧皇权 桑洪扬在讲古中特别喜欢提主妇言以其蛇自杀 酒之类因言获罪的故事 以知威胁贤良 文学 他还以秋缠为例做了一番可怕的比喻 诸生独不见济下之西乎 因生入耳 秋至而生无 这生无意有言 不顾其患 患至而后莫 晚矣 十 以上这段意思是 桑洪扬威胁贤良 文学 你们见过夏末叫得欢得禅吗 秋风一来就全没了声息 你们现在口不择言 等到祸患临头 再想闭嘴 可就晚了 除了恐吓 以桑洪扬为首的官僚集团还在辩论的过程中一再攻击贤良 文学出身低贱 说他们没有资格议论朝廷的大政方针 在桑洪扬看来 具有管仲那般智慧的人不会做卑贱的私益 能像桃朱公范离那般谋算的人不会身陷贫困 据此 官僚嘲笑文学 文学能言而不能行 居下而善上 处贫而非负 大言而不从 高利而行卑 匪欲滋意 已要名采善于当事 十一 官僚们说 你们这些文学能说不能做 身为夏民却讥笑上官 穷困潦倒却非亦富人 别有用心地称颂与诽谤 信口开河地言谈与议论 不过是孤名调语 想要博取世人的称道 官僚还嘲笑贤良 俘虏不过禀卧者 不足以言智 家不满言识者 不足以济世 如皆贫雷 一官不完 安之国家之政 现官之士乎 十二 官僚们说 俘虏不足一把米的人不配谈论治国之道 家中存粮不到一旦的人没资格商议天下大事 你们这些如生穷困潦倒 一官尚且难以齐全 哪里懂得国家之政 周献之士 丞相时也运用了相同的逻辑来攻击贤良 文学 犯疏利者不可以言孝 妻子饥寒者不可以言辞 续业不休者不可以言理 居思事 行思深 而有此三累者 思义足以墨矣 十三 他说 给父母吃粗茶淡饭 不能算是孝敬 让妻子 儿女挨饿受冻 不能算是慈爱 自己的事业还没有头绪 不能算是拥有理政的能力 立身处事 这三点做不好 你们还是给我闭嘴吧 桑红阳等官员赤裸裸地威胁 并未下祖助贤良、文学 比如 丞相时警告贤良、文学 说他们处其位而非其朝 生乎是而善其上 恐将落得命丧黄泉的下场 贤良、文学的回答是 赛事之徒 庸人之口 道于日进而上不闻其过 此秦所以失天下而允设己也 故圣人为政 必先诛之 为巧言以抚妃而轻负国家也 今子安取亡国之语而来乎 悲夫 他们说 堵塞百姓上升的渠道 禁锢他们的言论自由 每日里阿谀奉承 皇帝从来听不到批评之词 这是秦灭亡的原因 所以 圣人执政 必先杀掉花言巧语 倾覆国家之人 如今 你们竟然用亡国之言来吓唬我们 实在是太可悲了 再如 三弘扬 嘲讽如生 穷困潦倒 衣官尚且难以齐全 没有资格谈论国事 贤良 文学的回应是 夫剑不害智 贫不防刑 公轻积亿万 代付积千金 使积百金 利己并财已聚 百姓寒苦 流离鱼露 如独何以玩其衣冠也 十五 他们说 身份低贱 不妨碍有才智 贫困潦倒 不妨碍有德行 你们只知道敛财 公轻积亿万钱 代付积千金 使积百金 百姓饥寒交迫 路上全是流民 我们儒者的衣冠 难以齐全 有什么好奇怪的 盐铁会议期间 贤良 文学不断地重申 藏富于民的理念 将批评矛头集中指向了盐铁官营 国家军书等政策 即由朝廷 直接经营 或间接控制工商业 桑红阳等官员则不断强调 正是自己藏富于国的经济政策造就了五帝时代的辉煌 贤良 文学毫不留情地戳破了桑红阳口中五帝圣事的真面目 比如 桑红阳拒不承认铁器官营对民生有害 还说该政策有助于增长百姓对耕作的信心 贤良 文学却如此描述他们在基层的所见所闻 县官鼓注铁器 大抵多为大器 物应原成 不给民用 民用顿臂 割草不痛 是以农夫作剧 得货者少 百姓苦之矣 十六 官府铸造的铁农具都是些大家伙 官吏只求完成上级布置的铸造任务 完全不考虑农民使用是否便利 农民拿着官府铸造的炖刀 草都割不断 农民花了更多的精力 收获却减少了 真是痛苦不堪 贤良 文学还说 以前老百姓可以自己铸造农具的时候 铁器又便宜又好用 现在官府铸造的铁器多数质量低劣 成本高昂 以前那种几家人合作的民营铁器作坊 一心想着打造好的农具 他们珍惜自己的信誉 质量不好 就不愿意拿到集市上出售 农忙的时候 他们还愿意推着车子 把农具运到田间小路上 方便农夫购买 使他们不耽误农食 既收钱 也可以用粮食换 还可以拿破损的农具添一些钱粮 以旧换新甚至接受奢欠 如今呢 盐铁官赢了 价格统一了 只收钱了 也变贵了 官府生产出来的铁器 大多数是残次品 购买者没有了选择的自由 农民牺牲农食 大老远跑进城来 还常碰上主管铁器专卖的官员不在 只得一趟两趟地跑 于是 穷困潦倒的百姓只好回归到用木棒耕地 用手除草的时代 粮食减产了 吃不起官营的高价盐 百姓就只好吃淡食 以前私营时 农民不必离开耕地 也有充足的好农具可以挑选 如今铁器官营 但官营铁器作坊里的义夫和囚徒 没有生产积极性 常常玩不成上级布置的生产任务 农民不但买不到适用的好农具 自己还会被抓去无偿打铁 而一旦劣质农具出现积压 卖不出去 官员又会强制摊派 将它们卖给百姓 十七 再如 汉武帝元丰元年 公元前110年 桑洪扬在汉武帝的支持下 在全国范围内开始推行军书法 按官方定义 军书法及军书官在甲地以低价买进某种特产 在转运至不出产该商品的乙地高价出售 赚取差价 在盐铁会议上 桑洪扬坚称 自己搞军书是一件平万物而变百姓十八 立国立民的大好事 贤良 文学却毫不留情地指出 他这是赤裸裸的谎言 以前向百姓征税 只征收他们出产的东西 不征他们没有的东西 农夫缴纳农产品 妇女缴纳纺织品 现在 军书法名义上是在当地征收特产 但军书官为了谋取更大的利润 其实际做法是不收当地出产的东西 改为索取当地无法生产的东西 老百姓只好借卖掉自己的产品 去市场 实际上也是由官府经营 上购买军书官要求的东西 最近我们听说 有的地方在命令百姓生产不序 还包括齐、阿的细卷、蜀、汉的麻布等产品 官府对他们任意刁难 用欺诈手段强行以低价收购 农民翻倍受苦 重复耐税 根本看不到军书的意义何在 官府滥发命令 关闭城门 垄断市场 什么东西都强行用低价收购 囤积居齐 造成物价飞涨 等市场严重缺货时在高价出售 谋取暴利 官府经商 以低价购入 高价出售 也根本看不到凭准的意义何在 十九 换言之 所谓的军书法 不过是朝廷以其无远伏借的权力 在经济领域造成全方位的垄断 操纵物价 贱买贵 以谋取暴利 自此 西汉的国家机器自上而下全面商业化 逐利化 民营经济则彻底萎缩 集体退场 据《严铁论》的记载 与官府合作囤积居齐的商人仍部分存在 贤良 文学用事实说话 恼羞成怒的桑红阳 只好诉诸人身攻击 所谓的文学高地即被选为贤良文学的儒生 在才智上必须能够阐明和实施先王的治国之道 不出事 必须为人施表 出事后 必须以身作则 供人效仿 你们这群所谓的文学谈论治国之道 只会一会儿说姚舜 一会儿说 孔子 墨子 真让你们去处理政务就手足无措 可谓嘴上头头是道 现实一事无成 穿着异于乡民的衣冠 能力上无异于凡人 你们被选为贤良 文学 只不过运气好 并不代表有真实的处理政务的水平 我本来就不该和你们讨论治国之道 二十 贤良 文学的回应是 文学不忠圣主之名举 今之执政 亦未能称圣德也 二十一 我们的能力确实有限 但如今庙堂之上执政的官员 能力也高不到哪里去 在掩铁会议上 桑红阳多次提及管仲与商鞅 以他们的理念为自己辩护 显见他是管仲和商鞅的忠实信徒 管仲说过 治理天下的首要之物是必须做到利出一孔 让百姓只有一条获利渠道 只有做到与之在君 夺之在君 贫之在君 复之在君 二十二 对百姓的恩赐与剥夺 百姓的贫困与富有 全部操纵在官府 君王之手 百姓才会视官府为日月 爱君王如父母 商鞅完全继承了管仲的思想 商君书 若民名言民若国强 国强民若 故有道之国 物在若民 具体的做法则是 利出一孔 则国多物 出十孔 则国少物 守一者治 守十者乱 二十三 桑红阳推行的盐铁官营 国家军书正是管仲 商量利出一孔思想下的产物 尽管贤良文学在论辩中将桑红阳批评的体无完肤 但盐铁会议仅象征性地废除了一项九类国营专卖政策 打倒了桑红阳的霍光同样对利出一孔怀有浓厚兴趣 他不喜欢桑红阳 但他喜欢桑红阳设计的盐铁官营 军书政策 正如他喜欢贤良文学对桑红阳的批评 但不喜欢贤良文学展开批评所依赖的政治经济理念 所以 中获光之士 这场由他推动发起的中国思想史上的伟大辩论始终没有形成任何官方文件 也未被载入任何官方档案 参与论辩的六十余位贤良文学 也几乎连姓名都没有留下 全部消失无踪 盐铁会议过去了约三十年后 环宽在搜集资料 编撰盐铁论时 只寻到了四位留下了明获姓的贤良文学 他们是 茂陵唐生 鲁国万生 中山刘子庸 九江祝生 24 较之管仲与商亚 人们将他们遗忘的实在太过迅速 二 既旺以天命约束皇权 与贤良文学大战桑弘洋大略同期 庙堂与江湖之上另有一批知识分子也正以天人感应理论为武器 致力于批判西汉帝国的施政方向 所谓的天人感应理论需回溯至元光元年公元前一百三十四年 那一年 年过四旬的董仲书响应朝廷征兆贤良的诏书 给汉武帝呈上三篇策论 得到了汉武帝的击赏 25 他的三篇策论史称天人三策 天人三策谈了三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天命 也就是王朝的合法性 董仲书说 谁获得天下是由天命决定的 灾疫是天与人之间的一种对话 国家无道 上天就降下灾害来谴责皇帝和朝廷 屡次谴责 警告无效 上天就会改变初衷 把天下交给其他人 天命就会发生变化 反之 国家有道 上天也会降下祥瑞来表彰皇帝和朝廷 第二个问题是汉帝国的国策 也就是选择皇老之学还是选择儒学 董仲书支持的是荣法家、皇老之学、阴阳家于其中的新儒学 第三个问题是教育与选与选举 也就是如何打通体制外的知识分子进入官僚集团的渠道 董仲书攻击了现行的三种官员选拔机制 一郎选 皇帝的进位是臣任期到了可以升迁为官 二任子 二千十 及以上高级官员有资格推荐自己的子弟为官 三自选 也就是花钱买官 董仲书认为 现有的三种办法选出来的官僚未必嫌 他主张建立一种新的官员选拔机制 由地方每年推荐人才给朝廷 由朝廷量才受官 围绕着这三个问题 董仲书提出了五条实质性的建议 第一条 建立明堂 重塑礼制 以约束贵族 尤其是诸侯王 第二条 建立太学 培养官僚 同时从民间选取贤粮 为体制外的知识分子开辟入室通道 重塑汉帝国的统治基础 第三条 推行天人感应 塑造汉帝国的合法性 第四条 限制豪身占田 节制土地兼并 第五条 以新儒学解释儒家经典 以儒家经典统一思想 建立官方意识形态 第一 二条 刘彻早已在付诸实施 第四条打击参与土地兼并的官二代、官三代 与汉武帝着手打造新的统治基础 也就是变军工集团为官僚集团 可以说是直接相关 至于第三条和第五条 刘彻只喜欢其中的军权天兽 其余内容 比如董仲书将民意等同于天意 声称天将在一级意味着朝廷的统治违背了民意 出了问题 进而试图给黄泉套上缰绳 对这些理论 刘彻是没有兴趣的 董仲书最终为获刘彻重用 与他试图给黄泉套上缰绳 有直接关系 祭祀刘邦的高地庙发生火灾 董仲书在文稿里说 火灾之所以发生是由于当今圣上不修德 放任田坟、刘安等权贵横行霸道 主妇演道取董仲书的文稿呈给刘彻 刘彻越后大怒 将文稿交给朝中的御用如生平义 董仲书的弟子吕不书不知文稿 出自董仲书之手 迎合刘彻 给了一个大鱼的恶评 刘彻遂抓住师徒之词迥异这个把柄 以妄言诽谤之罪 将董仲书扔进了监狱 刘彻要的只是君权天寿 相比孔孟的儒学 他更喜欢用法术 行明来控制朝廷 但君权天寿是一把双刃剑 讲君权天寿 必然得讲天人感应 讲天人感应 就得承认上天既会降下祥瑞 也会降下灾疫 如此 褒贬现实政治的权利就会不可避免地被下放到知识分子手中 所以 不管刘彻如何选择性地取用董仲书的理论 最终的结果都会大体相似 汉帝国获得了意识形态上的合法性 知识分子拥有了利用灾疫之说 合法 批评现实政治的手段 天人感应的双刃效应在刘彻死后迅速表现了出来 围绕着君权天寿 皇权与知识分子之间进入了紧张状态 甚至有部分知识分子喊出了要求皇帝善位的声音 汉昭帝原奉三年、公元前七十八年、征月 泰山有巨石立起 长安上林院有枯沃多年的老柳树发出心芽 于是 董仲书的学生 福洁令衰红跑去跟汉昭帝说 石头与柳树是草民的象征 泰山是皇室受善、祭天的地方 如今 大石自立 枯柳复生非人力所为 这昭示着必将由匹夫成为天子 先师董仲书说过 即便是明君 也不可妨碍圣人接受天命 陛下应昭告天下 搜求贤人 承顺天命 将地位善让给他 效法殷州 退位为百里之国的诸侯 二十七 虽红口中的匹夫指的是 流落民间的立太子刘巨 汉武帝的太子 死于乌骨之祸的后人 朝廷可以用妖言获重的罪名杀害虽红 但无法消灭类似的声音 到了以霸王道杂志的汉宣帝时代 又有名儒盖宽饶上奏说 如今儒学衰微 陛下将通行明之学的人当成周公与赵公 拿严行郡法代替 诗书 《义传》里说过 三皇五帝拥有天下 犹如四季运转 时候到了就要换季 不合天命之人是不能强行占据地位的 二十八 他该宽饶地上奏 与其说是劝谏 不如说更像警告和威胁 他的结局是被逼自杀 到了汉成帝时期 又有名为甘中可之人 创作了《天官吏》和《包园太平经》 书的主旨是汉家逢天帝之大中 当更受命于天 天帝使真人赤精子 下教我此道 这显然是在公开宣扬汉帝国的天命已经走到了尽头 实在 甘中可拥有很多信徒 有平民 也有在朝鲜贵 甘中可本人遭到了皇权的打击 被下狱 病死 但《包园太平经》仍在民间流传 经他的信徒不断增补 扩充 到东汉顺帝时期 已集成一百七十卷的《太平清领书》 东汉末年声势浩大的《黄金起义》即与《太平清领书》有关 甘中可并不孤单 与他大略同时代的名儒古勇 也曾当着汉成帝的面说道 天帝从来不会独中一姓 因为天下是天下人的天下 不是某个人的天下 陛下即位以来 忤逆天帝 道行逆施 导致灾难贫生 万物腰伤 臣要提醒陛下 若不悔改 依旧实行恶政 天意将会抛弃汉士 令则有德之君 皇权不遗余力地打击这些大逆不道的言论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 说的人多了 皇帝也终于慢慢失掉了自信 开始怀疑甚至默认自己的天命已经走到了尽头 汉埃帝刘新就是那个失掉了自信的皇帝 随和二年 公元前七年 汉成帝报亡 没有留下子嗣 十八岁的刘新 汉成帝的侄子被拥上帝位 建平元年 公元前六年下 也就是刘新登基的第二年 一个叫做夏赫良的人跑到长安对他说 汉朝气数已尽 改朝换代在所难免 刘新要想继续做皇帝 必须再接受一次天命 必须改纪元 换国号 才能逃过此劫 夏赫良自称是甘中渴的弟子 他还警告刘新 从前成帝不肯接受现实 不愿重新受命 还杀害了我的老师 后来他就绝了后 如今 陛下年纪轻轻 一直疾病缠身 这正是上天对陛下的警告 只有更改纪年 重定国号 改朝换代 才能让陛下延年益寿 早育皇子 31 刘新被说服了 很快 汉帝国的百姓就看到了这样一份诏书 汉朝建国二百余年 气数已尽 皇天庇佑 又给了我们刘氏一次再受天命的机会 朕无德无能 岂敢抗拒 现在宣布改缘更好 建平二年改作太初元年 朕自此成为陈圣留太平皇帝 32 这份诏书的意思是 刘新自己 推翻了自己 这是汉帝国的最高统治者 破天荒地主动承认自己的王朝 气数已尽 随后 围绕着陈圣留太平皇帝出现了各种各样的流言 有人说 陈国是顺帝后裔 刘氏是姚帝后裔 谣传未给顺 而外妻王室汉承帝的母亲 校园皇后王室的家族正是陈国后裔 到了太初元年八月 民间对赵书议论纷纷 夏赫良承诺的家应 也就是祥瑞 却迟迟没有出现 天灾此起彼伏 刘新的病情也不见好转 为了谢泽 夏赫良将问题归咎于朝廷没有更换新的大臣 并向刘新推荐了几位自己的心腹 建议由他们接任丞相 御史大夫等要职 醒悟过来的刘新用一道新的诏书取消了陈圣刘太平王朝 改回建平二年 并处决了夏赫良 在接下来的一年多时间里 刘新忙得手忙脚乱 他要把全国被废弃的七百多座刘氏神祠重建起来 为了求得先祖的原谅 他还要在这一年里 对着上苍和神祠祷告三万七千多次 而汉帝国天命已尽的说法已经因为皇帝的闹剧得到了极大的普及 34 汉帝国天命已尽说法的普及让遭留心放逐的权臣、外齐王莽、王太皇太后的侄子看到了机遇 汉埃帝元寿元年、公元前两年、征月 借着日时的机会 秦王莽的政治势力掀起了一场为王莽名冤的运动 他们声称 按照天人感应理论 日时出现的原因正是埃帝放逐了王莽这样的贤人 压力之下 汉埃帝不得不以年迈的太皇太后王政军需要照顾为由 将王莽召回了朝堂 35 王莽回归朝堂的第二年 刘新去世 1.班固 汉书 虽两下侯经义里传 中华书局1962年版 第3156页 2.班固 汉书 昭帝记 中华书局1962年版 第233页 3.司马迁 史记 库利列传 中华书局1959年版 第3151页 4.葛建雄 夏侯胜与汉武帝妙乐之争 万象2000年第一期 5.班固 汉书 时获至下 中华书局1962年版 第1176页 6.徐复官 两汉思想史 第二册 九州出版社2014年版 第116页 7.环宽 盐帝论 朝措 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 第18-19页 8.环宽 盐帝论 论匪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74年版 第54页 9.环宽 盐帝论 利益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74年版 第60页 10.环宽 盐帝论 散布族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74年版 第65页 11.环宽 盐帝论 地广 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 第37页 12.环宽 盐帝论 地广 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 第37-38页 13.环宽 盐帝论 论匪 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 第56页 14.环宽 盐帝论 论匪 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 第54-55页 15.环宽 盐帝论 地广 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 第38页 16.环宽 盐帝论 水汉 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 第79页 17.盐帝论 水汉 在贤良 文学之言 足图工匠 顾民得占租古著 主言之时 言与五谷同甲 弃合力而中用 金县官做铁器 多苦恶 用费不行 足图烦 而力作不尽 家人相依 父子陆立 各物为善器 弃不善者不及 农士急 晚运眼之千莫之间 民乡与世买 得以财获五谷心碧亦货 或使世民 不弃作业 至填器 各得所欲 更咒省约 县官以图附作善制道桥诸发 民殿之 金总其源 依其甲 弃多奸 善恶无所则 力数不在 弃难得 家人不能多储 多储则震生 弃高于之日 远是填器 则厚粮食 盐 铁甲贵 百姓不便 贴民或木耕手弄 土幽淡食 铁官卖器不瘦或颇负与民 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 第79-80页 十八 环宽 盐铁论 本益 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 第四页 十九 盐铁论 本意载贤良 文学之言 古者之赋税于民也 因其所供 不求所捉 农人那其货 女功效其供 今是其所有 则其所无 百姓贱货物 以便尚求 奸者 郡国获令民作不絮 立自流难 与之为事 立之所入 非读其 阿之间 蜀 汉之不也 亦民间之所为耳 行间卖平 农民重苦 女功在税 未见书之君也 县官伟发 和门善事 则万物并收 万物并收 则勿藤月 藤月则商骨牟利 自事则利荣奸 豪利富商机或储物以待其极 倾甲兼利收件以取贵 未见准之平也 盖古之君书 所以其劳易而辩贡书 非以为利而甲万物也 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 第四页 《二十言铁论》 相似载桑洪扬之言 所谓文学高地者 智略能明先王之术 而资质足以履行其道 故居则为人师 用则为释法 金文学言智则称谣 顺 道行则言孔 莫 受之正则不达 怀骨道而不能行 言直而行枉 道是而情非 一观 有以书于相取 而实无以义于凡人 诸生所谓忠职者 遭识蒙姓 被说是然而 代非明举所谓 故未可语论之也 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 第四十八页 二十一 环宽 《盐帖论》 相似 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 第四十九页 二十二 《管仲》、《管子》、《国序》、《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版 第四百二十四页 二十三 《商样》、《商军书》、《若民》、《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 第六十六杠、六十七页 二十四 《环宽》、《盐帖论》、《杂论》、《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一百二十五页 二十五 《天人三册全文》、《见董仲书》、《春秋繁路》、《天人三册》、《月禄书社》、《一九九七年版》、第三百零三杠、三百二十四页 二十六 《班固》、《汉书》、《董仲书传》、《中华书局》、《一九六二年版》、第两千五百二十四页 二十七 《汉书》、《虽》、《两下侯经义礼传》、《载虽红之言》、《先师董仲书有言》、《虽有记体守闻之君》、《不害圣人之寿命》、《汉家遥后》、《有传国之运》、《汉帝》、《以谁拆天下》、《求所贤人》、《禅以地位》、《而退自封百里》、《如荫》、《周二王后》、《以承顺天命》、《中华书局》、《一九六二年版》、《第三千一百五十三杠》、《三千一百五十三杠》、《三千一百五十三杠》、 《二十八》、《汉书》、《盖诸葛刘正孙无将何传》、《载盖宽扰之言》、《方今盛道尽费》、《如数不行》、《以行于为周》、《诏》、《以法律为师书》、《又隐》、《寒是一传言》、《五帝观天下》、《三王家天下》、《家以传子》、《官以传贤》、《若四时之运》、《功成者去》、《不得其人》、《则不拘其位》、《中华书局》、《一百五十四页》、《二十八》、《汉书》、《盖诸葛刘正孙无将何传 《一九六二年版》、《第三千二百四十七页》、《二十九》、《班固》、《汉书》、《协两下侯经》、《一里传》、《中华书局》、《一九一二年版》、《第三千一百九十二页》、《三十汉、《谷勇杜业》、《载谷勇之言》、《垂三统》、《列三正》、《据无道》、《开有德》、《不思一性》、《明天下乃天下之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千亿之天下》、《一字子》、《听 expenditures》、《四十二人之天下》、《学义 dressed》、《 throne、《一九十五十六年、 王者公行道德 承顺天地 博爱人数 恩吉行为 吉税取民不过常法 公事车伏不于制度 世杰财族 梨树和睦 则挂器礼孝 武征时序 百姓授考 树草藩资 福瑞并详 以朝保佑 世道忘形 逆天报悟 穷奢吉欲 赞免荒淫 傅言侍从 诸竹人贤 离涕骨肉 群小用事 俊行重负 百姓仇怨 则挂器备乱 九征卓油 上天震怒 在一楼降 日月薄石 五星失行 山崩穿溃 水泉涌出 妖孽并鉴 福星耀光 积谨见真 百姓短舌 万物腰伤 终不改悟 恶恰辩备 不负浅告 更命有得 中华书局 1962年版 第3467页 三十一 班固 汉书 虽 两下侯经义里传 中华书局 1962年版 第3192-3193页 三十二 汉书 哀帝纪 载哀帝的诏书 汉兴二百载 隶属开源 皇天将飞财之幼 汉国再获寿命之福 振之不得 和赶不通 夫妻是之缘命 必与天下自心 其大赦天下 以建平二年为太初元年 号约 陈圣刘太平皇帝 中华书局 1962年版 第340页 三十三 班固 汉书 哀帝纪 中华书局 1962年版 第340页 三十四 班固 汉书 交四之下 中华书局 1962年版 第1264页 三十五 班固 汉书 网网传上 中华书局 1962年版 第4043页 第六章 天下归心与天人共器 汉城帝元延元年 公元前十二年 正月初八 家住张业俊路德县北乡义城里的百姓 崔自当 想要前往居延县买一些生活用品 居延汉检记录下了 他此次出行得以实现的经过 一 崔自当向当地政府提交申请 二点一位教中的基层官员受理了他的申请 他审查了崔的经济状况 逃税 漏税 与犯罪记录 确认其有出行资格 三 路德县城棚 出具相关文件 发往崔前往居延县必经的两个城官 该文件同时需要有限怨厌和令史建的复笔签字才能生效 一 所有这些手续都是为了确保生活在边境地区的崔自当不会逃亡匈奴 审查崔的经济状况和犯罪记录 是为了确保他没有逃亡的动机 而且 崔只能在居住地和特定的目的地之间流动 毕竟 只有将人口控制在汉帝国的疆域以内 汉帝国才是真正的帝国 小民崔自当出门的故事 显示了汉帝国对自己在边境地区的统治并无自信 西蒙政权正是在汉帝国丧失自信 知识界也在激烈批判汉帝国 说他天命已尽的背景下诞生的 王莽登上地位之时 可谓前所未有的天下归心 但仅仅过了十五年 西蒙政权就从天下归心走向了天人贡器 王莽也丢掉了自己的脑袋 从统治术的角度来审视 王莽究竟做错了什么? 1.表演赢得万民拥戴 王莽能够得到知识分子的认可 与他近乎变态的政治表演有直接关系 比如 在遭汉哀帝逐出京城 在封地贤居期间 王莽曾逼迫儿子王获自杀 原因是王获杀死了一名家奴 这样极端的做法给王莽带来了极高的声望 实在 王莽在封地贤居的三年里 立民尚书冤送王者百数 有上百人给朝廷帝臣情书 认为王莽遭受到了不公正待遇 要求皇帝将他召回朝堂 2.同行的衬托也让贤居期间的王莽形象变得更加高大 汉哀帝流心为众肃皇权 驱逐已故汉成帝的王室外妻 提拔重用与自己有姻亲关系的丁氏、傅氏 结果 丁、傅两家外妻皆以不学无术与贪的无厌闻名 两相比较 汉帝国的知识分子很自然地怀念起了遭驱逐的王莽 也是因为这个缘故 王莽才能在元寿元年 趁着发生日时的机会运作舆论 成功迫使汉哀帝将自己召回朝堂 汉哀帝去世后 太皇太后王正军第一时间移驾魏央宫 部署王氏子弟控制朝廷中枢 集派使者赵王莽入宫 掌控兵权 属于王莽的表演时代就此全面开启 汉平帝元始四年、公元四年 王莽奏请重修了明堂、辟庸和灵台等礼仪性建筑 明堂、辟庸和灵台是存在于儒家经典中的建筑 明堂是上古帝王宣扬正教的所在 辟庸是上古帝王设立在京城的最高学府 灵台是上古的天文台 是天子直接与上天交流的地方 这些缥缈的礼仪性建筑 是上古时代圣人的标志 大约同期 王莽还奏请卫长安城的儒生修筑了舒适的高级住宅和用来聚会 发表演说的广场 他还在太学恢复了月经 增加了博士的名额 征召天下学者前往长安参与重制礼乐 王莽的举措高度契合了儒家知识分子的政治理想 所以 只要王莽稍加运作 长安城内就出现了对朝廷汹涌澎湃的批评 元十五年 公元五年 正月 魏央宫里堆满了来自民间的抗议信 写信者 既有支持王莽的普通百姓 也有许多王公、列侯与刘氏宗亲 写信的缘由是王莽推辞了朝廷奖赏的田地 引发了百姓的极度不满 他们批评王莽的作风太过谦让 又批评朝廷对王莽的赏赐太过迟缓 太过微薄 实在 利民以莽不受新野田而上书者 前后四十八万七千五百七十二人 四 堆积如山的抗议信将年幼的汉平帝吓坏了 王莽继续表演 再次拒绝了百姓的要求 百姓的情绪配合着他的拒绝 随之达到了高潮 他们要求朝廷直接将王莽认证为当代周公 以傅平侯张纯为首的公卿大臣、士大夫、博士、义郎等高级知识分子 共计九百零二人 浩浩荡荡前往皇宫请愿 要求对公过一、周的王莽速速执行九息之赏 一级赐予王莽 介于皇帝与诸侯王之间的崇高地位 五 此时的王莽是执掌载衡大权的安汉宫 权力以致巅峰 九息之赏的又无并不影响他对汉帝国的实际控制 但王莽没有拒绝九息之赏 因为这是周历记载的终极荣誉 只有周公这样的伟大人物才有资格得到 成为当代周公对王莽而言意义非凡 原始五年 公元五年五月 王莽在一场盛大的仪式上接受了传说中的九息之赏 无人知晓仪式是否合规 因为六百多年前的礼仪规矩早已失传 同年秋天 王莽派出去巡视天下风俗的八方使者陆续回到了长安 他们带回了天下风俗其同的好消息 说民间的风俗已在王莽的引领下回归淳朴 百姓的生活也在王莽的关怀下走向美满 他们还带回了百姓赞颂王莽的诸多歌谣 总计达三万余字 也是在这一年 王莽提出了自己的终极政治理想 是无二甲 官无欲诵 亦无盗贼 也无鸡民 道不时宜 男女异路之至 犯者向刑 六 根据天人感应理论 王莽创下了如此伟大的工业 上天理应赐下相应等级的祥瑞 于是 南方的岳长氏献上了白志 东方的黄枝上贡了犀牛 北方的匈奴变更了首领的称呼 以示归顺 西方迟迟未见动静 王莽就自己动手来弥补遗憾 他派人带着黄金贿赂一位枪族酋长 将他带到了长安 这位拿人手短的酋长告诉汉帝国的百姓 他们感激安汉公王莽的英明神武 甘愿退回深山老林 献出现在拥有的肥沃土地 四一宾服之后 王莽在羌族故地设立新郡 且根据州里的记载 将汉帝国的行政区域重新划分为十二州 以宣誓西州盛世得到了复兴 如此种种 让诸多对以霸王道杂志的汉帝国心存不满的儒生热血沸腾 杨雄就是其中之一 这位患有严重口吃的大学者在四十岁那年离开蜀地 来到京城 他没有任何背景 历经三朝 仍是个小小的皇门侍郎 多年来 清心寡欲 埋头于自己的学术研究 原始四年 蜀中的一位大富豪听说 杨雄正在撰写新著法言 带上十万钱来到长安 希望能够在书中留下自己的名字与事迹 却被杨雄拒绝 八 这样耿直的杨雄 却在法言义书中为王莽留下了一段极尽歌颂之能事的文字 周公以来 未有安 汉公之义也 勤劳则过于阿衡 汉兴二百一时载而中天 其数以乎 辟庸以本之 孝学以教之 礼乐以荣之 于福以表之 付其景 行 免仁义 唐义夫 九 在杨雄的眼里 王莽是周公之后当之无愧的圣人 他勤于政务 见辟庸 立学校 致礼乐 定于福 恢复景田和象形 引导汉帝国走向中兴 实在是堪比谣 顺的伟大人物 这些话大概率是杨雄的肺腑之言 因为杨雄不是一个谄媚之人 也因为同时代的其他儒生 比如 智春秋的权威左贤 智诗的权威满昌 智义的权威国游 智书的权威唐昌 智礼的权威陈贤 智乐的权威催发 也都对王莽有过相似的认同 十 所以 一切都显得水到渠成 公元八年腊月 王莽在一片欢呼声中被拥上了地位 新莽取代了汉 长安城变成了欢乐的海洋 没人在意王莽受善前夕的那些弄虚作假 比如盲流哀章伪造了受善天命 那些都是无足轻重的细节 重要的是 上古的善让终于重现 一个内圣外王的领袖终于诞生 一个有别于以霸王道杂志的时代即将到来 一支由五威将领导的宣传队伍迅速组织了起来 被派往了新朝的各个角落 他们的任务是宣传王莽做皇帝是如何的天命所归 如何的无可推辞 二 改革诱发土崩瓦解 新莽政权存在的十五年里 王莽启动了一系列改革 具体包括 亦恢复景田制 王莽在诏书中写道 天下田地全部更名为王田 不得买卖 家中南丁不足八人 田地超过一景者 多余的田地需分给九族、邻里和乡党 以前没有田地的暗制度去领取田地 有敢于非义景田制 霍乱群众者 参照顺帝当年的成立 抓起来流放肆宜 十一 二 释放奴婢 作为一种私有财产 奴婢的数量在西汉极为庞大 共约有官 私奴婢 二百三十万之多 西汉末年的数字可能要更高一些 其中 绝大多数是私奴婢 汉原地时 朝廷有诸官奴婢十万余人 对一个约有五千八百多万编户人口的国家而言 这个比例其实是很高的 会严重影响到朝廷征收税赋 姚役与兵役的体量 十二 三 改革壁制 往往的货币改革算的不是经济账 而是政治账 政治账有两笔 第一笔建于往往的诏书 我当年为了挽救大汉 而推出以刀臂取代元前的壁制改革 然而如今刘汉已亡 天命在我 刘 繁体字为刘、乃、卯、金、刀的组合 所以 金刀钱已经不符合天意和民心 应该彻底废除 十三 第二笔 建于某个不知姓名之人的尚书 说什么骨折已归备为祸 金以钱一支 民以顾贫 十四 放弃贝壳 改用铜钱是百姓贫困的根源 这番谬论还得到了大臣施丹的认同 对往往来说 铜钱是不是导致百姓贫困的原因并不重要 重要的是他认定周公时代使用的钱币就是硅、贝 而自己要做的正是当代周公 所以 硅、贝在退出货币系统数百年之后 再次在新莽时代粉末登场 四盐、铁、布博等商品生产、销售的国有化 其理论依据依然是儒家经典著作 比如 新莽的西河、大丝农、鲁匡主张国家控制酿酒业的理由有二 第一 据《诗经》记载 太平年代酿酒业是控制在官府手里的 孔子说过 衰乱之事 酿酒业才操纵在百姓手里 第二 酒水官营才有质量保证 放开民营一定会造成质量低劣 这两条理由 一是硬凑教条 二是想当然的胡说八道 五官名 地名改革 在往往看来 一个伟大的圣士必须要配以众多伟大的名称才能名副其时 而那些伟大的名称包括官职名称和地理名称都存在于周里里济等古代圣贤的名著里 往往需要做的就是把那些光怪陆离的官职名称和地理名称从古籍中翻查出来 古籍中找不到的 则以吉利的政治寓意为第一位 比如将狼牙郡改名田仪郡 陆西郡改名燕荣郡 天水郡改为田荣郡 燕门郡改为田迪郡 戴郡改为燕迪郡 朱继县改为书鲁县 一县改为宿鲁县 五都县改为巡鲁县 十六 往往的五项改革当中 改官名 改地名给百姓的日常生活造成了极大的麻烦 盐 铁 不薄生产 销售的国有化也极大的增加了百姓生产 生活的负担 货币改革更是让百姓回到了以物易物的上古时代 但对往往的权位来说 这些都无关紧要 因为受到损害的主体是百姓而非权贵 官僚集团 后者才是往往的统治基础 而让新网政权短命夭折的是往往的前两项改革 恢复景田和释放奴婢 后者很容易理解 奴婢是权贵、官僚的私产 释放奴婢可以增加朝廷编户民的数量 增加朝廷的内税户和姚义户 就等于从权贵、官僚手里抢钱 恢复景田的情况则要稍微复杂一些 按往往的说法 恢复景田的目的是为了抑制兼并 土地兼并对秦治政权而言 自然不是好事 因为它会直接导致两种后果 一、朝廷直接控制的土地和人口减少 进而影响到赋税收入和兵役、姚义的数量 二、田主 也就是大宗土地的拥有者 有可能变成割据势力 变成在全国有影响力的门法士族 两种后果都不利于政权稳定 故而 直至宋以前 土地兼并一直不为国家所认可 且为历代政府重点打击的目标 至于王王所宣传的意志土地兼并是为了普通百姓 他的话是否成立 要分情况来看 中国历史上存在两种土地兼并 一种是自耕农主动将土地卖给他人 一种是豪族利用手中的政治权利将自耕农及其土地吞并 后者不必赘言 历史上凭借政治权利而拥有大量土地的豪族数不胜数 直到近代也还有很多依赖枪杆子而起的军阀地主 豪族的土地兼并自然是坏事 说打击他们有利于普通百姓 自然是成立的 但第一种土地兼并未必全然对百姓有害 自耕农主动卖地有多种原因 其中最重要的一种是为了逃避官府的剥夺 清乾隆时期 做过广东学政的李条元写过一篇文章 叫做《麦田说》 是讲自耕农卖地的经典文章 李条元是罗江 今四川省德阳市罗江区人 麦田说记录了他家乡的一位自耕农王泽润卖掉耕地后的愉快心情 王泽润给李条元算了一笔账 来解释自己为何卖了地 做了殿农 还非常高兴 王说 麦田之前 自己是一个有十亩地的自耕农 十亩地的出产 可以支持一个十口之家的生计 当地官府按田母分摊赴税 每十亩争银三分 每分加平三分三厘 则一钱以 交完赴税 还可以勉强维持全家的生计 但是偶尔遇上大事 官府会加征赴税 每钱加制一两 他家的生活凑合过得去 但问题是 官府不是偶尔加征一次 而是每年加征十次 二十次 搞得他苦不堪言 官府的诸多开支 乃至官老爷请客吃饭的酒席前 也要按田母向百姓征收 正如李条元在文中总结的 十亩之田 不足以十十口家 如有五子而十亩五分 各更不过二亩 亩之所入 不敌所出 故不如麦田以垫田 农户卖了田 给地主做店户 能更好地维持生计吗? 王泽润告诉李条元 他每亩田卖了五十千名 卖掉十亩 可以得到五百千名 他用卖田的钱做押垫的本钱 他还说 每五千名可押田一亩 五百千名可押田一百亩 既足食 以免家世之饥寒 又无粮 以免官义之追忽 主 鸭田 一般又做鸭田 是当时流行的一种以低于田地实际价格的费用获取田地使用权的方式 卖了自家的田换来的一百亩鸭田足够王泽润一家温饱 还可以免除官府的税费 他种田地产出和田主平分 减去成本 留下一小半 他和家人干农活闲暇的时候 还可以织布 养一点积鸭 积攒下钱 还可以买牛犊 养牛 生活确实比种自家的田给官府缴纳田付好得多 王泽润这么一说 李条元也不想种自己的地 打算卖了田 做店户 押田来种 王泽润告诉他 君曾为达官 有职生 官游戴以礼也 租有家丁戴完 粮刹不敢破也 又立免插遥 李正不敢急门也 所记者 须世事子孙读书有官儿 若一日无官 诚恐亦于我辈等也 官员不仅可以免除遥役 税负还有家丁代劳 钱去缴纳 官府的粮差 李正不敢催促 逼迫 李条元一听 送走王泽润 赶快告诉他的子孙 要勤奋读书 将来考取功名 保住官员的身份 因为没有了官员的身份 就会变成和王泽润一样 日子想过得好一点 只能卖掉自家的田 租种地主的田 十八 李条元在《卖田说》中描述的皇权 及其代理人 豪族与自耕农之间的压榨逃亡必应游戏 贯穿了中国的整个秦治时代 自耕农主动把田地卖给豪族的土地兼并相当于给了自耕农一条逃避皇权及其代理人残酷压榨的生路 当然 这里并不是要赞颂豪族兼并 自耕农顿入豪族寻求硬币 只是一种两害向全取其轻 迫不得已的谋生手段 回到西汉 如前文所言 秦治时代的土地兼并有两种情况 一种是自耕农主动卖地 一种是被迫卖地 同样 在秦治时代 有能力参与土地兼并的也有两类人 一类是寻正规途径 通过耕作、经商致富的人 用金钱购买田宅 成为大宗土地的拥有者 可以称之为经营性田主 一类是手中握有政治权利的人 以权力寻租 成为大宗土地的拥有者 可以称之为寻租性田主 这两类人对皇权构成的威胁是大不相同的 秦治政权普天之下莫非王土 不保障任何人的私有财产 随时可以用政策将私人财产收归国有 经营性田主没有政治后盾 面对朝廷汲取 往往形同蝼蚁 一年几岁 司马迁在《史记》 《获执列传》中说 皆非有决意奉禄弄法犯奸而复 尽追埋去救 与时抚养 获其盈利 以莫制裁 用本守之 十九 汉初有许多没有爵位和奉禄 凭借武文弄墨做监犯科致富的人 他们靠经商发了财 购买田宅 经营农业成了大宗土地拥有者 汉武帝对付这类人有的是办法 比如 征收算民 鼓励告民 即以收资产税 商业性收入为名 鼓励百姓举报为耐税的有钱人 搞到杨可告民变天下 中家以上大抵截预告商股中家以上大率破二十的程度 再比如 推行军书 凭准政策 由官府全面垄断民间商业 直接切断了经营性田主的致富之路 但是 真正能够对皇权造成威胁的是那些寻租性田主 实在 自汉武帝中晚期开始 寻租性田主集成了土地兼并的主力军 朝廷为了解决流民问题 主要是皇权的恒征暴敛造成的流民问题 汉书中有多处记载称武帝时代天下户口减半 可见流民问题之严重 而拿出来分给流民耕种的宫田 也多遭寻租性田主霸占 造成一种豪民亲领 分田结甲 绝名三十 时时税五 二十一的顽疾 为吸引流民重新成为朝廷的编户民 他们耕种的宫田 只需要按三十税一缴纳税赋 而寻租性田主利用手中的政治权利把朝廷的宫田控制在自己手里 比如让亲属伪装成流民或编造并不存在的流民来认领宫田 再租给真正的流民 向他们榨取高达五十的田租 盐铁论把以上顽疾总结为 公家有账甲之名 而利归全家 二十二 黄泉只得了个虚名 真正的利益和财富全被权贵和豪族拿走了 汉武帝可以轻松碾碎经营性田主 但直到他死之日 始终拿寻租性田主没有办法 因为这些人构成了他的统治基础 抑制土地兼并固然有助于维护皇权 但若因此开罪权贵和豪族 开罪皇权的统治基础 那就得不偿失了 所以 中西汉之士 权贵 豪族对土地的兼并 始终没有能够得到有效意志 王莽代汉后 雄心勃勃地想要解决土地兼并的问题 进而使皇权掌握更多的土地和编户民 故强硬推出了王田志 按王田志 天下所有耕地收归国有 不许买卖 家中南丁不超过八人 拥有土地却超过一景 可能相当于九百亩的须把多余的土地交出来 分给其他没有田的人 王莽改革的初衷是巩固皇权 增加皇权可汲取的财富和人力 但它改革的手段直接损害了新莽政权的统治基础 也就是权贵、豪族与官僚的利益 与自己的统治基础作对是一件风险非常高的事情 在王莽的新政之下 作卖买田宅、奴婢、筑钱、自诸侯、清大夫置于庶民 抵罪者不可胜数 二十三 大批权贵 豪族因为王田志而获罪 于是这些曾经拥护王莽称帝的权贵 豪族纷纷弃塌而去 成了推翻新莽政权的核心力量 比如 为成大寅李烟与补者王旷的造反理由之一 即王莽登基之后 民田奴婢不得卖买 百姓怨恨 二十四 出身拢幼大族的奎萧起兵的习纹里 也把田为王田 卖买不得 二十五 直接列为王莽的罪状 同时 号称要让每户自耕农都拥有土地的王田志推行下去之后 却加剧了流民问题 王莽帝皇二年 公元二十一年 左将军公孙禄曾面对面批评王莽和他的王田志 其中提到 明学南张寒 地理侯孙杨造景田 使民弃土业 遗诸此数子 以为天下 二十六 张寒、孙杨搞出景田 使百姓不得不抛弃土地 沦为流民 应该诛杀他们以谢天下 公孙禄自然不至于当着王莽的面子虚无有的污蔑他 赤梅、铜马等流民集团也确实出现在王田志颁布之后 为什么一项只在让自耕农人人有地的政策会导致自耕农集体变成流民 道理并不复杂 不搞王田志 当小资耕农无法承受来自皇权及其代理人的剥削时 至少还能投入寻租性田主的怀抱寻求印币 搞了王田志 小资耕农的印币没有了 他们无法承受皇权及其代理人剥削的时候 就只能选择抛弃土地 去做流民 多一种可以用脚投票的刺坏选择总比只有一种最坏选择要好 当然 这并不是要赞美那些寻租性田主 王莽帝皇四年、公元二十三年、秋天 其义军逼近长安 不知所措的王莽再次遵循周里的指示 国有大灾 则哭以厌之 率领群臣来到南郊 集体向天地哭诉 这个白发苍苍 年近七旬的老人 颓然跪在祭坛上 絮絮叨叨地回忆 诉说着自己获得地位的前后经过 最后悲愤地仰天质问 皇天祭命受陈蟒 何不舔灭众贼 即令陈蟒飞逝 愿下雷霆诛陈蟒 二十七 王莽垂胸大哭 几乎昏厥 这年十月 王莽在长安死于乱军之中 他留在史书上的最后一句话是 天生得鱼鱼 汉兵其如鱼河 二十八 他那白发苍苍的头颅 被送到晚城高高悬挂起来 成了当地百姓提机的目标 还有人偷偷割走了他的舌头 三 光武帝君臣的反思 汉光武帝建武元年 公元二十五年 刘秀在新莽的废墟上建立了东汉王朝 自建国一世 刘秀和他的大臣们就一直在思考两个问题 一 西汉为什么会被王莽、和平取代 二 万民拥戴的新莽政权为何会短命而亡 君臣的思考结果划为历史教训 历史教训再化为现实政策 为避免重蹈西汉与新莽的覆辙 刘秀推行了两项改革 第一项改革是在学术领域支持金文经学、疏远古文经学 这两派的区别 简单说来就是 古文经学主张回归儒家经典本身 金文经学更看重后人对经典的诠释 具体到汉代的政治思想领域 相比古文经学 金文经学更重视称伪 也就是依据天人感应之说从《儒家经典》中寻章摘具来言说 天命吉凶 自汉武帝一详 西汉所有的皇帝都喜欢金文经胜过古文经 一个重要原因就是 金文经学与怪力乱神的称伪之学纠缠在一起 玩的是割裂文词、牵抢附会的游戏 不像古文经学那样动辄拿出孔梦之言来对社会问题展开批判 支持金文经学 既可以用称伪来强化皇权的合法性 也可以削弱知识分子的批判意识 刘秀登基初期 为笼络在野知识分子 曾一度将古文经左侍春秋立为官学 待他权威稳固 又将左侍春秋从官学里剔除 理由是搞古文经的学者不懂称伪 不能为东汉王朝的合法性添砖加瓦 对那些不认同金文经学 不愿意玩称伪游戏之人 刘秀是极不喜欢的 环坛是一位古文经学家 辩习武经 皆古训大义 不为章句 做学问只重视书中表达的思想主旨 不玩割裂章句 附会称伪的把戏 而且 他非但自己不玩 还两次冒死上奏 劝谏光武帝也不要玩 他在奏章里说 先王 先贤的著述均以仁义正道为本 不忘谈怪力乱神 圣人也难以参透天道 从贤者子贡而下 以无人得闻天道 后世那些浅薄的儒生 就更不要奢望 如今那些望谈称伪的都是小人 陛下要远离他们 他们偶然说对了 也不过如同猜数字的单双 只是运气所致 刘秀读了环坛的奏章之后很不高兴 稍后 刘秀想要修一座灵台 故意询问反对称伪的环坛 我想用称来做决定 您以为如何 如其所料 环坛耿着脖子回答 臣不独称 刘秀遂借机给环坛扣了一顶非圣无法的帽子 欲将他下语 斩杀 七十岁的环坛扣头流血 良久才免于一死 被逐出了京城 三十 另一位大儒正兴 也是古文经的拥护者 刘秀曾与他谈论交四支事 问道 我想用称来决定祭祀的方案 您以为如何 郑兴回答 臣不为称 刘秀同样当场翻脸 逼问他 你不为称 难不成你是反对称 郑兴被吓了个半死 跪下 诚惶诚恐地解释 陈虞书有所未学 而无所非也 他说自己只是没有学会称伪之术 并没有任何反对称伪的意思 才保住了一条性命 三十一 刘秀的第二项改革是颁布官修典籍 由朝廷来垄断称伪的解释权 这主要为了防止称伪失控 走向对东汉王朝不利的方向 所谓称伪是称书和伪书的合称 称是秦汉兼方式化儒生编造的《御氏吉凶》的隐语 为是汉代神学迷信赋会儒家经义衍生出来的《谈论天命》的书籍 因为刘秀的提倡 称伪在东汉被视为内学 正经的儒家经典反伦落成了外学 自起兵反抗新莽道成为东汉的开国皇帝 刘秀长期使用称伪作为工具 来为自己的军事、政治活动服务 他可以因某些人的姓名与称伪相合 就启用他们为官 也可以与割据属地的公孙树展开称伪之战 来回辩论天命究竟在谁身上 所以 史称帝刘秀方信称 多以决定嫌疑 为了将称伪的解释固定下来 刘秀将称伪定为洛阳太学的必修课程 大力征召全国通晓称伪的儒生前来洛阳教定称伪典籍 建武中元元年公元56年 也就是刘秀去世的前一年 整理称伪典籍的工作 终于大功告成 朝廷下诏宣布图称于天下 官方颁布了《河图》、《洛书》和《四十五篇》及《七经之伪》和《三十六篇》、总计八十一篇 作为解读称伪的经典 黄泉由此彻底垄断了对称伪的解释权 任何私造称伪的行为都不再被允许 刘秀的两项有关称伪的政策分别针对西汉知识分子的社会批判意识和西汉末年以天命约束黄泉的思想潮流 刘秀希望以《怪力乱神》的金文经学来弱化前者 以黄泉垄断称伪的解释权来消弭后者 他也确实部分达成了自己的目的 但对黄泉有利并不意味着对社会有利 在朝廷尊儒政策的引导下 东汉社会长期处于一种全民好学的氛围 官学凡胜字不必说 开设思学的名师的弟子多至数百 乃至数千人也是常态 还出现了不少几代人专门研读一部经书的世家大族 但好学的气氛又非常诡异 因为绝大多数人学习的内容是《怪力乱神》的称伪儒学 不但官学如此 思学也一样 称伪与知识分子个人的上升渠道捆绑在一起 若不叫称伪之学 思学就会收不到学生 结果是大量的读书人被方式化了 虽名为儒生 但并没有成为真正的知识分子 全民向学 却什么也没有学到 光武帝之后 规模最大的一次对西汉灭亡和新王短命而亡的反思来自汉章帝 建初四年 公元七十九年冬天 汉章帝召集一干学者 在皇宫内的白虎观举办了一场学术会议 会议的主旨是要以思想立法的形式来规范百姓方方面面的行为 会议的成果由班固等人编成白虎通义书 在全国发行 中国秦治时代臭名昭著的三纲 均为陈纲 富为子纲 富为七纲 就此正式成为官方认定 强制推行的意识形态 根据白虎通义中的要求 合格大臣的基本标准是善称君 过称己 陈有功 归于君 功劳是皇帝的 过错是自己的 好儿子的基本标准是只要父亲活着 就不得许有以其身 不得专通财之恩 也就是说 儿子不能自己决定自己的事情 也不能自由支配自己的财产 还有父子一体而分 无相离之法 父子不可以分开 即使父子之间发生了不可调和的矛盾 更甚的是白虎通义对女性的要求 女性必须拥有顺德 即柔顺的美德 在家扮演女儿 出嫁扮演妻子的角色 都要对家中的男性 父亲 丈夫 儿子为命适从 三十四 针对女性 白虎通义还特别制定了妇人无绝的规定 妇人无绝和 因悲无外事 是以有三从之意 未嫁从妇 即嫁从妇 夫死从子 什么是妇人无绝 就是女性作为因悲之人 没有社会属性 无外事 只有三从未嫁从妇 即嫁从妇 夫死从子的家庭属性 这相当于是用法律的形式将女性定义为男性的附属品 三十五 汉章帝召集学者在白虎观召开学术会议 针对的是西汉知识分子公开批评朝廷政策的风气 以及西汉末年太后常常成为皇权代理人 进而导致外妻作大的现象 均为陈刚的目的是消灭知识分子的批判之声 夫为七刚妇人无绝的目的是消灭太后与外妻势力 妇为子刚则是汉帝国以孝治天下的具体化 皇帝希望参与制定三刚之人成为遵守三刚的楷模 受了三刚之害的贵妻、朝臣和知识分子则更乐见制定三刚之人带头违反三刚 陷入罗网 于是 在众人的审视下 负责将白虎观经学会议的结果编撰成书的班固和他的家人就成了三刚的第一批受害者 班固早年特别欣赏屈原 在文章里说过何事之弊、千载垂光、屈子之偏、万事归善、三十六这样的话 三刚出炉后 班固只好另写文章 唯心批判屈原不该陆财养己、不该择属怀王、不该沉浆而死 实在不是一个标准的忠臣 三十七班固的妹妹班招 即使自身才华横溢 也不得不在婆家谨小慎微地过着低眉顺眼、低仁义等的生活 他后来在女界里说 自己嫁到曹家后 战战兢兢 长聚触辱 以增父母之羞 以一中外之类 再夫家四十多年 熬到公公、婆婆、丈夫都死了 乃之棉耳才稍稍过了几天轻松的日子 三十八 一日大庭修筑 林建明等义 秦汉法治史研究 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第487页 二司马光 资质通鉴卷35 中华书局1956年版 第1114页 三班固 汉书 网网传上 中华书局1962年版 第4069页 四班固 汉书 网网传上 中华书局1962年版 第4070页 五班固 汉书 网网传上 中华书局1962年版 第4072页 六班固 汉书 网网传上 中华书局1962年版 第4076页 七班固 汉书 网网传上 中华书局1962年版 第4077页 八论衡 一文 《杨紫云》作法研 属妇人积钱千万 愿载余书》 紫云不听 夫妇无仁义之行 《圈中之路》 《兰中之牛》也 安得忘载 九杨雄 杨紫法研易著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第212页 十班固 汉书 网网传中 中华书局1962年版 第4127页 十一 汉书 《网网传中》载网网的诏书 今更名天下田约 王田 皆不得卖卖 其南口不营巴 而田过一景者 分于田与九族邻里相当 故无田 今当受田者 如制度 敢有非景田圣志 无法获种者 投诸四亿 以欲吃昧 如黄十族考于地故事 中华书局1962年版 第4110-4111页 十二 《上新历》 西汉人口数量变化的社会因素 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三期 十三 汉书 《网网传中》载网网的诏书 与潜在大陆 至于社甲 身为汉士三妻之恶 赤德弃尽 思索广求 所以辅留延期之术 弥索不用 以故作金刀之力 即以己之 赤事即尽 终不可强计 黄天明威 黄德当兴 龙显大命 主予以天下 金百姓 闲言黄天疾汉而立心 费流而兴亡 夫流流 之为字 毛 金 刀 也 正月刚毛 金刀之力 皆不得行 中华书局1962年版 第4112页 十四班固 汉书 和武王家师丹传 中华书局1962年版 第3506-3507页 十五 汉书 时获至下 载鲁匡之言 九者 天知美路 帝王所以颐养天下 相似其福 扶衰养疾 百里之会 非九不行 顾诗约五九孤我 而伦语 约孤九不识 二者非相反也 夫诗 具承平之事 九孤在观 何止辩人 可以相遇也 伦语 孔子当周衰乱 九孤在民 博厄不成 是以一而服食 今诀天下之酒 则无以行礼向阳 放而亡献 则废财伤民 中华书局1962年版 第1182页 十六 行义 李建雄 《地名改义所建》 《往往时期的民族问题研究》 《衡阳师范学院学报》 2017年第四期 十七 王家范 权力背景下土地兼并变 建王家范 《中国历史通论》 增并版 生活 《新知三联书店》2012年版 第126页 十八 李条元 麦田说 建李条元 《铜山文集卷》11 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 十九 《司马迁》 《史记》 《获执列传》 《中华书局1959年版》 第3281页 二十 《司马迁》 《史记》 《评准书》 《中华书局1959年版》 第1435页 二十一 《班固》 《汉书》 《石获至上》 《中华书局1962年版》 第1143页 二十二 《环宽》 《盐铁论》 《原池》 《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 第30页 二十三 《班固》 《汉书》 《网莽传中》 《中华书局1962年版》 第4112页 二十四《班固》 《汉书》 《网莽传下》 《中华书局1962年版》 第4166页 二十五 《范页》 《后汉书》 《奎销公孙树列传》 《中华书局1965年版》 第516页 二十六 《班固》 《汉书》 《网莽传下》 《中华书局1962年版》 第4170页 二十七《班固》 《汉书》 《网莽传下》 《中华书局1962年版》 第4187-4188页 二十八《班固》 《汉书》 《网莽传下》 《中华书局1962年版》 第4190页 二十九《汉章第十》 《古文经学家贾奎》在给皇帝的上书中说 至光武皇帝 奋独剑之名 兴力左侍 古梁 惠两家先师不小屠衬 故令忠道而废 见饭页 《后汉书》 《正范陈甲章列传》 《中华书局1965年版》 第1237页 三十《后汉书》 《环坛逢演列传》上 《载环坛之言》 《官先王之所记述》 嫌以仁义正道为本 非有奇怪虚淡之事 盖天道性命 圣人所难言也 自子贡以下 不得而闻 况后事浅如 能通之乎 金诸巧惠小财技术之人 增益图书 缴称称计 以期货贪邪 挂物人主 焉可不亦远之灾 《中华书局1965年版》 第959-960页 三十一 范页 《后汉书》 《正范陈甲章列传》 《中华书局1965年版》 第1223页 三十二 范页 《后汉书》 《环坛逢演列传》上 《中华书局1965年版》 第959页 三十三 《后汉书》 《光武帝记》 《中华书局1965年版》 第八十四页 三十四 《徐广东》 《三纲五常》的行程和确立 《从董仲书到白虎通》 《黑龙江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 第103-127页 三十五 《日西岛定声》 《二十等爵志》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2年版》 第320页 三十六 《奏记东庭王苍》 《建范页》 《后汉书》 《班固传》 《中华书局1965年版》 第1331页 三十七 《王毅》 《红兴祖》 《朱熹》 《处辞张巨补注》 《处辞集注》 《月禄书社》 《2013年版》 第四十九页 三十八 《班昭》 《女介续》 《建范页》 《后汉书》 《列女传》 《中华书局1965年版》 第2786页 第七章 《黄泉》 《宦官与世人》 就统治技术而言 秦治王朝的王国原因 总结起来无非三条 一、外敌的压迫或入侵 二、内部利益集团 也就是统治基础、发生分裂 三、底层民众脱离原子化状态 变成有组织的力量 第一条大体属于不可抗力 第二、三、两条大体属于统治技术问题 具备其中任何一条 都有可能导致秦治王朝的灭亡 如果同时具备两条、三条 灭亡的概率更大 秦朝的灭亡主要源于第二、第三条 胡亥整肃、屠杀官吏集团 六国救人在民间尚有组织能力 西汉的灭亡主要源于第二条 九百余名公卿大臣、士大夫、博士、一郎联名要求赐予王莽九息之赏 可知西汉帝国的统治基础已经集体抛弃了流逝 新莽的灭亡也源于第二、第三条 王莽的土地改革严重损害了官僚集团的利益 流民的大规模出现则将原子化的百姓变成了有组织的集体 东汉王朝的灭亡原因也大体如此 由宦官曹腾的发迹切入 可以清晰地看出其中官窍 一、曹腾巨额财富的由来 按后汉书的说法 曹操的祖父曹腾可谓特别地出淤泥而不染 腾用士省踏三十余年 奉士四帝未常有过 其所尽达 皆海内名人、沉流于放、鞭巢、南阳严固、张温、鸿农张焕、颖川唐西典等 使蜀郡太守因继力录夷于藤 一周刺使种号于写古官搜得其书 上奏太守 并以和藤 请夏廷未暗罪 帝曰 书自外来 非藤之过 遂寝好奏 藤不为先界 常称好为能力 识人皆美之 一 曹腾侍奉四代皇帝 没出过纰漏 他举荐给朝廷的人才都是渔放、鞭巢、张温等海内知名的人物 有一次 蜀郡太守派人持信拿钱贿赂曹腾 信落在一周刺使种号手里 种号上奏弹劾 要求将曹腾下狱至罪 皇帝说 信自外投送来 不是曹腾的错 皇帝没有理会弹劾 曹腾也不记恨 常常赞扬种号是个称职的好官 当时的人都说曹腾真是个好宦官 可是别忘了 他的养子曹松可以拿出十亿钱 汉代一亿等于十万来买太尉之职 松陵帝时货禄中官及淑西元钱一亿万 故卫至太尉 二 这么多钱当然不会是勤劳致富所得 东汉中后期 宦官普遍具有巨额财富 这些财富主要来自三个途径 一皇帝的赏赐 有人统计 顺帝以后 宦官十丰人数和十丰户数迅速增加 顺帝时 孙城等宦官总计十丰人数为八万九千二百户 而据汉书 时货至载 当时五口之家其能耕者不过百亩 依此推算 宦官至少分拾了国家八百九十二万亩土地的赋税收入 环帝、灵帝时、丹钞等、武侯、宇侯懒、曹杰、张让等十长市集团十丰更多 据统计 有记载的东汉的患者侯有十亿的共三十七人 占已知患者侯数量的十分之六 其十亿总共十七万一千二百户 平均每一患者侯约十四千六百三十户 三 二 掌控朝廷人士升迁大权 进而以权力寻租 张让等高级宦官在灵帝的授意下在西元公开卖官欲绝 就是其中的典型案例 其实 在此之前 汉安帝、汉环帝都卖过官 只不过 安帝、环帝拿出来卖的主要是官内侯、宇林郎、武大夫、官府立、提齐迎士等低级官爵四 灵帝不同 在他的授意下 宦官几乎可以出售汉帝国的一切官决 二千十相当于郡太守的价格是二千万钱 四百弹相当于一万户以下的县的县长的价格是四百万钱 官内侯的价格是五百万钱 宫卿不方便明码标价 就让宦官们去私下勾连 五 三将亲友子弟安插于周郡 直接从民间汲取利益 比如 宦官侯懒的兄长侯参作一周刺史的时候 民有丰富者 哲无以大逆 皆诛灭之 没入财物 前后累议计 六 当地谁家有钱 他就找谁家的麻烦 吞并他家的财富 曹腾的巨额财富也是这么来的 黄泉的赏赐字不必说 曹腾拥戴汉桓帝即位 有定策之功 权力寻租一劫 传记里说的委婉 其实也不难理解 若非查局 征臂的升迁路径操控于宦官之手 于放、鞭韶、张温等世人 事段不会自贬身份 由宦官曹腾帮他们进达 蜀郡太守给曹腾送钱 自然也是因为给曹腾送钱管用 曹腾之兄曹包官致颖川太守 侄子曹赤做过世中 另一个侄子曹鼎 在河间巷刃上遭人弹劾赃罪千万 则是高级宦官安插亲友子弟于周郡掠夺民之民高的实证 二 宦官与世人争夺人世权 包括曹腾在内的宦官如此发迹 不可避免地会造成东汉帝国统治集团的内部分裂 分裂发生的具体逻辑简述如下 秦治时代 与利益分配直接相关 最重要的权力莫过于人世权 东汉建国 以查举、征庇取势 人世权本由黄泉和世家大族共享 大体的操作流程是后者举荐、前者盖章 但黄泉与世家大族之间存在着天然的隔阂、缺乏信任 后者的组织化与社会动员能力素来被视为对黄泉的一种威胁 世家大族对朝廷人世权的分享又进一步扩张了他们的势力 尤其为黄泉所忌惮 于是 从汉和帝时代起 黄泉极致力于利用外妻和宦官来制约世家大族 重点就是瓜分他们的人世权 比如 在窦太后、汉章帝皇后、汉和帝即位后 曾临朝称治四年临朝的时期 都是外妻及其党徒遍布周郡、征庇、查举都得走斗士的门路 然而 对黄泉而言 外妻也是有缺陷的 为尽可能长久地维持权势 外妻经常游走于黄泉和世家大族之间 既充当黄泉的代理人 又操弄精学以结交世家大族 比如汉顺帝皇后之兄梁继结交元氏 斗舞熟悉精学 两端余力 倘若遭逢幼主 他们甚至会成为黄泉的心腹大患 剩下的最能信任的就只有舍黄泉无处依附的宦官了 在皇泉的支持下 宦官于汉顺帝时期正是取得查举之权 不过 当时的宦官羽翼未封 直接与世家大族争夺人事权的仍是以良妓为首的外妻 比如 河南尹田新曾对外甥王臣感叹 今当举六孝莲 多得贵妻输命 不宜相为 欲自用一名氏以报国家 九 他对王臣说 自己手上有六个孝莲的名额 权贵们纷纷烧话来预定 自己只好把五个名额用来应付权贵的请托 只留下一个名额用来举荐真正的人才 到了环帝、灵帝时代 宦官在人事权的争夺中获得了优势地位 许多原本围绕在世家大族周围低势人 转而选择投靠宦官以谋取示尽的机会 这对世家大族的政治利益造成了巨大的实质性打击、门人的萧条 也直接影响到了他们的经济利益、子弟出事变的困难 需要向宦官行贿 双方的矛盾遂一发不可收拾 最终演变成一场互相杀全家的残酷竞赛 宦官如何追杀代表世家大族、利益低势人 有党雇之祸四字留存于史册 以无需浪费笔墨 但是人群体对宦官集团的杀戮颇有略作介绍的必要 且以两次党雇之祸的导火索为例 可以略见当年这场政治斗争的残酷程度 第一次党雇之祸的导火索世事人领袖、河南引李英杀死了张成的儿子 张成是算命的 以方济交通宦官 他的弟子弹劾过李英 说他结党诽谤朝廷 据后《汉书》记载 李英杀张成之子的始末如下 河内张成善说风角、推占当社、遂教子杀人 李英为河南引、督促收补 继而逢又豁免、应欲怀奋疾 竟暗杀之 十 张成善于算卦 算出朝廷即将颁布大赦 于是让儿子出去杀人 李英作为地方官 抓了张成之子 随后朝廷国有大赦 李英气愤不过 无视社令 坚持杀了张成之子 这段记载显然是有问题的 朝廷政令岂能靠算卦预知 装神弄鬼 骗人也就罢了 哪有神棍自己也信的道理 张成父子间的杀人密谋 李英一个外人又怎会知晓 更合理的解释应该是 张成之子杀人 李英把他抓了 不久朝廷大赦 李英于是疑心张成通过与宦官的关系 早就知道了会有大赦 才让儿子去杀人 但他的疑心没有证据虽然有可能是事实 李英不想放过张成之子 于是就杜撰了算卦杀人的荒唐说辞 在政治立场面前 讲求证据已经不重要了 宦官集团如此 使人群体也是如此 第二次党固之祸的导火索 事事人张简和宦官侯懒的冲突 据后汉书《党固列传》后简称《党固列传》的记载 张简与侯懒结怨 是因为他上奏举报侯懒及其家属的罪行 请朝廷诛杀他们 但是张简的奏章不幸被侯懒看到 被其扣押了下来 中常是侯懒家在房东 残暴百姓 所为不轨 检举何懒及其母罪恶 请诛之 懒恶绝章表 并不得通 犹事劫仇 十一 只看《党固列传》中关于张简的记载 得出的印象是张简按程序办事为民除害 结果与宦官交恶 惨遭迫害 但《党固列传》里还有一段关于苑康的记载 事实 山羊张简杀长士侯兰姆 按其宗党宾客 或有泵逆泰山戒者 十二 意思是 张简递送至朝廷的奏报没有回应 他于是自作主张杀了侯懒之母 且对侯懒家人及门客进行了肃清 其中某些人不得不逃往其他周郡藏匿 另一位世人代表 泰山太守苑康积极配合张简 将逃入泰山的侯懒与党一网打尽 这里当然不是说张成之子无罪 也不是说猴懒及其家人 门客不该受到惩处 而是想要说明东汉末年低世人群体 与宦官集团之间的斗争白热化到了何种程度 宦官集团利用手中的权力对世人群体赶尽杀绝 世人群体也抓住各种机会对宦官集团展开肃清 类似地记载在同时代的知名世人传记中随处可见 比如 黄浮座东海巷 对宦官徐黄之兄徐轩的家属吴绍长熙考之不分男女老幼 全抓起来审讯、拷打 巡谕、巡谭兄弟做地方官 对辖区内宦官的宾客先醉必诛 稍有犯法、给予诛杀 巡谕做平原相 有举孝莲的任务 侯揽派某太学生来找他疏通关系 结果被巡谕储锤数百 即日考杀之 先是痛打一顿 然后直接给杀了 王洪做红农太守 考案郡中有氏宦官买绝位者 虽位至二千十 皆掠考收补 碎杀数十人 威动灵界 王洪清查辖区内向宦官买过官爵之人 即使他们是二千十的高官也不放过 逮捕诛杀了数十人之多 介绍以上内容 不是为了证明宦官集团其实挺冤 是人群体也不是好人 是人群体中有反秦制的 宦官集团中也有洁身自好的 但若将二者作为整体来审视 则是人群体也罢 宦官集团也好 都是统治集团的一份子 他们之间的惨烈杀戮 究其实质是统治集团内部发生了严重分裂 而宦官领袖张让是承认这一点的 他非常不满世人群体 站在道德高地对宦官发出批判 他曾如此责问以世人群体为依托的外妻和尽 清延省内惠拙 公卿以下中卿者为谁? 17 张让的责问只是自我粉饰的顿词 宦官集团协助皇帝脸权、脸财、对东汉政治的全面败坏负有非常直接的责任 但这一顿词也确实道出了以世人为主体的官僚集团同样非常腐败 不过,世人集团中尚有许多怀有政治理想、不甘堕落者 而宦官集团中这样的人则极少见 扩清了上述利益关系 也就不难理解为何汉末诛杀宦官最积极地会是四世三公、四代人里出了五位三公 及当时地位最显赫的官员、门生故隶变天下的袁绍、袁树兄弟 宦官崛起后 原本由世家大族组成的《垄断经文经学》的学乏丧失了查局、选拔官员的人事权 这对他们百年来经营的门生故隶之恩司、门当户对之联姻实在是极为沉重的打击 若不能从宦官手中夺回人事权 则所谓的门生故隶在原世家族这里找不到出路 必四散另做他谋 利益纽带忌断 四世三公的富贵也将化为泡影 有道德为外衣 有利益为驱动 袁绍兄弟于是冲在了诸杀宦官的最前线 阔卿上述利益纠葛 也有助于加深对曹腾之孙曹操早年行迹的理解 比如 他坐洛阳北部卫石 灵帝爱姓小黄门简硕书复夜行 即杀之 汉律规定 夜行并非死罪 曹操这么做 其实是对当时流行于世人群体中的 针对宦官及其家属和门人吴少长皆考之先罪毕诸虽未至二千十 皆掠考收补的一种效仿 这实际上是身为宦官三代的曹操在努力向世人群体靠拢 阔卿上述利益纠葛 也有助于加深对曹操文化取向的理解 虽然他努力想要挤进世人群体 但与袁绍等世家大族子弟操弄经学不同 曹操以文学诗词见长 他的文化取向正是宦官集团与世家大族争夺人事权的产物 灵帝时期 在皇权的支持下 由宦官集团开设的《红都门学》以文学、艺术为教学内容 开设了词妇、小说、尺读、字画等课程 旨在确立一种与世家大族把持的经学教育截然不同的新的教育标准 而以大学伐红农阳士为代表低视人群体 曾两次在朝堂上对《红都门学》发起猛烈攻击 试图逼迫皇帝取消《红都门学士子》做官的资格 但都被汉灵帝驳毁 为昭示人事权已敬握于皇帝之手 汉灵帝甚至下旨为新晋的《红都门学士子》会相 在汉代 这是只有立下了卓越功勋的人才能享有的殊荣 《红都门学》如此受皇帝重视 且由宦官集团负责 作为宦官三代的曹操自幼受家学薰染 重慈父儿清经学 也就成了很自然的事情 十九 另外 袁绍欲引董卓入京诛杀宦官 而曹操并不积极 也与二人的出身直接相关 针对曹操的不积极 《官修王审卫书》里 有一段解释 太祖闻儿孝之曰 焉树之官 古今已有 但侍主不当假之权宠 始至于此 既至其罪 当诸原恶 以玉立足矣 何必纷纷照外江湖 玉尽诸之 使必宣露 无见其败也 二时 曹操的话其实只是粉饰 宦官是皇权的代理人 袁绍诸杀宦官 实质是逼迫皇帝将人事权还给世家大族 进而恢复乃至扩大世家大族的政治利益 杀一个宦官自然是一玉立足矣 但要逼迫皇权重新分蛋糕 引入军事力量、进行威慑 才是合乎常理的做法 《官修卫书》的记载 看似是在替曹操解释 彰显曹操的政治智慧 实际上是修史的人依据自己的认知 将曹操塑造成了一个渔夫 陈寿撰写三国志不选用这段记载 十句慧眼 一、范页、后汉书、患者列传 中华书局1965年版 第2519页 二、范页、后汉书、患者列传 中华书局1965年版 第2519页 三、杜婉延、宁幸 中国宦官与中国政治 东方出版社2017年版 第162-163页 四、范页、后汉书、孝安帝记、中华书局1965年版 第313页 范页、后汉书、孝桓帝记、中华书局1965年版 第309页 五、司马光、资质通鉴、卷57 中华书局1956年版 第1849页 六、范页、后汉书、患者列传 中华书局1965年版 第2523页 七、范页、后汉书、党故列传 中华书局1965年版 第2209页 八、范页、后汉书、斗荣列传 中华书局1965年版 第819页 九、范页、后汉书、张王仲、陈列传 中华书局1965年版 第1826页 十、范页、后汉书、党故列传 中华书局1965年版 第2187页 十一、范页、后汉书、党故列传 中华书局1965年版 第2210页 十二、范页、后汉书、党故列传 中华书局1965年版 第2214页 十三、范页、后汉书、患者列传 中华书局1965年版 第2522页 十四、范页、后汉书、寻寒中陈列传 中华书局1965年版 第2215页、第2211页、十五、范页、后汉书、陈王列传 中华书局1965年版 第2177页、十七、范页、后汉书、窦河列传 中华书局1965年版 第2251页 陈寿 三国志 魏书 五帝纪裴松之注引曹蛮传 中华书局1959年版 第三页 王永平 汉陵帝之治宏都门学及其原因考论 扬州大学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 1999年第五期 张朝复 曹操上文词与洪都门学 扬州大学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 2005年第1期 二时 陈寿 三国志 魏书 五帝纪裴松之注引王沈魏书 中华书局1959年版 第五页 第八章 如何自群雄中胜出 三国志 魏书 《董二元流传》中的袁绍船是非常有意思的文本 袁绍的船计用了超过一半的篇幅 将曹操的大敌袁绍素造成了一个大蠢货 凸显袁绍之蠢的核心手段是浓墨重彩的渲染 田丰与举兽之志 按书中的说法 田丰举举兽给袁绍出了许多好主意 却被袁绍几乎全部拒绝 最终落了个败亡的下场 袁绍的拒绝共计有八次之多 具体如下 一 举兽劝袁绍 把汉县帝接到叶城来 袁绍不从 二 袁绍让长子袁潭执掌青州 举兽劝他别这样干 袁绍不听 三 曹操东征刘备 田丰劝袁绍攻击曹操后方 袁绍不许 四 袁绍计划南征曹操 田丰举兽强烈反对 袁绍 一而不听 五 举兽对袁绍说 严良 促侠 不可重用 袁绍不听 六 袁绍想要亲自率军过黄河 举兽劝阻 袁绍 服从 七 袁绍与曹操在关渡对峙 举兽劝他与曹操打持久战 袁绍不从 八 举兽劝袁绍派部队攻击曹操的游击部队 以保护粮草运输 袁绍赴不从 一 这八条一路履下来 直观感觉就是 从汉县地建安元年公元196年 县地迁都许昌到建安七年公元202年 袁绍病故 袁绍几乎没做对过一件关键的事 可谓昏溃到了极致 由裴松之的注释可以知晓 这八个《不听、不从》的来源是卫书 王审的卫书是曹魏官修史书 其中的《县地传》使用了诸多曹魏的官方文书档案 整理文书档案也是为明帝时期官修史书工作的一部分 其编撰和整理的核心主旨是构建曹魏皇权的正当性与合法性 显然 这是胜利者有意想要证明一个结论 胜利来自胜利者的雄才大略 即使这八条《不听、不从》全部为真 二 它们也不是曹操从汉末群雄中胜出的核心原因 相对于个人的雄才大略 能否建立其比其他豪强更稳定 更有效的汲取体制 进而汲取到更多的人力与物力 才是在乱世争霸中更重要的东西 也就是说 谁对百姓的汲取能力更强 控制能力更强 谁的胜算往往也就更大 只不过 这样的成功经验并不适合写入官修史书 一 战胜豪强的另一面 三国志 蜀书 《仙主传》里说 曹操进攻荆州 有十余万荆州百姓愿意脱家带口 跟着刘备跑路 从左右及荆州人多归仙主 此到当阳 众十余万 资众数千辆 日行十余礼 三 这件事情乍看之下很不合常理 一个人再怎么仁意 也无法驱动十余万人跟着自己背井离乡 但那个时代这是有可能发生的 只不过 促成其发生的原因不在刘备之人 而在曹操之恶 汉末军阀当中 曹操最喜欢图城 仅见于史书者就有 龚章超图雍秋 征徐州两图鹏城 征乌丸图柳城 征关中 龙幼图兴国 福罕 何池 征侯阴图婉城 龚元绍坑沙降足八万 其中 又以徐州大屠杀最为丧心病狂 据后汉书 《刘于公孙赞陶千传》记载 初平四年 公元一百九十三年 曹操征讨陶千 破鹏城复阳 过把曲律 居陵 夏秋 皆徒之 凡杀男女数十万人 鸡犬无鱼 似水为之不留 自是五县城堡 无负行迹 初三府遭礼却乱 百姓刘夷一 陶 千者皆奸 三国志对徐州大屠杀有许多粉饰 五帝纪选择轻描淡写 仅留下所过多所残路 五、六个字 《二公孙陶》四章传则移花皆目 说千兵败走 死者万数 似水为之不留 只有《寻遇寻忧假许传》里留下了《寻遇力劝曹操不要再攻徐州的一条理由》 潜讨徐州 威法实行 其子弟念父兄之耻 避人自为首 无将心 就能破之 七、威法实行子弟念父兄之耻等字眼 清晰地表现出这场屠杀规模甚大 在徐州百姓当中造成了极大的恐怖 因为为而后降者不赦的屠承法令的存在 曹操大概率还有更多的屠承劣迹 只不过没有被载入史册 该法令建于三国志 卫书、张乐瑜、张徐传和三国志 卫书、程郭董、刘蒋、刘传 三国志、卫书、张乐瑜、张徐传记载 建安十年公元205年 于晋斩杀投降的昌西时 说过这样一句话 诸君不知功常令乎 为而后降者不赦 夫奉法行令 世上知节也 于晋说 各位应当知道 主公有一道常令 叫作为而后降者不赦 遵令行事是我等的义务 三国志 卫书、程郭董、刘蒋、刘传记载 建安十六年 公元211年 曹操征马超 刘曹丕镇守后方 田吟、苏伯于河间起兵 反抗曹氏的统治 将军假信带人平定起义后 欲援引为而后降者不赦的法令杀投降的俘虏 成郁出面劝曹丕不要这样做 理由是 诸降者 为在扰攘之时 天下云起 故为而后降者不赦 以示威天下 开其利路 使不至于为也 金天下略定 且在邦誉之中 此必降之贼 杀之无所微距 非前日诸降之意 就 他想告诉曹丕的是 以前和其他军阀争夺天下 为了威慑敌人 让他们不敢负于顽抗 所以制定了为而后降者不赦的法令 如今天下大致在手 杀自己境内的投降者 已经没有什么意义了 综合三国制 魏叔、张乐瑜、张徐传 与三国制 魏叔、成郭董、刘蒋、刘传 可以知道 为而后降者不赦这道法令是曹操制定的一道常令 曾被曹卫的将领们长期付诸实践 另据三国制 魏叔、元璋梁国田王炳馆传的记载 还可以知道 这道法令针对的并非只是敌军官兵 包括城内百姓在内的其他投降者也在不赦之列 三国制 魏叔、元璋梁国田王炳馆传里有这样一段文字 田银、苏伯反合间 银等忌破 后有余党 皆应伏法 冤以为非守恶 请不行刑 太祖从之 赖冤得生者千余人 破贼文书 就以义为实 即冤上首吉 如其实数 太祖问其故 冤曰 夫征讨外寇 多其斩获之数者 欲以大武功 且是民听也 何间在风雨之内 银等叛逆 虽克节有功 冤妾齿之 太祖大悦 千位俊太守 十 田银、苏伯在河间起兵造反 被镇压后 按法令他们的余党也都要被斩杀 国渊认为这些人不是首恶 向曹操求情 不要屠杀他们 救了一千多人的性命 后有余党 戒英伏法一句显示了为而后降者不赦其实是一道屠成法令 从初平四年的徐州大屠杀 到建安十六年 成郁劝阻曹丕不要再执行为而后降者不赦的屠杀令 曹操屠杀了无数的无辜降兵和无辜百姓 曹操的制度性屠杀也许连以残暴著称的董卓都要甘拜下风 荆州百姓对曹操的屠杀法令深感恐惧 听闻曹军南下 赶紧收拾家当南逃 可以说是情理中事 毕竟 天知道刺史 郡守会不会抵抗 天知道会不会有围城 天知道自己会不会成为不赦的一分子 总之 稳妥起见 还是先跑了再说 秦治时代的军阀混战有一个非常寻常的道理 谁的手段越狠 谁就越有能力从百姓身上榨取到更多的人力、物力资源 谁就最有可能胜出 曹操正是汉末 三国时代的那个手段最狠的人 屠城只是他狠得一鱼 更狠的政策是所谓的催疫豪强与兴办屯田 一 催疫豪强 豪强两个字是曹魏 本文的曹魏字样是一种广义指称 既包括曹操控制下的东汉时期的政权 也包括曹批称帝后的魏王朝对地方上有力量的大族的一种统称 带有强烈的贬义 催疫豪强四个字组合起来 也很有维护社会公平的味道 曹操在建安九年公元204年9月下达的一间病令 也是在高喊不患寡而患不军十一的口号 说要打击豪强 为下民伸张正义 伸张正义大体只是口号 曹魏所垂涎的是地方上有力量的大族控制的土地与依附人口 将他们的土地变成曹魏所有 将他们的依附人口变成曹魏的编护民 曹魏才能汲取到更多的人力与物力 反之 若放任地方上有力量的大族存在 那就相当于给了编护民用脚投票的机会 当百姓无法承受来自曹魏及其代理人的剥削时 就会两害向全取其轻 投入地方上有力量的大族的怀抱 以寻求庇护 在豪强的庇护下 百姓也许需要缴纳更高额度的田租 但可以免除更痛苦的摇役 兵役 细查汉末各路军阀的命运 可以发现一条规律 凡致力于队内催疫豪强的 队外往往也会表现出强烈的侵略性 比如曹操与孙策 凡队内选择与豪强合作的 队外扩张的欲望也要稍训一筹 比如袁绍 有些军阀甚至于近乎没有队外扩张的欲望 比如刘表与刘章 这条规律的成因也不复杂 队内催疫豪强 消灭了地方上的豪强 百姓被原子化 军阀就可以用低成本来加重剥削 有效汲取到更多的人力与物力 这些人力与物力就可以支撑起他们对外扩张的野心 反之 那些依赖与豪强合作而形成的军阀集团 比如单其入荆州后选择与菜市 快是合作的刘表 他们可以汲取到的人力与物力就要少很多 汲取难度也高 而且豪强大多不愿牺牲自己掌控的人力 物力来支持军阀的对外扩张 于是 依赖与豪强合作的军阀 即使有对外扩张的野心 也很难有付诸实行的机会 也就是说 曹操所谓的崔毅豪强 本质上是在追求更强有力的榨取自耕农和自由民的税赋 崔毅豪强与租调制配套运作 曹魅的护调较之汉代的口钱和算父两种人头税 大约加重了四倍 同时 百姓承担的田租达到了亩产的七分之一 考虑到亩产有限 这个比例其实是很高的 较之汉代通行的三十分之一 也高出了四倍有余十三 若放任地方上豪强存在 百姓用脚投票 寻求庇护 如此强的榨取力度是无法长期维持的 兴半豚田 曹魅的屯田分民屯和军屯两种 民屯本质上近似于一种农奴制度 一旦成为曹魅的屯田民 就将终身被束缚在屯中 不能随意迁徙 也不能变成由郡县管辖的编护民 只能世代受军事化管制 做曹魅的农奴 不但没有人身自由可言 还需将五十 不使用官牛或六十使用官牛的产出交给官府 同时无条件从事诸如啃荒、修禄、造屋、输租等各种谣役 包括给长官做家奴 非常时期 还得参与战事 十四用张大可先生的话说就是 屯民所处地位是军事管制下的农奴 每一个屯田点就是一座劳役集中营 自然 屯田的暴政经常会造成民不乐 多逃亡 十六的现象 公元213年 曹操南征孙权 下令将江淮一带的编户民移往内地 结果将 淮奸十余万众 皆经走无 十七 曹魅的百姓深刻了解做屯田民有多悲惨 遂纷纷逃往江南 投入孙吴政权的怀抱 总计多达十余万人 而军屯的奴役远比民屯残酷 为尽可能控制住屯田兵 驱策他们战时流血 平时流汗 曹操建立了一套以胁迫为核心的世家制度 屯田兵被称作是 其子孙被称作是西 其妻被称作是妻 其家被称作是家 只要做了事 就世世代代 不能再做自由民 子子孙孙都是曹魏的兵奴兼农奴 是死了 他的妻子也不能改嫁给自由民 只能服从官府分配 改嫁给其他的室 室的子女同样只能婚配其他室的子女 而且 室在边境屯田 他的妻子和儿女会被朝廷当作人质 集体控制在他处从事生产 十八 为防止室的反抗 曹操还制定了严厉的室王法 若有屯田兵选择逃亡 官府会杀死他们的家属 后来修改维吉社逃亡室的家属为官奴婢 但是即便如此 太祖患游不息 更重其行 让曹操头疼的逃亡现象仍不断发生 可见对百姓压榨之严重 晋书 《文愿传》里的赵志就是曹魏政权下的一个世袭 也就是屯田兵的儿子 他和母亲作为人质 被官府从家乡带郡牵至河南沟市 与其他屯田兵家属共同生活 赵志不甘心像父亲那样 一辈子做毫无自由的奴隶 想要逃跑 又怕家人遭到官府的报复 于是在十五岁的时候开始装疯 经常假装走出三无里找不到回家的路 然后被人寻回 他还拿火烧 自己的身体 烧伤十多处 一年后 觉得基层的监管者 真的已经相信自己疯了 他才正式出逃 最后在遥远的辽西 用假身份洗掉了低贱的世袭出身 成为可以做官的自由民 二十 所以 曹魏之所以能够在汉末 三国的乱世之中胜出 核心原因并不仅仅在于曹操 曹批个人如何雄才大略 而是他们的手段够狠 够硬 够有效 建立起了比其他军阀更强大的人力 物力的汲取机制 夏文还会提到 与之鼎立的蜀汉 也是相似的情形 执白武朱前的奥秘 建安十九年 公元214年的益州百姓大概会很怀念刘章 因为他们发现 益州的新主人刘备上台后干的第一件大事是建立一套强大的新汲取机制 对益州的百姓进行搜挂 新的汲取机制来自刘巴与诸葛亮等人的设计 据三国志 蜀书 《董刘马陈董吕传》的《裴松支柱》记载 刘巴在建安十九年曾就如何有效敛财 向刘备献祭 均用不足 被慎优之 八曰 一耳 但当住址百前 平诸物甲 另立为官室 被从之 数月之间 腹库充实 二十一 刘备苦于军用不足 刘巴建议实施两条政策 第一条是铸造 纸百钱 也就是铸造一种新货币 一枚新币的面值相当于一百枚过去属地的五珠钱 第二条是由官府接管市场 控制物价 不许价格发生不利于官府的波动 刘备采纳刘巴的建议 蜀国的国库很快风营 刘备发行的植百五珠钱出土甚多 绝大多数重八至九克 钱上的文字显示 他们或在成都铸造 或在钱维郡铸造 而刘章父子统治一周时铸造的属地的五珠钱的重量 一般在二至三点七克左右 以二点五克较为常见 二十二 也就是说 刘备铸造的新钱的重量仅相当于旧钱的三至四倍 法定面值却是旧钱的一百倍 他一手铸钱 一手控制市场与物价 空手套白狼 迅速从百姓手中汲取了三十倍上下的财物 保障蜀汉的高强度汲取政策 顺利推行的 是由严刑郡法构筑起来的高压统治 建安十九年 在刘备的授意下 诸葛亮 法政 刘巴 李延 一级五人共造 蜀科 二十三 一级在汉率的基础上 专门制定了一套针对益州百姓的法律 蜀科的具体内容已经失传 但对他的大致面貌 三国志 蜀书 诸葛亮传的陪著中游载 亮刑法俊吉 刻包百姓 自君子小人闲怀怨叹 二十四意思是 诸葛亮制定了严刑俊法来保障对百姓的盘剥 益州的百姓 上至豪族 世人 下至庶民 奴婢 都心怀怨言 参与制定蜀科的法政 起初未能理解严刑俊法的必要性 他跑去跟诸葛亮提意见 西高祖入关 约法三章 勤民之德 金军假借威力 跨距一周 出有齐国 魏垂惠府 且克主之意 宜相降下 远缓行持尽以为齐望 二十五 法政建议诸葛亮 学学汉高帝刘邦入关的做法 约法三章 不要搞大不投的律点 毕竟刘备是外来的政治势力 应该先用宽大政策来笼络本土的势力 获得他们的支持 诸葛亮的回答深得商样 韩非之道 他说 君知其一 未知其二 秦已无道 政科民愿 匹夫大呼 天下土崩 高祖因之 可以宏祭 刘章暗若 自焉以来有累世之恩 文法基迷 互相成凤 得政不举 威行不素 属土人士 专权自自 君臣之道 剑以灵涕 宠之以卫 卫疾则贱 顺之以恩 恩节则慢 所以至必 时由于此 无今微之以法 法行则之恩 献之以绝 绝佳则之荣 恩荣并己 上下有节 为之之要 于私而助以 诸葛亮的意思是 我们现在面临的局面和汉高帝当年不同 秦实行暴政 争敛无度 豪族与庶民都活不下去 所以匹夫振臂一呼 天下响应 汉高帝必须顺应当时的潮流 但是 刘章父子统治一周的手段是与豪族合作 与他们共享权利与利益 结果导致刘章父子与豪族之间已不存在君臣之道 有刘章父子的宠信在前 我们再拿官职 爵位 财富笼络他们 就显不出区别 没有意义 他们也不会感恩 我们需要的是严刑俊法 用刑法来威吓他们 被律法狠狠地修理过 他们才会知道什么叫君王的恩典 用地位来诱惑他们 被阶层难以提升的忧虑折磨过 他们才会懂得获得的官决有多么荣耀 简言之 一周的豪族与庶民之前的日子过得太舒服 我们要把政策变一变 不过 蜀汉的高压统治也会因人而异 在诸葛亮心中 什么人可以无法无天 什么人不可以乱说乱动 有一本明明白白的账 法政在蜀郡一参之德 衙子之怨 无不报复 善杀毁伤遗者数人 有人跑到诸葛亮那里 求他主持公道 他告诉那个人从前主攻落魄 多亏法政相助才有今天 如何禁止法政使部的刑其一邪 反问那个人 为何不能让法政随心所欲 二十七 另一位因得庞统 法政推荐而得刘备重用的彭样宣传军事 只受诸价 奉使称义 食欲日加 他也想随心所欲 于是行色骁然 至今的欲滋慎 却被诸葛亮打了小报告 对刘备说他心大致广 难可保安 导致其失宠 二十八 法政可以乱说乱动 是因为他来自雍州 是一位客居者 纵容他乱说乱动 不会妨害蜀汉政权针对欲州的汲取政策 彭样不可以乱说乱动 因为他是欲州本地人 纵容他乱说乱动 等同于增强他在欲州本地豪强中的声望 等于将他推上欲州本土利益集团代言人的地位 二人身份的差别是理解法政与彭样命运迥异的关键 对刘备和诸葛亮而言 一切都得为汲取让位 是否能够维持高强度的汲取机制 是蜀汉政权能否存在下去的关键 因史料匮乏 金人已无法还原蜀汉的民力汲取机制全貌 幸好出土文物不但发现了汉昭列帝、刘备、时代铸造的直白武朱钱 还发现了诸葛亮辅佐刘善时铸造的太平百钱定平一百等 由出土的蜀汉钱币可以推断 以敛财为目的的滥筑货币是蜀汉长期实施的一项基本国策 诸葛亮在建兴六年、公元228年有能力出兵北伐 也与滥筑货币的政策有很直接的关系 据出土文物提供的信息 致迟在此之前一年 太平百钱已在蜀国铸造发行 相比刘备时代重约8-9克的直白武朱钱 太平百钱的重量从8克下跌至1克 极端的甚至不足1克 重量的下降意味着蜀汉敛财力度的加重 为了维持敛财力度 除了用严刑菌法构筑高压统治 诸葛亮还有一个习字商鸦 韩非的诀窍 平等的贫穷 所谓平等的贫穷 简言之就是在百姓当中制造一种印象 社会不富裕 但社会是平等的 下层百姓每日只能吃一顿干饭 上层官僚每日也只能吃一顿干饭 他制造的平等契合了百姓不患寡而患不君的心理 可以极大的消解他们内心因遭到压迫 受到剥削而感到的不满 诸葛丞相家中只有三八百姓 博田十五请 很容易让大多数人忘了值百五珠钱与太平百钱对自身带来的伤害 一如陈受在《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里所写的那样 诸葛亮 开诚心 不公道 行政虽俊而无愿者 遗憾的是 诸葛亮死后 刘善放飞自我 开始大兴土墓修建公愿 平等的贫穷破产 那些满脸菜色的百姓 开始怀念诸葛丞相 遂因时劫思绩之余到末上 黄泉原河破浮华 何燕活跃于曹魏 他的祖父是东汉末年的大将军何晋 何燕的父亲早逝后 母亲隐世被曹操收为妾 他遂与曹丕等人一并在魏王宫中成长 成年后 何燕又上公主 做了曹操的女婿 何燕一生经历了曹操 曹丕 曹瑞 曹芳四个时代 死于司马懿发动的高平陵政变 在曹操时代 何燕是一个非常注重学识和修养的人 他少以财秀之名 郝老庄严 《作道德论》及诸文赋著述《凡数十篇》 且对兵书也有独到的见解 何燕别传里说曹操读兵书有所未解 是以问燕 燕分散所疑 吴不兵士 何燕别传里还说 何燕在为王宫与曹氏子弟相处时 作则专习 指责独立 或问其故 答曰 礼 一族不相惯座位 在曹魏的第三位皇帝曹芳时代 也就是何燕人生的末年 他位列朝堂 也是一个有大儒之风清代史学家前大新的评语的人 比如 鉴于皇宫内大稿装修 大碗五月 尹燕 骑马射箭 何燕曾劝见曹芳所与游臂责证人 所观揽必查正想 放正声而服听 远宁人而服尽 三十七 淫乱的声音不要去听 奸命的小人也不要去亲近 这样中学时 蒋修仰 有大儒之风的人物在曹丕 曹芮父子主政的时代 却穿起了女装 闹得洛阳城中无人不知 实在 何燕不但好服妇人之服 被人斥为妖服三十八 还动静粉白不去手 行不顾影三十九 这样的反差与何燕的政治抱负不为皇权所容 长期遭受政治打压与思想管控有直接关系 作为一个身份尴尬的边缘 官二代 何燕在仕途上很不得志 曹丕不喜欢他 故皇初时无所事任 四十 未能进入官场 曹芮也不喜欢他 故颇为冗官 四十一 只担任了一些无足轻重的职务 曹丕的不喜欢 可能与何燕被曹操收养 却又不肯做曹操的养子有关 曹芮的不喜欢 则源于何燕的政治思想与皇权的需求背道而驰 何燕、王帝与夏侯玄一干人等 是开胃尽玄学先河的知识分子 他们的政治思想 暗固言武的说法 是《灭离法》而重放达 是其主之巅威弱禄仍然 四十二 简单说来就是 曹魏以法加权术为治国手段 服以儒学礼教作为粉饰 何燕、王碧、夏侯玄等人则遵孔子为圣人 且元老庄之说入儒 试图用自然秩序来规范政治秩序 本质上仍不脱离董仲书用天命来约束皇权的思路 主张君主抛弃严刑郡法 退而无为 将治理天下的责任交托给官僚集团 这些人不具备白虎通义定义的那种无条件的忠君思想 如见皇帝有难 就像碰上路人 遭恶而无动于衷 这样的主张自然不会为曹魏皇权所容 魏明帝即位次年 就下诏警告福华郊游之风 针对的便是何燕、夏侯玄这类人物 太和四年 公元二百三十年 又有司徒董昭尚书魏明帝 请求皇帝对福华郊游之徒 采取更具实质性的惩治措施 董昭在奏章中公姬和燕等人 说他们不用心钻研学问 专爱交游 聚在一起包扬彼此 批评他人主要是批评朝政 董昭说 凡此诸事 皆法之所不取 行之所不赦 四十三随后 为明帝下诏 浮华不悟道本者 皆罢退之 知识分子只去相投 彼此来往 交流议论时事 本无任何过错 给他们扣上一顶浮华郊游的帽子不过是曹魏打压舆论的惯用手段 建安年间 孔荣曾对曹操推行的政策多有批评 曹操即写信恐吓孔荣 说自己破浮华教会之徒的办法 也就是镇压异己的手段 是相当多的 这封信由曹操的幕僚陆翠起草 原文是 孤为人臣 尽不能风化海内 退不能见得和人 燃抚养战士 杀身卫国 破浮华教会之徒 既有余矣 四十五 据三国志中的蛛丝马迹 为明帝破浮华郊游后 诸多与何艳指去相投的知识分子 如邓阳、李胜、诸葛诞、夏侯玄等 凡十五人 兼免官废固 四十六 废固即免除官职 兼是居住 为明帝本有意如曹操杀孔荣一般制造一场文字语 且已将李胜等人逮捕 后因牵涉之人太多 其中还有夏侯玄、何燕这样的官二代名士 为免造成政局震荡 才改以废固作为惩罚 或许是因为上公主之类的原因 何燕未被列入废固名单 但现实的高压也让她不得不屈服 破浮华郊游的同一年 为明帝寻姓许昌 大兴土木修筑景福殿 命何燕做景福殿妇 何燕在妇的末尾写了这样一段话 圣上招忠正之士 开公职之路 享周公之西界 慕舊瑶之典摩 除无用之官 省生事之故 除无用之官 省生事之故指的正是破浮华郊游的思想禁锢与言论打压 为求自保 何燕不得不为心赞颂 为明帝做得好 做得对 其英明神五直追传说中的周公 大约在同期 何燕爱穿女人衣服 喜欢涂脂抹粉的特殊癖号传入了卫明帝耳中 为燕证真假 卫明帝做了一次实验 何评书何燕美滋疑 面致白 卫明帝移其赋粉 正下月与热汤饼 忌惮 大汗初 以诸一字式 色转较然 四十八 何燕仅存的两手研制师 一手说自己长孔妖网罗 优惑一旦病 一手说自己且已乐今日 其后非所知 四十九 其坠坠不安 朝不保夕 今朝有酒 今朝醉的心态可以说是相当明显 涂脂抹粉 穿上妖服 成了何燕自乌求存的无奈手段 从何燕开始 魏晋南北朝时期 诸多名士抛弃了阳刚之美 转走阴柔路线 黄泉既然以集权为阳刚 追求阴柔的审美 也就自然成了晨疗寻求政治安全的常规路径 在西晋 有攀岳妙友资荣 与夏侯湛合称联毕 五十一 有裴凯号为御人五十二 魏晋号为碧人五十三 王眼容貌整立五十四 手润如玉 东晋则有杜洪志面如宁芝 眼如点妻五十五 王公身材婀娜 唐朝时人称赞他春风灼灼柳荣仪五十六 进入南北朝 黄泉玉家残暴 朝堂之上的阴柔之风更盛 何炯白皙 美容貌五十七 韩子高容貌美丽 壮似妇人五十八 谢慧眉目分明 鬓发如墨 被皇帝赞为御人五十九 这些阴柔的美男子均闻名于世 《严氏家训》里也说 良朝全盛之时 贵有子弟 多无学术 无不熏衣替面 腹粉失诸 六十 个体审美异于常人是一件应该得到充分理解的事情 集体审美异于常人则往往意味着社会出了毛病 为晋南北朝时期朝堂上的阴柔之风正是如此 西晋建国后 很快就走向了上有晋惠帝和不食肉迷 下有八王之乱蹂令 屠杀天下百姓的丛林社会 南北朝的情况也大体相仿 理想无处安放 有智者遭逆向淘汰 留存在权力游戏之中的人为了让皇权或皇权的代理人放心 也只好熏衣替面 腹粉失诸 以阴柔之态表示自己胸无大志 一、陈寿 三国志 卫书 董二元流传 中华书局1959年版 第194-201页 二、这八条 不听、不从、多数并非事实 详见卓文胜利者撰修官史的丑陋嘴脸 史料搬运工公众号2019年7月6日 三、陈寿 三国志 蜀书 仙主传 中华书局1959年版 第877页 四、范页 后汉书 刘于公孙赞陶迁传 中华书局1962年版 第2367页 五、陈寿 三国志 魏书 五帝纪 中华书局1959年版 第十一页 六、陈寿 三国志 魏书 二公孙陶四章传 中华书局1959年版 第249页 七、陈寿 三国志 魏书 寻遇寻忧贾许传 中华书局1959年版 第309-310页 八、陈寿 三国志 魏书 张乐于张徐传 中华书局1959年版 第523页 九、陈寿 三国志 魏书 陈国董、刘蒋、刘传、裴松之注引魏书 中华书局1959年版 第429页 十、陈寿 三国志 魏书 《元彦梁国田王炳馆馆传》 中华书局1959年版 第339页 十一、陈寿 陈寿 三国志 魏书 《武帝记》 中华书局1959年版 第26页 十二、于鹏飞 三国经济史 河南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 第277页 十三、周国林 曹魏西晋租调制度的考试与评价 《华中师范大学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1982年增刊 十四、王仲落 曹魏屯田制度的几个问题 见正新 魏晋南北朝史探索 山东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第196-215页 高敏 在论关于曹魏屯田制的几个问题 史学月刊1991年第四期 十五、张大可 三国史、商务印书馆2013年版 第302页 十六、陈寿、三国志、卫书、原章梁国田王炳馆传 中华书局1959年版 第334页 十七、陈寿、三国志、卫书、陈郭董、刘讲、刘传 中华书局1959年版 第四百五十页 十八、唐长茹、晋书、赵志传中所建的曹魏世家制度 建魏晋南北朝史论从 商务印书馆2017年版 第27-33页 十九、陈寿、三国志、卫书、韩崔高孙王传 中华书局1959年版 第六百八十四页 二十、房玄陵等 晋书、文愿传 中华书局1974年版 第2377-2379页 二十一、陈寿、三国志、卫书、董刘马、陈董吕传 裴松之注尹 《零零先贤传》 中华书局1959年版 第九百八十二页 二十二、诸活、古前小词典 文物出版社1995年版 第五十、五十二页 二十三、陈寿、三国志、蜀书、许弥孙简一秦传 中华书局1959年版 第九百七十一页 二十四、陈寿、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裴松之注尹蜀记 中华书局1959年版 第九百一十七页 二十五、陈寿、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裴松之注尹蜀记 中华书局1959年版 第九百一十七页 二十六、陈寿、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裴松之注尹蜀记 中华书局1959年版 第九百一十七页 二十七、陈寿、三国志、蜀书、庞同法正传 中华书局1959年版 第九百六十页 二十八、陈寿、三国志、蜀书、刘鹏料、李刘卫阳传 中华书局1959年版 第九百九十五页 二十九、曾维华、蜀汉市太平百前的著主 建中国古史与文物考论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第183、186页 安建华、蜀汉钱币探威 以武侯祠馆藏蜀汉钱币为例 建成都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5年第六期 三十、陈寿、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 中华书局1959年版 第九百三十四页 三十一、三国志、蜀书、杜舟杜许孟来引李乔戏传 在乔州劝见刘善 有四十之四 或有布林 持愿之冠 或有仍出 愿省简乐观 后宫所增造 但奉被先帝所施 下为子孙节俭之教之语 中华书局1959年版 第1028页 三十二、三国志、吴书、张延诚看薛传 裴松之著影、汉尽春秋 载有吴国使臣薛义自蜀国归来后 给吴主孙修的汇报 主案而不知其过 臣夏荣申以求免罪 入其招部门正言 惊其也鸣接菜色 中华书局1959年版 第1255页 三十三、陈寿、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裴松之著影、湘阳记 中华书局1959年版 第928页 三十四、陈寿、三国志、卫书、诸夏侯曹传、中华书局1959年版 第292页 三十五、李访、太平预览卷385影和艳别传、中华书局1995年版 第1779页 三十六、李访、太平预览卷385影和艳别传、中华书局1995年版 第1817页 三十七、陈寿、三国志、卫书、诸夏侯曹传、中华书局1959年版 第122-123页 三十八、房玄陵、晋书、至第十七、五行上、中华书局1974年版 第822页 三十九、陈寿、三国志、卫书、诸夏侯曹传、裴松之注影卫略、中华书局1959年版 第292页 四十、陈寿、三国志、卫书、诸夏侯曹传、裴松之注影卫略、中华书局1959年版 第292页 四十一、陈寿、三国志、卫书、诸夏侯曹传、裴松之注影卫略、中华书局1959年版 第292页 四十二、故延武、日之路急事、阅禄书社1994年版 第1012页 四十三、陈寿、三国志、卫书、成郭董、刘蒋、刘传、中华书局1959年版 第四百四十二页 四十四、陈寿、三国志、卫书、明帝纪、中华书局1959年版 第九十七页 四十五、范页、后汉书、郑孔寻列传、中华书局1965年版 第2273页 四十六、陈寿、三国志、卫书、王冠丘、诸葛、邓中传、裴松之注影卫丝语、中华书局1959年版 第七百六十九页 四十七、萧统编、文选、和平书景福垫附、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 第五百三十七页 四十八、刘毅庆传、刘孝标注、公斌孝士、诗说《新语教士》下册荣旨第十四、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 第一千一百九十一页 四十九、陈作明评选、李金松点教、彩书唐古诗选、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年版 第二百一十六、二百一十七页 五十、刘毅庆传、刘孝标注、公斌孝士、诗说《新语教士》下册荣旨第十四、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 第一千一百九十六页 五十一、刘毅庆传、刘孝标注、公斌孝士、诗说《新语教士》下册荣旨第十四、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 第一千一百九十八页 五十二、刘毅庆传、刘孝标注、公斌孝士、诗说《新语教士》下册荣旨第十四、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 第一千二百页 五十三、刘毅庆传、刘孝标注、公斌孝士、诗说《新语教士》下册荣旨第十四、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 第一千二百零四页 五十四、刘毅庆传、刘孝标注、公斌孝士、诗说《新语教士》下册荣旨第十四、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 五十五、刘毅庆传、刘孝标注、公斌孝士、诗说《新语教士》下册荣旨第十四、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 五十八、刘毅庆传、刘孝标注、公斌孝士、诗说《新语教士》下册荣旨第十四、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 第1229页 五十七、刘思莲、梁书、孝航列传、何炯、中华书局1973年版 第655页 五十八、刘思莲、陈书、汉子高传、中华书局1972年版 第269页 五十九、李延寿、南史、谢慧传、中华书局1975年版 第522页 六十、《言之推传》、《王力气集结》、《严氏家训集结免学》第八、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 第145页 第九章 控制与汲取的进化 自秦汉而至于明清 百代皆行秦政 但秦治并非始终停留在商样 韩非子设计的模样一成不变 他也是有所进化的 秦治的进化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 一、完善对自身的统治基础 也就是官僚系统的扁平化、原子化控制 新芒以打击土地兼并为名整肃官僚集团 东汉以宦官主持红都门学来削弱世家大族的势力 都是出于这个目的 二、寻求更有效的方法 控制更多的百姓 汲取更多的人力、物力、商样变法民有二男以上不分一者 被其父、曹操以屯田为名 对百姓实施暴虐的农奴制度 都是出于这个目的 而且都相当成功 这两方面中 第一个方面是重点 也是难点 新芒和东汉的做法都没有取得成功 第二个方面相对容易 因为与官僚系统相比 散沙化的底层百姓面对黄泉花样百出的汲取手段 几乎很难有什么像样的抵抗 科举取势与历次变法是秦治最成功 也最重要的进化 一、科举重塑官僚集团 自隋阳帝大业元年公元605年创设进士科 到清德宗光绪31年 1905年清廷废除科举 科举取势在中国实行了1300余年 作为秦治最重要的一次完善 科举制度给了普通读书人一种 我有机会进入体制 成为统治集团的一份子的幻想 这种幻想极为坚固 以至于清廷取消科举之后 很多读书人对新的教育体制充满了抵触情绪 山西太古县的读书人刘大鹏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刘氏山西太原县赤桥村人生于清文宗咸丰七年 1857年 始于1942年 光绪二十年 1894年 终局 之后三次入京会士 均落榜而归 没能进入官场 为了谋生 他在太古县某富商家中担任座管教师 一座就是二十年 1905年10月 废除科举的消息传到该县 刘大鹏身受打击 在日记中写下了辅小起来心若死灰 看得眼前一切 居属空虚一的文字 他的心若死灰 既是哀叹自己再无机会通过科举进入官僚集团 也是在哀叹自己私塾教师的职业将要不保 往后将生计艰难 刘在日记中说 科举废了 有子弟者皆不作读书响 1905年10月15日 再没人要送孩子来私塾读四书五经 昨日在线 同仁皆言科考一废 无备生路已决 1905年10月23日 县里做私塾教师的同行都在哀叹马上就要失业 科考一庭 同仁之诗馆者分如 谋生无路 那支河灾 1905年11月3日 四 同行们纷纷丢了工作 可怎么办 去日 在东阳镇玉珠就有借舌庚为生者 因心正之行 多治诗馆无他业可为 竟有养屋而探五米为吹者 1906年3月19日 五 又在路上碰到因失业而五米下锅的老同行 到了1914年 刘大鹏仍在日记中对科举的废除耿耿于怀 与之幼时 即有万里封侯之志 季冠 而读兵书 即至中年被困厂屋 屡战屡志 乃探自己至大而财书 不堪以兼大任 年垂四时 身虽登科 终无机会风云 不得以舌庚度日 光绪纪年 国家变法为新 无道将就见面 弃宣统三年 革命党起 纷扰中华 国遂沦丧 于及无舌庚之地 困厄于乡以数年以 年垂六时 遭逢逝乱 无由恢复中原 不才熟甚烟 眼距七尺之躯 毫无补于时间 不亦虚生矣 于蚕子何疾 一九一四年十一月二日 六 万里封侯之志 不堪以兼大任 无机会风云等词句 饱含着 未能进入 清帝国官僚系统的遗憾 国遂沦丧 无由恢复中原 等词句 则饱含着 对新时代的敌意 和对旧时代 清朝的怀念 刘大鹏的遗憾 敌意与怀念 其实都源于他相信 只要科举的上升通道存在 自己作为事 就有机会实现阶层跃升 进入统治集团 遗憾的是 他似乎并不了解 官僚集团虽然是清帝国的核心统治基础 但科举取势并不是官僚的主要来源 何炳蒂的研究认为 在1871年七品至四品的地方官中有51.2是捐的官 也就是拿钱买官的比例已经超过了科举剩余的48.8的官员 也并非全部来自科举 另一项针对湖北和山西太古 安泽 余乡三线的统计显示 只有三、四、的是声援能通过科举取势完成从体制外向体制内的流动 科举之于清帝国既在于造就一个由事构成的统治基础 也在于给世制造一种幻象 让他们觉得自己永远有机会进入统治集团 这种幻象没有年龄限制 每三年举行一次 无论落地多少回 只要还活着 似乎就仍有成功的机会和希望 换句话说 与其说它是一条上升通道 不如说更像是安慰剂 成功地让天下英雄进入无垢中 1905年之前 包括刘大鹏在内的上百万读书人以获得声援资格为准 就安安静静地活在这样的幻象里 清代官僚的主要来源不是科举取势 其他朝代也不是 齐陈骏估算过唐代的情况 他的结论是 唐代每三十年为一代的官僚总数 是一万九千人 而每三十年科举出身的有三千一百人 那么科举出身的官僚仅占整个官僚集团的十六 另外八十 以上都是非科举出身 如果我们将虚立 基层的办事人员 包括在内 则科举出身的连一也不到了 九 宋代号称与世代父治天下 但依据南宋家定六年一千二百一十三年的统计 科举出身的官员只占到了全部官员的二十六点一 远比不上占比五十六点九的恩殷出世 这一统计只包括了官 没有将力计算在内 否则科举出身者所占比例会更低 十 元代统治者对中原王朝的秦制不甚了解 虽也开科取士 但只学了形式 未能真正制造出永远有机会成为统治集团的一份子的幻想 所以元末明初人叶子齐曾言 元代科目取士 只是万分之一耳 元代立国近一个世纪 科举出身的官员占官员总数的比例不超过三点八八 十一至于明代 据郭培贵的考证 明朝选官除科举外 还有建局、学校和立员等途径 而以数量论 红武年间建局一度成为选官制度的主体 红武至景太监 七清中的五十七点六 来源于以建局为主的非科举出身者 而永乐、宣德以后 国子建生入室在数量上也远远超过科举 科举只是在选任重要和高级官员中占据绝对 甚至垄断优势 十二 其实,清朝之所以废除科举 重要目的之一就是将读书人从永远有机会进入统治集团的幻想中解放出来 只有读书人得到了解放 抛弃了八股 转而与近代制度文明、科技文明接轨 国家才有自强的希望 很可惜 读了一辈子书 教了一辈子书的刘大鹏并不明白这个道理 除了给读书人制造幻想 科举还有一重功能 那就是重塑官僚集团 秦制的要义是废除分封制 以官僚系统而非诸侯 贵族为统治基础 以求最大限度满足皇权的独大欲望 进而最大程度实现对人力和物力的汲取 所以 秦制政权在做制度设计时 最核心的诉求是约束官僚集团 避免其向诸侯、贵族的方向演进 基于最基本的人性 每一个秦制官僚都会追求从制度上巩固自己的社会地位与财富 并将之传给后代 这样的追求若不加以遏制 官僚集团就会变成新的诸侯、贵族 就会挑战普天之下莫非王土 进而寻求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 寻求与皇权之间的契约关系 而不再甘于奴仆的身份 这是皇权绝对不愿意看到的 皇权希望社会扁平化、散沙化 不但百姓如此 官僚也应如此 皇权欲控制官僚集团 使之成为忠实的奴仆 首要之物是控制进入官僚集团的路径 然而 无论是常规的查举、征币、两汉 还是非常规的为财事举、曹蔚 选拔人才的政策虽然出自皇权或那些架空皇权的强者 但具体选拔仍受制于世家大族 世人要想获得被查举、征币的机会 首要之物是与有组织、有影响的世家大族建构起良好的关系 汉末汝南许绍 许静兄弟的月旦平之所以炙手可热 是因为他相当于一张进入官僚集团的门票 汝南元氏之所以能够门声顾力变天下 也是因为袁家四十三宫 其组织力和影响力可以助人进入官僚集团 袁氏也乐意这么做 因为这样可以巩固乃至壮大袁氏家族在统治集团中的实力 袁绍在汉末能够成为最大的军阀 与他的家族门声顾力变天下这一背景有着直接的关系 即使是曹操的为财事举 刻意想要重用韩族世人 但仍需依赖世家大族发掘韩族世人 只要依赖无法消除 为财事举就无法长久 于是到了曹丕时代 历史又回到了九品中政治 终究还得由世家大族来组成官僚集团 科举的出现改变了这种局面 黄泉自此有了稳定可控的选拔工具 用来更新官僚集团 黄泉不在乎官僚集团中究竟有多少人出自科举 他在乎的是进入官僚集团的路径必须控制在黄泉手里 如前文所述 据南宋嘉定六年 一千二百一十三年的统计 科举出身的官员只占到了全部官员的二十六点一 远不及占比五十六点九的恩音出世 但科举也好 恩音也罢 选拔人才的路径均控制在黄泉手里 这才是最重要的 站在黄泉的角度 唯有如此才能防范门阀的出现 才能让官僚集团扁平化 原子化 而且 相较于消灭拥有紧密血缘关系的世家大族 消灭松散的所谓科举捧党要容易得多 换言之 科举取势完全改变了官僚集团的生态 极大的提升了秦治政权的安全系数 二 增收变法花样百出 秦治的另一重进化是通过变法来不断提高政权的汲取能力 细查中国古代历次变法的诉求 不难发现 他们大多是以解决财政问题为中心的变法 变法的核心目的是增加朝廷收入 而非解决民生疾苦 实现税赴公平 事举己力 商样变法前文已有数级 不再坠言 第一 来看汉五帝刘彻的改革 自袁寿四年 开始 为增强对人力、物力的汲取 刘彻的改革 至少使用了三种空手套白狼的手段 第一种手段是在当时流通的半两钱之外 发行一种奇怪的新货币白金三品 它并不是真的白金 而是用银河锡混合铸造 原因是皇家库房里银河锡最多 三品是三种大小与文刻不同的钱 代表不同面值 一种上面刻着龙 一种上面刻着马 再一种上面刻着龟 白金三品不是真金 但刘彻强行给他定了一个比真金还离谱的面值 离谱到什么程度? 刘彻规定 一枚龙文钱值三千钱 一枚马文钱值五百钱 一枚硅文钱值三百钱 汉代银架件 每两不过五十钱 一枚龙文钱的标准重量是八两 用银架换算 等于四百钱 龙文钱中还掺杂了大量更廉价的锡 也就是说 一枚龙文钱的实际价值其实连一百钱也不到 货币面值是货币实际价值的三十倍 刘彻滥发货币的实质是利用通货膨胀疯狂敛财 不过 刘彻忽略了一点 白金三品仿造起来不难 老百姓不是傻子 官府造 我也造 结果 刘彻敛财的目的 没达到 国家的货币体系反而崩溃了 刘彻不得不出台严酷的法律 反盗助者 不论情节轻重 数额多寡 发现后一律处死 结果 自造白金五诸前后五岁 设立民之座盗助金钱 死者数十万人 其不发掘相杀者 不可圣计 设自出者百余万人 然不能半自出 天下大抵无虑 接住金钱以 十四 刘彻时代的全国人口总数在三千万至四千万之间 这意味着 为了打击盗筑之风 不得不把天下至少三十分之一的人关进监狱 多少人因此掉了脑袋 则未可知 第二种手段是向全国百姓征收财产税 鉴于国家对基层的控制能力太弱 无法切实调查每户人家的资产 刘彻发动了一场声势浩大的算民告民运动 民指的是百姓财产中来自非农业收入的部分 算民就是对这部分收入征收财产税 比例是六 特殊人群可享受优惠 比例是三 告民就是鼓励百姓举报一切认识的人的资产 刘彻规定 凡告发他人隐匿资产或承报资产不实 查证确凿后 被告资产全部没收 没收资产的一半作为对告发人的奖励 告民令传达下去之后 一场持续四年之久的全民大告密运动就此启动 算民告民到底卷入了多少百姓 刘彻究竟从中掠夺到了多少财富 司马迁给出的答案是 告民变天下 忠家以上大抵截预告 致郡国民钱 的民财物以一计 奴婢以千万数 田大县数百请 小县百余请 宅亦如之 于是商骨忠家以上大率破 民偷干食好衣 不是处藏之产业 而县官有盐铁民钱之故 用意饶矣 十五 商人 中产以上的家庭全都破产 百姓从此满足于得了钱就吃掉 喝掉 花掉 不敢再有任何积累财富的欲望 官府的钱多到花不完 第三种手段是消灭民间商人 让官府成为唯一的经商者 也就是利出一孔 最先启动的是盐铁官营 为了生存 百姓必须吃盐 为了有效率地耕种 百姓必须买铁农具 官府垄断盐 铁等于向所有百姓变相征税 结果是百姓不但必须花高价才能够到盐、铁 而且买回的还是劣质 刘彻死后 来自基层的贤粮、文学控诉这一政策造成了如下恶果 金县官做铁器 多苦恶 用费不行 足屠凡而力作不尽 盐、铁甲贵 百姓不便 贫民或木耕手弄 土忧淡食 石榴盐、铁卖得那么贵 质量又那么差 走半天山路进城去买 还经常碰上不营业 用不起铁器 老百姓只好退化到用木头农具耕地 用手去除草 吃不起食盐 老百姓只好退化到吃那些有点咸味的土和草稿 尝到盐铁官营的甜头后 刘彻又采纳了桑红阳的军书法 将整个汉帝国变成了一台商业机器 所谓军书法 简单说来就是官府包揽商品的购买与销售 官府在假帝廉价买进当地土特产 然后由军书官运输到不出产该商品的以地高价出售 整个政策的核心是由官府垄断国内的主要商业活动 百姓想卖哪些商品 想买哪些商品 都只能去官府在各地开办的收购点和销售点 以上种种掠夺民财的政策 造成的结果是汉帝国的百姓大量破产、逃亡 司马迁因此评价五帝俯官嬴政 机遇齐衡 可与暴君秦始皇相提并论 第二 来看北魏孝文帝的军田制改革 这场改革的核心驱动力同样是增强朝廷在人力、物力方面的汲取能力 自魏晋以来战乱频繁 一方面 人口大量死亡 出现了许多空地、荒地 另一方面 中元豪强剧族自保 许多人口依附或被控制到了他们名下 识人称名多隐茂 五十、三十家方为一户、十七 北魏旧的赋税征收方式是按户计算 五十户、三十户人口隐蔽在一户豪强名下 意味着朝廷只能征收到一户的赋税 面对这种状况 孝文帝不愿放任自留 于是就有了君田制 君田制的内容很简单 以土地归朝廷所有 二、朝廷将土地按标准分配给农民耕种 该政策之所以能够从豪强手中抢夺百姓与赋税 关键在于朝廷掌握了大量荒地 因为荒地总量太大 以至于不仅仅是人丁 美头牛也可以从朝廷手里分配到三十亩耕地 当然 如果仅仅仅是分配土地 对依附于豪强名下的百姓来说吸引力还是不够 毕竟人口锐减之后 土地资源并不紧张 于是 朝廷又制定了新的租税征收方式 将暗户计算改成了暗一夫一夫计算 且额度低于豪强向依附农户征收的私租 如此一来 依附豪强的农户权衡利弊 就会很自然地倾向于脱离豪强 转而投入朝廷怀抱 为避免豪强的抵制与反抗 北魏朝廷还制定了还授政策 先将豪强的耕地名义上收归朝廷 再由朝廷还授给他们 实际上等于没动 朝廷还给豪强的私家奴婢分配土地 形同于增加了他们的资产 如此 国家与豪强之间成功达成妥协 和平分割了百姓的租税 百姓脱离豪强 看似减轻了负担 实则隐性损失更大 不但名下土地的所有权归了朝廷 自己只保留了使用权 一个个原子化的个体 面对强大的皇权及其代理人 其政策层面的议价能力 也远不如面对豪强 尤其是北魏官员的俸禄发放与赋税征收挂靠在一起 使得北魏的官僚系统长期倾向于最大限度压榨那些脱离了豪强的自耕农 其结果便是均田制施行后 小农的经济负担并没有减轻 反而在敲骨吸水的征收方式下 走上破产流亡 沦为依附豪族的殿农的道路 十八 第三 唐德宗的两税法 唐德宗时的宰相扬言在建中元年公元七百八十年推行的两税法改革 目的也是为了增强朝廷对人力、物力的汲取能力 所谓两税法 简单说来就是将过去的田税、户税并为一税 每年分春、秋两季征收 过去的租佣调是暗户征 新的两税是暗地征税 量出置入 折钱纳务 具体说来就是 资产和田地越多 征税就越多 财政上有多大的开支 就征多重的税 农产品必须卖成钱 或者按官方制定的市值折算成钱来缴纳 按官方说法 两税法改革之后 以前那些租佣杂谣就全免了 百姓只需要交正规的两税 但实际情况是 不但以前的租佣调变成了两税 租佣调之外 那些无法律依据的科捐杂税 如唐代宗搞的 青苗钱、地头钱、下税秋税 以及双倍的雍和调 也全部并入了两税 所谓免去租佣杂谣 不过是把科捐杂税的名目取消 实际征脸的量并没有减少 而且 很快那些被并入了两税的科捐杂税 又会以其他名目再次出现 所以 对两税法的本质 王夫之有一段沉痛的批评 盖后世负义虐民之祸 扬言两税时为之作永矣 两税之法 乃取暂时法外之法 收入于法之中 人 但之两税之为 正宫 而不付之租 拥 调之中 自于经费 而此为法外之争矣 既有盈余 又只以公报君之耻 污吏之贪 更不能留以待非常之用 他日者 便故兴 国用破 则又曰 此两税者正宫也 非以应非常之虚者也 而恒征又其矣 十九 大义士 后世那些虐待百姓的负义之祸 王夫之后文提到了宋代的雍外嘉义与明代的一条编法 始作俑者是扬言的两税法 所谓两税法是将征租雍吊时那些临时性的没有法律依据的科捐杂税一并收进两税之中 自此 百姓只知道两税是正税 再也意识不到其中还包含许多法外之税 两税带来的财政盈余也全被暴君和贪官污吏挥霍一空 并不会存留下来 以供非常时期应急使用 真到了非常时期发生了变故 财政不够用了 朝廷又会跑出来说 两税是征税 不包括应对变故的经费 于是新的恒征暴敛又开始了 对百姓来说 两税法还有一件要命之事 过去的租雍调用食物支付 两税需用货币支付 在农业国家 用钱内税往往等同于变相大幅加重农民负担 必须用钱内税导致市场上农产品的供求体量巨大 进而直接导致农民在交易过程中没有了溢价能力 而且市场上农产品增多 还会直接引发钱荒 再者 官府究竟参考何种物价来制定付税额度 农民也没有任何发言权 所以 两税法推行之后 唐代农产品和日用品的价格即呈现出暴跌之势 一路跌的百姓胆战心惊 家破人亡 两税法实施的前一两年 一匹券可以卖3000-4000文钱 到唐德宗真元12年公元796年 只能卖1500多文 到真元21年公元805年 已跌到800多文了 米价也是一样 唐代宗大历五年公元770年前后 正常年景的米价是每斗1000或800文 到了真元元年公元785年前后 正常年景的关中地区的糙米 只能卖30多文一斗 毫米最多也只能卖70文一斗 到唐县宗元和五年公元810年前后 若遇丰收 米价甚至跌到二文前一斗 大体而言 因为前众务卿 两税法实施的第八年 百姓的负担已然背书唐人录制之言 也就是翻了一倍 实施到第三十个年头 那税户的实际负担加重了四倍 实施到第四十个年头 那税户实际负担几乎增加为原来的五倍 二十 简言之 两税法的推行越得力 百姓生产出来的农产品价格就越低 遭受到的实际盘剥就越多 从而出现了白居易与韩玉这两位两税法的激烈反对者 当然 他们的反对是没有用的 相比白居易在施里哀叹百姓因岁岁疏同前而岁木一时尽 焉得无稽寒 唐德宗和众臣杨炎等更喜欢用两税法将国库装的盆满钵满 唐朝灭亡之后 宋、元、明、清各代仍对两税法情有独钟 也是相同的道理 第四 来看北宋的王安氏变法 这次变法争议甚多 但其本质不在军税而在增税 这个结论是没有疑问的 越穷越耐税 越富越不耐税 税富不均的现象自北宋开国之时就已经很严重 范仲淹曾试图通过方田军税清查 丈量每户人家的实际耕地 按实际耕地的数量征税 来解决这个问题 但阻力重重 结果是不了了之 王安氏变法也曾高举方田军税的旗帜 但旗帜归旗帜 实操归实操 案例说 宋代对人口和土地的控制能力远超前代 清查土地的实际战友情况较之前代要容易一些 而且当时设计的方田办法即使在今天看来也还算实用 然而 方田军税法在宋神宗西宁五年 1072年颁布 拖到西宁七年才开始实施 搞了一个月 就以天汉为由停了下来 之后 干一阵停一阵 到元丰八年 1085年 朝廷干脆把方田军税法取消了 虽然折腾了十余年 但毫无成效 方田军税搞不起来 原因其实很简单 宋神宗对税赴公平的兴趣不大 他更在意如何通过变法征连到更多的财富 填满自己的国库 这也是为什么除了方田军税之外 那些可以增加财政收入的变法项目 如清淼法、免疫法、事业法等 均被执行得异常坚决、异常彻底 以清淼法为例 官方文件说得好听 清皇不结实 百姓可以向官府借清淼钱 贷款利率比民间高利贷的利率低 如此朝廷能多收些利息钱 老百姓也能少受高利贷的盘剥 这项看起来似乎很好的政策 在实际操作中却变成了一配 挨家挨户按资产多少进行摊派 无论缺或不缺粮食 都要向官府借清淼钱 越有钱的人家 必须借得越多 这实际上行同官府 强行向百姓集体放高利贷 民间高利贷的利率虽然高 但百姓不到万不得已是不会去借的 借民间高利贷的百姓数量终究有限 清淼钱的利率虽低 受到祸害的却是全民 施以法也是类似的情况 它实际上相当于汉武帝消灭民间商人的翻版 官府建买贵卖 尽收天下之货、自作经营 最后连水果之类的商品都被朝廷设置的示意司给垄断了 第五 明朝万历年间张居正的一条编法 这次编法的核心驱动力仍然是明朝政府的钱不够用了 钱为什么会不够用? 自然是因为朝廷的开销没有节制 一年多过一年 朱明皇室疯狂生子 朝廷供养他们的费用以几何级数递增 百姓不堪重负 不断逃去依附官僚地主 朝廷能够征税的户口积数越来越少 开支的费用却越来越大 那么平均摊派到每户头上的负税就只能越来越重 结果就成了恶性循环 一条编法本该终止这种恶性循环 但实际结果恰恰相反 明朝百姓的税负分为岸田姆计算的负和岸仁丁计算的一两部分 百姓大量跑去依附官僚地主 让明朝政府在意这个部分损失巨大 一条编法解决这个问题的方式是将复和益合并到益起 岸田姆征收 缴纳银钞 这种改变对朝廷是大好事 益的收入大增 对百姓却是灾难 因为被合并为一条编编的 不仅仅是正规的复和益 还包括大量不合法但已形成惯例的科捐杂税 合并之后 那些科捐杂税的明目很快又在一条编之外再度出现 被施加在了百姓的头上 一条编法可谓与唐代的两税法如出一辙 二十二 当然 百姓也有自己的应对智慧 为了摆脱沉重的负担 许多人选择卖掉田产 因为一条编法将丁义挂靠在田母之上 有土地才需要耐丁义 也就是说 放弃田产去经商 从事手工业 是可以免疫的 于是 胡广乡乡低市申宏茂德当年观察到 一条编法推行后 他的家乡发生了巨变 明田十年而五六亿起主 且就荒烟 民无实事之足 而散于四方 皆自此起 民 视田如荼毒 取之唯恐不肃 于是 而事业之田 皆归于无极之豪民 二十三 为了逃避负担 百姓开始卖田 听任土地荒芜 选择离开土地去外乡谋生 聚足而居的风俗开始消失 土地被视为一种有害的东西 许多人将世代耕种的土地卖给了那些拥有不避耐税特权的豪族 洪茂德的描述并非个案 乡谈人李腾芳在他的家乡也看到了相似的情形 一望数百里而尽弃之 宿封大家化为逃亡 地方史料证实 明神宗万历四年 一千五百七十六年 长沙府 查陵州及幽县推行一条边法后 土地的一手较前平凡 且多集中于置在规避父义的新的豪墙 地主的手里 二十四 再往后 清代的贪丁入母 也是大体相似的情形 他的内容与一条边法相似 是把岸人丁征收的丁吟合并到岸田母征收的田赋当中 他造成的结果 也与一条边法基本一致 各种不合法的科捐杂税被贪丁入母正规化后 新的科捐杂税很快又以相同的名目再度出现 雍正曾自诩贪丁入母是大德政 但现实是雍正至乾隆时期 百姓已卖田 流亡来逃避父税的现象愈演愈烈 三 减负改革中途夭折 自秦汉至明清的绝大多数变法 是奔着为朝廷增收而去的 但范仲淹主持的庆立新政是其中一个难得的艺术 这场北宋建国八十余年后启动的改革 主要目的不再敛财 而是想要缓解民生疾苦 整顿腐朽的官僚系统 庆立三年 1043年 范仲淹奉命向宋仁宗调臣实事 列举了十条急需改革的问题 其中有八条涉及对官僚系统的整顿 第一条叫做明处制 废除文官三年生一次官 五官五年生一次官的论资排被就例 只有做出了大功大善的官员 才能得到升迁 第二条叫做一侥幸 减少官二代 官三代靠着恩恩制度 不必参加任何选拔 考核就可以直接做官的比例 南宋嘉定六年 一千二百一十三年的统计显示 宋代靠着恩恩出世的官二代 官三代占到了官僚总数的五十六点九 在宋真宗时代 比例可能更高 第三条叫做经供举 科举考试要公正 要加大选拔难度 第四条叫做则官长 建立一套从中央到地方的针对官僚的监察、举荐制度 第五条叫做军工田 整顿官员名下的植田用作俸禄之用 离职时交回朝廷 多的土出来 少的补上去 第六条叫做厚农丧 发展经济 改善民生 第七条叫做修武备 恢复辅兵制以加强国防力量 第八条叫做简摇役 具体的做法是合并行政区 比如合武县为一县 以减少官吏的总量 进而减少百姓负担 第九条叫做谭恩信 严格考察官僚对朝廷恩惠设书中疾民之事的执行情况 第十条叫做重命令 严格考察官僚对朝廷命令宣斥调冠的执行情况 二十五 除了第七条 其余九条全部获得了宋仁宗的认可 皆以诏书化一般下 二十六 被写入诏书之中 成了庆立新政的改革内容 在秦治时代 要推动这样一场以整顿官僚集团为核心目的 严重损害官僚利益的改革 无疑只能依赖皇权 宋仁宗最初是愿意支持这场改革的 官僚是北宋王朝的统治基础 但官僚的利益与皇权的利益并不完全一致 皇权希望官僚尽职尽责 替自己运作人力、物力地汲取体制 维持统治的稳定 但官僚往往更在义任内不出事和捞足钱 论资排辈、官二代、官三代直接上位的规则很符合官僚的利益 但未必符合宋仁宗的利益 这些规则带来了 冗官、人员严重超边、冗费、财政不堪负荷和玩忽职守 反正熬够时间就可以升迁 对宋仁宗追求的统治稳定显然都是不利的 这是宋仁宗支持范仲淹改革的主要原因 但宋仁宗对改革的支持只维持了一年时间 原因是宋仁宗发现在整顿官僚集团的过程中 范仲淹等改革派以君子自居 公开肯定、捧党 抱成了一团 而在皇帝眼里 官僚中的好人、君子、抱团是比坏人结党更有害的事情 后者为了腐败、戴政、升迁 言行上往往选择迎合皇帝的喜好 前者却相反 为了政治理想 常常会走到要求制约皇权的道路上去 对好人抱团这件事 宋仁宗毕生存有极高的警惕 早在宝元年间1038-1040年 他就问过大臣张世迅 君子小人各有党乎 张世迅回答 有之、递公私不同耳 君子和小人都有捧党 不过公私不同 好人抱团为公 小人结党为私 宋仁宗没有正面评价张世迅的回答 他转而强调法令必行 邪政有别 则朝纲举以 所有的官僚都应该遵守 执行朝廷的法令 27 到了庆历四年 1044年4月 当主持庆历新政的范仲淹 因损害了官僚集团的利益而被指责搞捧党时 宋仁宗对着范仲淹又提出了相同的问题 自惜小人多为捧党 亦有君子之党乎 皇帝提出这个问题 并不是真的在提问 答案早已在他心中 他希望朝中君子各个退无私交 非公事不言 一谈散沙才好 皇帝只是在以提问的方式 希望范仲淹体察到他心中的答案 并希望范仲淹遵照这个答案去修正自己的言行 上个月皇帝刚刚在尔英格向部分官员出示了一份《御书十三轴》 里面列有至政要墓三十五项 其中有一项正是便彭比 但范仲淹的回答令宋仁宗非常失望 他说 臣在边时 见好战者自为党 而怯战者亦自为党 其在朝廷 携政之党亦然 为圣心所察尔 苟彭而为善 与国家和害也 意思是 我在边境带部队的时候 好战者会结党 窃战者也会结党 朝廷中也是一样 好人会结党 坏人也会 结党做好事 对国家能有什么害处呢? 二十八 二人的对话其实并不在同一维度上 范仲淹觉得 朝中好人团结起来有益 对国事有益 宋仁宗觉得 臣僚们抱成一团有害 对皇权有害 同月 范仲淹的支持者欧阳修又自诩捧党 公开撰文《捧党论》 为好人抱团正名 且将文章送到了宋仁宗眼前 文章说 捧党是个很正常的东西 自古以来 君子与君子以同道为棚 小人与小人以同利为棚 皇帝应该做的 不是禁止棚打 而是退小人之为棚 用君子之真棚 二十九 如此 宋仁宗就更不高兴了 不高兴的后果是终止改革 庆立四年六月 改革的反对者捏造了一则流言 说范仲淹有意废除宋仁宗 另立新军 刘延很别角 毫无可信度 但宋仁宗已不愿再表达对范仲淹等改革派的信任 他只信任散沙士的范仲淹 而非与人抱团的范仲淹 为求自清 范仲淹只好以外出巡守为名 离开中央 去地方坐陕西 河东宣服时 另一位改革骑守复辟也离开了中央 去地方坐河北宣服时 庆立四年九月 靠着恩应进入体制的官二代臣职中 被宋仁宗任命为参之正式 大体相当于副宰相 限制官二代 官三代靠恩应上位是庆立新政的核心内容 皇帝如此任命新的宰相 等于便向宣告废除新政 十一月 又发生了禁奏怨狱 一般官员用卖废纸的公费会餐 饮酒作施 召济相陪 席间的某些言辞如罪卧北极浅地福 周公孔子屈为奴被有心人记下 成了弹劾他们的罪状 宋仁宗并不在意他们的酒后狂言 但参加聚餐的多有支持改革者 皇帝遂借题发挥 下了一份严厉的诏书 大谈盛事之下只应有贤君和明臣 绝不该存在捧党 痛斥了知识分子交由往来的风气 命令相关部门采查以闻 对类似行为进行监视、汇报 赵书指向明显 宋仁宗的立场已然明确 心领神会的范仲淹随即辞去了参知证事一职 庆立新政至此彻底归于失败 一、刘大鹏 退享斋日记 山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 第146页 二、刘大鹏 退享斋日记 山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 第146页 三、刘大鹏 退享斋日记 山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 第147页 四、刘大鹏 退享斋日记 山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 第147页 五、刘大鹏 退享斋日记 山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 第149页 六、刘大鹏 退享斋日记 山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 第198页 七、美费正清 剑桥晚清中国史上卷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 第518页 八、王先鸣 《近代身世》、《一个封建阶层的历史命运》 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第656页 657页 九、齐陈俊 只是实稿 唐代的科举与官僚入室 甘肃文化出版社2005年版 第245页 十、方健 《北宋世人郊游录》、上海书店出版社2013年版 第三页 十一、冯尔康 《中国社会结构的演变》、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第772页 十二、郭培贵 二十世纪以来的明代学校与科举研究 明史研究论从 2014年第二期 十三、湖城 白金三品之管建 考古与文物 1994年第五期 十四、司马迁 史记 评准书 中华书局 1959年版 第1433页 十五、司马迁 史记 《评准书》、中华书局1959年版 第1435页 十六、环宽 《盐铁论》、《水汉》、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 第80页 十七、卫收 卫书 李冲传 中华书局1974年版 第1180页 十八、薛海波 《论北魏军田治下的国家》、豪族与小农 《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10年第1期》、《王夫之》、《独通建论》、《卷24》、《德宗》、《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711-712页》、 刘玉室、《刘玉峰》、《试论唐代两税法的制度缺陷和执行弊端》、《唐史论》、《2013年第2期》、《邓广明》、《北宋政治改革家》、《王安时》、《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7年版》、《第145-155》、《175-183页》、《旷世源》、《旷世源》、《中华书局》、《新知三联书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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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145-155》、《175-183页》、 《中国经事史》、《上海三联书店》、《2013年版》、《第40-41页》、《同志乡乡县志》、《三下复议制》、《建阳国安》、《明清两湖地区基层组织与乡村社会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56-157页》、《梁方仲》、《梁方仲文集》、《中山大学》、《出版社》、《中国经事史》、《中国经事史》、《上海三联书店》、《2013年版》、《第40-41页》、《第40-41页》、《同志乡乡县卷券》、《 2004年版》、《第98-99页》、《范仲淹》、《范仲淹全集》、《打手照调臣时事》、《四川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523-538页》、《拖拖等》、《宋史》、《范仲淹传》、《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10274页、《拖拖等》、《宋史》、《范仲淹传》、《中华书局》、《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10274页、《拖拖等》、《宋史》、《中华书局》、《中华书局》、《中华 《张士逊传》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10218页 《毕源》续资质通建月禄书社2008年版第612页 《欧阳修》欧阳修全集 《彭党论》中华书局2001年版第297页 李强《北宋静奏愿遇的政治文化解读》江苏社会科学2008年第2期 《王朝的盛史前流》 一夕开源全圣日,小义游藏万家事 稻米流之素米白,公司苍岭聚风时 这是杜甫在唐代宗广德二年、公元764年前后写下的《一夕二手》中第二首的开头部分 也是后世赞颂唐玄宗开源圣事的核心材料之一 但诗人的赞颂当不得真 写这首诗的时候 杜甫正在安史之乱的大动荡中过着风雨飘摇的生活 距离潦倒去世只有数年时间 稻米流之素米白其实是一个饥荒中人对往日太平生活的侍候美化 十多年前的杜甫眼中并无什么开源圣事 他的兵车型、利人型、讽刺的是唐玄宗与杨贵妃的交涉引役 他的诸门酒肉臭 陆有洞思谷入门闻浩淘 幼子姬乙族描述了另一个真实的玄宗时代 那是一个百姓纷纷脱离朝廷控制的时代 五周时代 宰相维斯利说的是金天下户口 王逃过半 唐玄宗在开源九年公元七百二十一年的诏书里 也承认百姓逃亡未兮 天宝十四载 公元七百五十五年 《杜佑传》通典中又说天宝年间所在隐漏之甚也 许多百姓将自己藏了起来 躲避朝廷 原因是有私不以经国欲远为义 朝廷的政策只顾眼前的汲取 没有更长远的考虑 自秦汉制明清的所谓盛世大体如此 当然 有地方可以逃亡来躲避朝廷 终究要好过无处可逃 只能去做盗贼的时代 这也是开源盛世 何以成为杜甫怀念对象的重要原因 下面再以贞观之治为例 对盛世或约治世的含金量略作管亏 一、贞观之治的民生极苦 先来看一组数字 西汉初年 全国的人口约为一千四百万至一千八百万二 东汉光武帝刘秀去世时 全国人口约为两千一百万三 晋武帝司马延泰康元年 公元二百八十年 全国人口约为一千六百一十六万四 唐朝贞观初年 全国人口约为一千二百三十五万五 在这组数字的背后是一串璀璨夺目的名词 文景之治、光武中兴、太康之治与贞观之治 再来看另一组数字 秦灭六国后 全国人口接近四千万六 汉平帝元始二年 公元两年 全国人口约为五千九百五十九万七 汉环帝永寿二年 公元一百五十六年 全国人口约为五千六百四十八万八 隋扬帝大业五年 公元六百零九年 全国人口约为四千六百零二万九 在这组数字的背后是另一串黯淡无光的名词 秦末流民、陆林赤梅流民、黄金流民与隋末流民 有些时候 历史是会符合数学逻辑的 从秦汉到隋唐 近千年的漫长时光里 人口的生殖力与土地的生产力之间一直在做着殊死搏斗 朝廷控制下的大多数人口长期集中在古老的黄河流域 耕地面积没有大幅度的增长 农作物的亩产量也没有质的飞跃 无论仙民们如何披星待跃 六千万人口似乎一直是这块土地所能承载的极限 这承载既包括满足百姓免于饥寒 也包括满足统治集团的恒征暴敛 其实,恒征暴敛是秦治下的一种常态 王朝建立初期政治清明 后来才逐渐腐败只是后人挠不出来的一种幻想 比如西汉初年的文景之志 常见的描述是汉文帝如何节俭 可谓政治清明 但实际情况是守宪官财物 而即道之也就是坚守自道 挪用本该上交给朝廷的财富的情况非常严重 以至于自履后到文帝均在不断出台政策 或制定严厉的法律 或派遣御使前往地方监察 缺乏制度性约束的官僚系统敢于贪磨皇帝的财富 自然更敢于侵夺底层百姓 所以 贾义成给汉文帝的奏书里说 汉之为汉即四十年已 公司之机有可哀痛 失时不渝 民且狼固 遂恶不入 请卖绝 子 记闻而已 大义是 我大汉建国四十年了 长安的国库是空的 民间也没有积蓄 气候失调 雨水失常 百姓就要饿肚子、桃荒、卖儿卖女 为什么国库是空的 民间也没有积蓄 当然是因为官僚系统贪污腐败 不受约束 类似的情况也建于汉景帝时代 汉景帝在诏书中给出的对时代的诊断是 立或不奉法令 以或禄为事 彭党比舟 以科为查 以科为名 令亡罪者失职 十一 整个官僚系统腐败透顶 烂到根了 所谓文景之志尚且如此 其他历史时期也就可想而知了 因此 秦治下的太平盛世可以粗略地简化为一个公式 朝廷汲取量加人口生存 必须量约等于土地出产总量 一旦 朝廷汲取量激增 如皇帝有了对外扩张 宣誓武力的欲望 或人口增长至一个比较高的水准 盛世就要出问题 如出现流民 如果再发生外敌入侵或统治集团内部分裂 王朝就有可能崩盘 当然 前文提到的六千万人口并不是一个绝对上限 新作物的引进 种植技术的变化 水利工程的修筑 南方山地的开发等都会对可供养的人口上限有所提升 同样 如果朝廷对人力、物力的汲取超出了一般水平 急速增加 也不必等人口达到六千万 王朝同样有可能崩盘 隋朝王于流民和统治集团内部分裂 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传统的历史叙述对皇权有着浓厚的人正情结 认为 治世、盛世一定是人正的结果 实则是一个典型的认知误区 当中国土地上的人口从六千万锐减至一千多万 任何治利正常的君主 只要他没有丧心病狂 都可能实现所谓的文景之治或光武中兴 贞观之治也是同样的情形 生殖力与生产力之间紧张的关系突然缓和下来 偌大的唐帝国只剩下不足三百万户 总人口已不及隋扬帝时代的四分之一 人均耕地的大幅度增加 既意味着百姓物质条件的极大改善 也意味着对劳动力的迫切需求 于是 生产力和生殖力迅速攀升 十年生据 十年教训 自唐高祖、李渊 晚年社会渐渐安定 到唐太宗、贞观八年、公元六百三十四年 前后人丁凡数 家戟人足 盛世的到来 恰恰用了二十来年 一切不过是自然调节的结果 既不必说贞观之治有多伟大 也不必谬赞李世民有多英明 下面再具体说一说贞观之治下的民生 按唐朝户籍制度 百姓有客户与不客户两类 前者主要指家中有男丁需要承担负义的自耕农和半自耕农 后者主要指享有免负义特权的官僚及其不取、奴婢 官僚吃饱吃好自然不成问题 不取、奴婢是官僚的私有财产 为了保值 也不会随随便便就被饿死 所以 要判断贞观之治的含金量 主要得看自耕农和半自耕农过得怎样 这方面 学术界已有许多的研究可供参考 比如 学者燕金明的考据结论是 贞观年间的百姓 至少需要拿出收成的四分之一交给朝廷 一家客户如能拥有耕地五十亩 全年生产粮食速获稻米五十弹 每年需无常地将其中的十一弹二斗供内给国家 占收获总量的二十二 再加上各种杂肴、附加税 则在二十五以上 这是就正常年景而言的 如玉水、汗、蝗虫等自然灾害 粮食欠收 那就不是二十五了 至于那些受田二三十亩乃至十亩五亩的贫下户 他们的负益负担 则不是全年农业生产收入的百分之二十几 而是百分之三四十 甚至五十以上 这样苛种的负益剥削 显然远远地超过了农民的实际负担能力 贞观年间客户的负担竟高达全年收获总量的四分之一以上 难得的志士尚且如此 其他时代就更不用说了 十二 学者王世丽的考证也得出了近似的结论 他认为 鱼粮只够百姓维持最低的生活水准和最简单的再生产需求 也就是较之随莫乱世遍地饿瓢 贞观年间的百姓终于过上了饿不死的日子 贞观时期 宽香农民受田百亩 如都种粮食 中长年仅一年 可得素百蛋左右 但是这百蛋的收获约有四分之一要交给国家 以一家五口计算 碎十米、三十六蛋或素六十蛋 除去口粮尚于素十五蛋 加上其他副业收入 大致可维持全家穿衣 修理和购置吹具、农具、送往迎来和养生送死等费用 这只是维持最低的生活水平和最简单的再生产需求 若遇封人 其境况可能要好一点 如遇凶欠 则境况还要差些 受田三十亩的辖乡农民 中长年仅只能得素三十蛋 加上其他副业收入 除去租掉 即使不以拥待义 也只能是康菜半年粮的生活了 十三 历史学家韩国盘研究敦煌和吐鲁番的出土文献 得出结论 天保时的农民生活并不像旧时所渲染的那样美满 根据敦煌和吐鲁番发现的关于物价资料的探讨 好的只能勉强维持生活 差得避致破产流亡 十四 开源盛世尚且如此 贞观之志自然也不会好到哪里去 中国赋税始终计算得出的结论也大体差不多 均田、租庸调制下农民生活的真实情况如何呢? 贞观年间唐太宗到领口时 见到这里农民一丁寿田三十亩 敦煌户籍残卷中各丁寿田的平均数也在三十亩左右或略多 我们按一丁寿田三十亩计算 当时的粮食产量 亩产一般为一蛋 三十亩共收三十蛋 丁南维护主的一夫 一妇五口之家 主要就是靠这三十蛋来生活的 这三十蛋中 按唐代规定 所缴租佣调、户税、地税共为七蛋七斗五升 三十蛋收获物在上缴租税外 还余二十二蛋二斗五升 一夫一妇的五口之家所需口粮 据唐六点卷六上书行部所载 全家五口每日需口粮七生二合 全年供需口粮二十五蛋九斗二升 但缴纳租税后 只剩下二十二蛋二斗五升 还缺少三蛋六斗七升 也就是说 每年还缺少一个月以上的口粮 何况农民除吃饭以外 还需要种子、农具、肥料等生产资料 和衣物等日常必不可少的开支 那就更加入不敷出了 至于像敦煌户籍残卷中计数的那样 贫苦农民受田数额还要低于三十亩的平均数 如果一户只能受田十亩、五亩 那是连租掉也搅不起的 十五 总结一下就是 农民吃不饱也饿不死的日子 从贞观之至一直延续到了开源盛世 学者吴张全也研究过唐朝初年的民生 他的结论是 唐初平常人家耕地三十余亩 可以养活三四口 家庭人口再多 便要忍饥耐寒了 如果耕的是上好田地 土地生产力好 那就宽裕些 如果是贫瘠田 就很难支持 十六 其实 贞观十七的君臣自己也很清楚贞观之至的含金量 贞观四年 公元六百三十年 李世民授予陆院 贱业人多 蓝绿 十七 发现很多穷人连衣服都穿不起 贞观五年 公元六百三十一年 李世民拟修造洛阳宫 民不上书戴咒上奏 批评朝廷富裔繁重 沉痛说道 九成作义 鱼丁向进 乱离福尔 户口单若 义人就义 举家便废 入军者督其荣丈 从义者择其侯粮 尽是经营 多不能挤 十八 戴咒说 陛下修筑洛阳宫 就等于把征兵役剩余的民间壮丁全征完了 百姓家中有一个人去扶役 全家生计就要陷入困顿 扶兵役还要自己准备器具 扶瑶役还要自己准备粮食 举全家之力 许多百姓也无力置办齐备 贞观六年 公元六百三十二年 李氏民心养难耐要去泰山风扇 为之极力劝阻 理由是从衣水与落水往东 一直到泰山与东海 苍茫千里 人烟断绝 鸡犬不闻 道路萧条 进退奸阻 十九 远不是什么天下大致的景象 贞观十一年 公元六百三十七年 李氏民往淮州游猎 有人上奏批评说 朝廷长期勒令山东重丁营造公院 还说如今的摇曳可与鲍随相比 淮州、洛阳以东残人不堪其命 老百姓都要活不下去了 李氏民对着侍臣发怒 说这样的批评是在诋毁君王 有四咒诅 二十同年 还有世遇石马州上奏说 本朝人口不及随朝的十分之一 但蒸发摇曳不遑多让 共观摇曳 道路相继 胸去地还 首尾不绝 原者往来五六千里 春秋冬夏 略无休时 老百姓被朝廷的摇曳折磨得死去活来 臣没访问 四五年来 百姓颇有怨皆之言 以陛下不存养之 二十一 我去基层访查 百姓对朝廷怨声载道 认为陛下根本不在乎他们的死活 贞观十四年 公元六百四十年 侯军极平高昌 李世民执意在其地治州县 当地百姓全都遭了殃 用储岁梁的话说 是非储晚宿 十世久空 庶俊 五年不复二十二百姓或死于摇曳 或为逃避摇曳而成为流民 十世久空 也是在前一年 为止上奏批评李世民的爱民之心不能有始有终 请年以来 疲于摇曳 官中之人 劳必游慎 脱因水汗 古脉不收 恐百姓之心 不能如前日之凝贴 二十三 百姓已被朝廷的摇曳弄得筋疲力尽 官中的百姓尤其惨 如果遇上水汗之灾 作物欠收 吃不上饭 恐怕会有人造反 也是在这一年 吴楚 巴蜀之地共二十八周因九汗出现了 积人相识 二十四的惨剧 贞观十五年 公元六百四十一年 房玄陵 高氏连路遇少府少监窦得宿 询问为什么又在修太极宫北门 都把二人的询问上报给李世民 李世民大怒 对着房玄陵 高氏连大骂和御君士二十五 官你屁事 自此朝臣都不论是二十六 众人坚默不言 贞观十六年 公元六百四十二年 李世民下发诏书 自今有自伤残者 据法家罪 仍从负义 随莫负义重述 人往往自折肢体 为之俯首 俯足 致是遗风犹存 故尽之 二十七 皇帝下令 从今往后 再由百姓胆敢弄断自己的手足 以逃避朝廷的负义 不但要依法治罪 负义也不能因为残疾而免除 李世民在诏书中把百姓自残归咎于随莫一封 纯属狡辩 如吕思绵所言 是十亿苟不中 民安肯自伤残 二十八 如果不是朝廷的负义 逼得百姓活不下去 谁会很下心来自残 如果不是百姓自残的现象已经很严重 李世民也不至于下这样的诏书 贞观二十二年 公元六百四十八年 李世民准备第二次进宫高丽 蒸发贱难道百姓造船 百姓欲用钱来代替劳役 结果周县督破严急 民治卖田宅 欲子女不能攻 股价永贵 贱外骚然 二十九 卖房子 卖田产 卖儿女 也没法缴足朝廷规定的一钱 只有外逃意图 百姓外逃 土地无人耕种 粮价随之暴涨 社会陷入动荡 童年 因不堪负义 煤 穷 雅三周百姓起来造反 四年下 李世民去世 简言之 忠贞观之事 百姓始终处于一种相当困顿的境遇之中 他们的困顿 与李世民所信奉的百姓无事则交易 劳役则一使的理念 直接相关 贞观十三年 魏旨在觐见时说 陛下这些年来一直滥用民力 忘记了谦逊节俭的美德 而且还振振有词 说什么不给百姓找事干他们就会交易 多给百姓派劳役他们会更容易驱使 自古以来 从来没有因为老百姓安乐悠闲而导致亡国的势力 其实 魏征的建言并不准确 在李世民之前 早已有商鸯与韩非子阐述过百姓无事则交易 劳役则一使的御民之道 商鸯的话是民贫则利富 利富则银 银则有失 故国富而民治 重强 三十一 百姓贫穷 就会有求富得上尽心 富有之后 就会有更多的想法 追求更多的东西 然后国家有失 就不能强盛 所以 百姓富裕了 钱财没地方消耗 就该制定制度促使他们拿出粮食来换取爵位 他们重新陷入贫穷 就不会怠惰 将精力全用在耕作上 不会有过多的想法 追求过多的东西 六失就不会产生 让国家富有 让百姓保持贫穷 可以让国家强上加强 韩非子的话是凡人之声也 采用足则挥于用力 君人者虽足民 不能足使为君天子 而劫卑必为天子为足也 则虽足民 和可以为智也 人的本性是财富充裕后就想要别的东西 在生产上变得懒惰 君主在如何满足百姓的欲望 也不能让他们做皇帝 而且像杰那样的人 做了君主也未必满足 所以 满足百姓的欲望 不是治国的正确路径 心照不宣的那件游戏 史书上的贞观之志有两个重要标签 民生风足与从建如流 民生风足的含金量已如前文所述 下面再说一说从建如流的含金量 贞观二年 公元六百二十八年 秋雨已至 鼠热未去 宫中炎热潮湿 大臣们联名上奏李世民 请求陛下迎见一座干燥、避暑的阁楼 李世民说 朕有哮喘病 确实不适合长期住在潮湿的地方 不过若答应你们的请求 花费恐怕会很多 当年汉文帝珍惜十户中人之家的资产 而放弃修建露台 朕的德行不及汉文帝 如果花费比汉文帝还多 哪里有资格做百姓的父母? 33 贞观四年 李世民又对身边的是臣说 大造宫殿、池院 台阁是帝王喜欢的 却是老百姓不喜欢的 朕贵为帝王 富有四海 凡事都取决于朕 但朕能够自我控制 只要百姓不喜欢 朕一定会顺从他们的意愿 34 为旨在边上接话 称赞陛下英明 陛下本连百姓 每劫己已顺人 陈文 以欲从人者昌 以人乐己者亡 随阳帝志在无厌 为好奢侈 所思没有供奉营造 小不称义 则有俊乏言行 上之所好 下必有慎 竟为无限 遂至灭亡 35 为止说 陛下能够怜爱百姓 克制自己的欲望 让百姓过得更好 而随阳帝就是个惨痛的教训 但李世民并不是一个能够自我控制的人 同样是在贞观四年 与说出上面那番自夸的话大略同期 他也曾下召大兴土木 迎见东都洛阳的皇宫 大臣张玄宿对此极为不满 上奏说 陛下以前去东都 把那些华丽的建筑拆了 已是节俭 天下人交口称颂 如今又去重建 这算什么? 陛下天天说 寻兴不是什么要谨示 只会浪费钱财 如今国库空虚 陛下又要迎建宫殿 这又算什么? 当日 太上皇要烧毁东都多余的宫殿 陛下觉得如果不烧 拆下来的瓦木还有用 可以赐给平民 虽然太上皇没有采纳 但天下人都称赞陛下仁德 事情才过去五六年 陛下却又要大兴土木 这又算什么? 张玄宿的挤兑没留余地 李世民很尴尬 只好回头对房玄陵解释说 洛阳土中 朝贡道君 镇故修营 亦在便于百姓 金玄宿上表 时亦可依 后避势力虚行 路坐亦复何苦 这句话的意思是 朕迎见东都的本意 是因为洛阳处在国家的中央 可以方便各地、周府前来朝贡 玄宿既然这么说了 日后朕去洛阳 就算露天而坐 也不会觉得苦 房玄陵当然知道方便朝贡是个别角的借口 但皇帝自己给自己找了个台阶下 他也只好附和一句陛下圣名 世大夫希望君王寡思域而好仁德 李世民善于内建 勇于改过的世纪史不绝书 其《境建论与水周关系论深入人心》 看起来也很符合寡思域以气巧利的圣君标准 不过 如何说是一回事?如何做又是另一回事? 就在魏征基赏张玄宿阻止李世民迎建洛阳的皇宫 有回天之力的不久之后 贞观五年 刚刚建完仁寿宫的李世民突然再次将迎建洛阳宫提上了日程 民部尚书代咒再三劝谏 李世民称赞了代咒的直言 并提升了他的观觉 也没忘了兴建洛阳宫 且极为奢华 凿驰柱山 雕视华谜 徘徊在物质欲望与仁德表演之间 李世民深受煎熬 出于私欲 他一心想要修筑洛阳宫 为了那众人称颂了仁德 他又屡次接受大臣们的劝谏 放弃修筑 当屈从物欲而不顾一切把华丽的洛阳宫修筑起来之后 他似乎又受不了满朝氏大夫的议论 最终 洛阳宫问题变成了一场闹剧 李世民痛骂了负责工程的官员 将其免职 然后狠心把刚刚落成的宫殿拆了 这样的煎熬长期伴随着李世民 贞观六年正月 他准备从皇宫搬往新洛城的九城宫居住 九城宫距离京城三百多里 著作郎姚思莲觉得皇帝跑去那里 处理政务会不方便 于是极力劝阻 但李世民坚持要去 理由是自己患有气急 李世民似乎忘了 贞观二年 有大臣提议给他修一座避暑阁楼时 他的表演式回应是为了不加重天下百姓的负担 自己可以忍受气急 当然 若真是气急严重 倒也可以理解 只不过 李世民决定搬去九城宫是在正月 与需要避暑的气急并无关系 他之所以想去九城宫 是因为新洛城宫殿的居住条件 远好于现在的寝宫 姚四连的劝阻让李世民暂时留在了京城 三月份 长安春暖花开 李世民还是去了九城宫 一直在那里待到十月份 冬天将至 实在无暑可避 才回到长安 在贞观年间漫长的觐见那件游戏之中 李世民与他的臣僚变得越来越形式主义 大臣频繁禁见 极力想要压抑李世民的私欲 将他纳入内圣外王的轨道 李世民则几乎逢见避纳 对禁见者几乎无不大家赏赐 行动上却又几乎没有什么改观 奖赏了建臣后 他想去游猎 仍然会去 他想修筑新的别宫 也仍然会修 即便是形式主义的游戏 晚久了难免会有失控的时候 贞观八年 公元634年 忠慕成黄斧德参禁见说 陛下往日修筑洛阳宫 耗费民力 收取地租 过分争脸 民间女子都喜欢书高纪 也是根宫礼学的 李世民听了大怒 对着房玄陵发飙 这个皇甫德参是不是国家不征用一个劳动力 一斗地租都不收 朕的宫女都剃光头 他才满意 四时 李世民还曾对长孙皇后说 要找机会杀了魏征这个田舍汉 也是在贞观八年 魏智敏感地察觉出了李世民心理上的微妙变化 他直言不会道 陛下如今不再喜欢直言了 虽然还勉强接受 却早已没有了往日的豁达 四十一 贞观十年 公元六百三十六年 魏智开始以募集为借口 屡屡求为散观 四十二 追溯起来 唐太宗君臣行事主义的禁建那件游戏实施于玄武门事变之后 彼时的李世民急于打造自己地位的合法性 遂与怀友、内圣外王、理想低视大夫们一拍即合 开启了一场从见如流的表演秀 李世民不断内建 不断奖赏禁建者 但对执行禁建的内容一直兴趣所然 随着在位时间越来越长 地位的合法性越来越不是问题 李世民也渐渐不想再玩这种游戏 贞观十一年 先是卫旨对李世民说 陛下欲善之志不及于西时 闻过必改少亏于朗日 四十三 陛下知错就改的精神已远不如往日 然后又由李世民对卫旨发牢骚 上丰逝者皆严阵 游列太平 今天下无事 五倍不可忘 阵时与左右列于后院 无一事烦民 夫意和伤 李世民抱怨 禁建的人都指责我游列过于平凡 但我以为如今天下虽然无事 五倍还是不能松弛 我时而与世臣在后院狩猎 没有劳民伤财 有什么错呢? 为旨无奈回答 陛下既使之上风事 指得自其陈述 苟其言可取 故有益于国 若其无取 亦无所损 未旨的意思是 陛下既然鼓励进建 应该让人畅所欲言 说得对 陛下采纳 对国家有好处 说得不对 陛下不理会 也没什么损失 李世民文言大悦 魏征的回答流露出了强烈的悲观情绪 李世民的牢骚清晰地传达出一种不想将行事主义的禁建那件游戏进行下去的情绪 这种情绪也体现在童年发生的另一件事上 贞观十一年十月 欲使柳范弹劾吴王李克·李世民第三子频繁外出游猎 严重扰民 处罚了李克后 李世民发怒道 掌使权万计是吴儿 不能匡政 罪当死 他说 掌使权万计辅佐吴儿 却不能有所匡政 论罪当死 柳范耿着脖子回答 房玄陵氏陛下 由不能止田列 起得独罪万计 他说 房玄陵辅佐陛下 也未能阻止陛下四处游猎 该死得不光权万计一人 李世民拂一而去 这一年 朝臣屡次劝谏李世民结至游猎 李世民则屡次借游猎之事向朝臣发难 李世民想要放纵自己的欲望 同时很在乎自己的历史形象 为兼顾二者 他选择一再为之向史官所求与自己相关的历史记录 贞观九年 公元六百三十五年 他要求阅读国史 被建议大夫朱子奢博了回去 贞观十三年 他又询问楚遂良自己起居住的具体内容 担心里面记载了自己的缺点 四十七 最终 他如愿以偿从房玄陵手里看到了国史 也对国史如何转修给出了自己的指导意见 在位二十余年 李世民犹如一位演员 在台上对自己的一举一动都做了刻意地修饰 他不止一次通过与陈辽对话的方式来为自己塑造生活简朴、爱惜民利的光辉形象 在那些令人感动的对话背后 九成功、大明功、飞山功、香成功正在破土动工 舆论指责九成功修建得过于华丽 他下令将其摧毁 香成功同样被摧毁 原因却是建成之后不合李世民的心意 在那漫长的觐见那件游戏里 李世民获得了从善如流的美誉 但接受建言是一回事 执行建言是另一回事 李世民在朝堂之上充分展示着自己虚怀弱骨的帝王风度 史官将他对范延执见者的宽容载入实录之中 而他很快就忘记了建言的具体内容 但真观之至低视大夫仍然是幸运的 至少 李世民愿意陪他们玩这样的形式主义游戏 三 唐长安城的畸形繁华 自秦汉而下 中国古代的大城市有两个基本特点 一 不是经济发展的自然产物 而是由政治权力推动建筑 在布局与管理上完全遵从权力的意志 二 城中不存在独立的市民群体 也没有独立的经济结构 城中的农业、手工业、服务业、商业 全部依赖城中贵族的消费而存在 是政治权力的附属品 从业者与行业聚受到政治权力的严格管控 号称最能体现圣唐气象的长安城也不例外 长安共计108方唐高宗龙朔至唐玄宗开元间为110方 唐玄宗开元之后为109方 其中西五十四方由长安县管辖 东五十四方由万年县管辖 两县同属经兆府 全城城归整的棋盘式布局 这是一种典型的权力化的布局 其设计思路的出发点是为权力服务 而非便利城内居民的日常生活 用日本学者魅伟达燕的话说就是 长安城的建筑原本就不是以居民生活为出发点的 而是根据六世纪末到七世纪初王都的理念 设计建成的一座宏伟的理想都市 四十八 宏伟的理想都市追求的是凸显皇权的神圣性与保障皇室的安全 这种追求对普通市民而言 往往意味着束缚、禁锢与不宜居 布局上 街道纵横笔直、方区四四方方 全方位的整齐划一追求的是神圣性 管理上 实施礼方制度与业禁制度 严格控制城内居民的人身自由 追求的是安全 唐长安城布局示意图 四十九 礼方制度源于秦汉时代的屡礼制 所谓屡礼制 简单说来 就是在城内用围墙圈出许多方块状的驴或方 居民住在墙内的房子里 不许临街开门 不许临街起楼 只能从官府设置的方门出入 方门设置有但是之类的机构 配备了方政、理政之类的管理人员 用来监控居民的进出 北宋定都开封后 李方制才被抛弃 并不是赵宋王朝不喜欢李方制 而是开封的自然环境不允许 取而代之的是清明上和途中那种较为开放的街坊制 城市居民不再被官府用高墙进骨 极致清代 爱新觉罗氏入关后欠缺自信 用栅栏将北京城的居民住宅再次分割、封闭 据大清会典记载 清初 北京内城有大小栅栅1100余道 外城有大小栅栅440余道 栅栅门尘起昏闭 直到清代中叶栅栅才渐渐消失 大石烂的地名则流传至今 五十 再说叶晋制度 简单说来就是 长安城的外国城门、宫城城门、皇城城门与方氏之门 会在入业前定时关闭 形成三层封闭结构 长安城宫、皇城方 以控制城内人员入业后的活动半径 方内之人只能在本方内部活动 未将叶晋制度落到实处 唐朝皇帝想了很多办法 具体包括 一 若有人不守叶晋出方 严厉追责方正 二 摄左 又接使 又今无畏钟郎将担任 左 又巡使 由殿中 侍玉使担任 三 又今无畏上街夜巡 遇到饭夜禁之人可以独打、砍杀、杖毙 四 于城门方角社、武侯铺 由武装兵士值班 巡查周边区域 兵士少则五人、多则百人 五 京兆府、长安县、万年县 需参与夜禁的落实 五十一 如此层层落实 积极追责 目的当然只有一个 调动尽可能多的资源来防范城中居民夜间行动 以满足皇权对安全的追求 这种防范既针对底层百姓使其散沙化、无力酿成群体性事件 也针对城内显贵 比如 唐宿宗时设有特务机构查识厅子 由宦官李府国掌控 用以监督城中官僚、贵族、官吏有小过 无不似之 武则天时代 为了控制李唐皇室 又将包括李隆基在内的诸多李唐皇室成员控制在兴庆坊内集中居住 晚唐皇权落入宦官之手 宦官又将这种做法继承了下来 有唐一代 长安城内先后出现过五王同方、十王同方、十六王同方、乃至百孙苑 五十二 李方制度与业禁制度为上述监控与监管提供了极大的便利 但监控与监管也并非一成不变 其强度的大小取决于皇权的兴衰 皇权兴 打压险贵游刃有余 监控的力度就强 皇权衰 不得不笼络权贵以维系统治 监控的力度就弱 对突破方强者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甚至还出台过政策 允许皇室及三平以上官员临街开门 比如 安史之乱后 长安城的李方就出现了许多穿墙破洞的现象 险贵们不愿绕到走官府铸造的方门 更喜欢在自家临街的墙上破洞开门 唐代宗下诏命经兆尹李勉严查亲接打墙 接言造舍五十三的现象 要求一律拆毁撕开的门 并予以重罚 但并无太大成效 后来皇权落入宦官之手 长安城向街开门的现象更普遍了 唐文宗计划诛杀宦官 却反遭宦官软禁的那位 负责落实业禁政策的左右巡使 曾在报告中哀叹说 向街开门的太多 有皇帝特批可以开的 有魏德特批自己就开了的 总之无法遏制 那些住户常常不等陈忠祥就开门 木骨怎么敲也不关门 使得长安城的业禁制度形同虚设 五十四 城市监控力度的衰弱 确实增加了安全隐患 元和十年 公元815年6月3日 沉中敲过 天色未明 为了赶上早朝 家住靖安芳的宰相武元恒骑马走出了家门 他穿过靖安芳东门 进入大街时 突遭埋伏在侧的刺客为杀 被割去了头颅 同日 家住永乐芳的另一位高官裴杜也遭遇了刺客袭击 他滚落到街旁水沟之中 头颈覆伤 因沾茂厚实而侥幸捡回一条性命 事后查明 刺客来自地方藩镇平庐节度时理事道 因五元恒与裴杜正协助皇帝加强中央集权 试图对藩镇用兵 故遭遇此劫 五十五 但另一方面 监控力度的衰弱也让城市有了更多的活力 城市的灵魂 商业有了很大发展 唐长安城虽设有东 西二市 但因位置固定所有交易只能在东 西二市进行 且营业时间短 中午开市 日落必市 服务对象始终非常有限 为了能够最大限度地享受到东 西二市带来的生活便利 始终不但可以买到各种商品 包括米、麦、肉类、酒类、蔬菜水果、衣物 纺织品、金银、宝石、药品、马匹、车辆等 还有酒宴、戏曲等娱乐项目 唐长安城的官僚 贵族在置办住宅时 首先考虑的是靠近位于城市东北部的大明宫和兴庆宫那里是唐王朝的政治中心 其次就是靠近东市和西市 二市营业时间短 长安城又实行礼方制度和业禁制度 住得离二市远了 既没有办法痛快地购物 也有可能因为购物耽搁时间太久而赶不及回方 被巡业的金无味抓住打个半死 魏皇市的安全而施加的限制直接导致东市周边地区该区域靠近大明宫和兴庆宫成了长安城官僚、贵族府邸最为集中之处 也是唐长安城住宅价格最昂贵的地区 事实上 不止官僚、贵族的府邸、整个长安城的住宅分布也基本处于东贵西建南虚北石的状态 具体来说就是 以纵贯全城的朱雀大街为界 宫卿以下名居只多在朱雀街东 街西则福玉流迹不可圣迹 官僚、贵族和有钱人集中住在街东 平民百姓和外来人口集中住在街西 而自朱雀门南第六横街以南 率无居人地宅 从皇城向南属 第六条横街以南的地方大多无人居住 自兴善寺以南四方 东西进锅 虽时有居者 烟火不接 耕肯种植 千墨相连 最南边的四排方 从东城墙到西城墙 只偶尔有人居住 已被开垦为千墨相连的农田 五十八 当皇权衰微 对城市的监控力度减弱时 长安城才渐渐有了烟火器 出现了宜居的一面 宜居的变化如下 第一个变化是川墙破洞与临街开门现象增多 前文已有叙述 第二个变化是商业活动突破东西二式的范围 扩展到了其他方 崇仁方里出现了造乐器的工匠作坊 平康方里有人卖浆果 宣扬方里开设了彩鞋铺 长兴方里有碧螺殿 宣平方里可以买到油 升平方里可以买到胡饼 严寿方里出售各种金银珠宝 诸多的酒肆与铝店也出现在了东、西二式周边 昼夜喧呼 灯火不绝的夜市随之兴起 唐德宗时期 旅人可以在酒寺里喝到鸣鼎大醉 不必担心天黑后回不了旅店 维庄也在诗里说招文奏对入朝堂 木剑喧呼来酒室 早上去朝廷上班 晚上去酒楼买醉 这都是只有在黄泉衰微、城市控制放松的中晚堂才有的快活 遗憾的是 这些快活与长安城内的普通百姓关系不大 无论黄泉如何衰微 唐代的长安终究是一座权力之城 金无谓奈何不了达官显贵 对付底层百姓却绰绰有余 所以,草民照样不敢临街开门 照样木骨一想就得撒鸭子往方内跑 照样与城市的喧闹繁华无关 与底层百姓有关的只有掠夺与汲取 唐人诗词中常有《长安城》中百万家一类的句子 这当然是夸张之词 开源、天保年间的长安城 总人口约为七十万 除去军队约十万左右 不及所在宗士、工人、宦官、外国人等共计五万余人 僧人和道士约两万至三万人 以及脱漏人口约十万人 长安城内由长安县与万年县管辖的普通百姓约有三四十万人 六十这三四十万普通百姓在这座无与伦比的国际化大都市中并没有过上舒适的生活 除了负担所有唐帝国百姓都必须负担的常规的富裔、摇意外 他们还得不断承受来自皇权的随行掠夺 比如金融诈取 自唐帝国铸造开源通宝之后即已开始 为满足日益增长的财政开支 朝廷率先铸造减重的铜钱敛财 民间随之跟风道住 唐高宗时期 恶钱、含铜量不足之前即已充斥长安城 恶钱是一种官方称呼 它流行的根源其实是唐帝国官方不愿为市场提供足量的合格铜钱 铸造合格的铜钱成本很高主要是缺铜 没有多少收益 多数时候还会亏损 但官府又不愿将铸帝权下放民间 铜钱不足导致通货紧缩、钱贵勿轻 民间只好流通私铸的恶钱 61 对朝廷而言 铸造好钱会亏损 收缴、恶钱却有利可图 显庆五年、公元660年 唐高宗下令以五恶钱筹一好钱 命百姓用五个恶钱向政府换一个好钱 在长安率先实行 结果百姓不愿换 私自藏之 以后官禁之池 等着朝廷取消不许恶钱流通的禁令 唐高宗无奈 改为以好钱一文买恶钱两文 两个恶钱换一个好钱 百姓仍然不愿 百姓又不傻 换了就等于将自己的部分财富无偿让给了皇帝 于是 六年之后 唐高宗采取了另一种敛财之法 铸造一种名为前锋全宝的大钱 官定新钱一文等于旧钱十文一文新钱的含同量远低于十文旧钱 且给出期限 一年之后将废除旧钱 禁止旧钱流通 实际上仍是逼迫百姓拿旧钱来换新钱 将部分财富转移给朝廷 作为率先执行换钱政策的地方 长安百姓深受其害 史称京城纷然 卖买待绝 六十二 类似的手段 唐素宗也用过 钱元元年 公元七百五十八年 唐素宗采纳筑前史第五旗的建议 铸造发行了钱元重宝 与开元通宝的兑换比例是一时钱元重宝每民重十斤 开元通宝每民重六斤四两 朝廷以一个十斤强行兑换民间的十个六斤四两 这显然是赤裸裸的抢劫 稍后 第五旗变本加厉 又主持铸造了重轮钱元前 每民重十二斤 与开元通宝的兑换比例是一五十 这场敛财运动制造了巨大的民生灾难 十载 法纪履义 物价腾月 米斗钱至七千 饿死者满道 京师仁仁私柱 郑书卿为京兆尹 数月榜死者八百余人 六十三 刚刚重归礼堂的长安百姓成了这场敛财运动最直接的受害者 为了止损 为了活下去 他们选择冒死私柱钱元重宝 与重轮钱元钱 自然 这是皇权不能容许的 仅仅一个月 长安城内就处死了八百余名盗住者 而相比遮遮掩掩 收效迟缓的金融诈取 皇权有时候更喜欢直接暴力掠夺 唐德宗时期 长安城的百姓有过这样的遭遇 当时 为了支持与藩镇之间的战争 唐德宗采纳为都宾、陈经的建议 决定搜刮天下富商 尤其是长安商人 实在 叛渡之杜佑大索长安中商骨所有货 意其不实 折家蓬垂 博肃卖者 接戒四分之一 封其贵教 百姓为之罢是 相帅遮宰相马自诉 以千万数 卢其始未遇知 事不可遏 乃急驱自他道归 既并戒商所得 才二百万民 仁以解矣 六十四 杜佑具体负责搜刮长安城中百姓 他的做法是搜查长安所有商人的财货 动辄以申报不识为由 对他们进行鞭吃、棒打 如此搜刮之下 所得也不过八亿文 朝廷又决定对其他行业动手 结果导致整个长安城的百姓霸市 集体跑去蓝宰相的马肃苦 宰相卢企开始还开导他们 实在挡不住群情激愤的百姓 从别的道跑了 最后总计搜刮到了二十亿文 以上种种 只是长安底层居民命运无偿的几个典型案例 在当时 长安确实可以称为国际化的大都市 城池规模大 城内人口多 官僚 贵族的宅邸占地广阔 而且相当雄伟 城内还有许多外国人带着外国的货物来来往往 但长安的繁华终究只是权力的繁华 不是民生的繁华 四 怀柔远人的两笔账 贞观四年 唐王朝平定了东突厥 投降的突厥首领被唐太宗李世民封为将军、钟郎将等 集体安排到朝中做官 五品以上的多达百余人 同时 大约十五万突厥人南下归附 成为大唐百姓 其中入居长安者数千家、六十五 李世民很高兴 下令赏给他们钱粮不匹和土地 有些部落没有钱来归附 李世民觉得美中不足 一而再再而三地派出使臣带着各种优惠政策前去招服 开国功臣 担任过梁州大都督的李大亮对皇帝的做法很不认同 他尚书李世民 臣听说 想要安抚远邦 必须要先让身边的人获得安定 中原的百姓是天下的根本 四夷之人只是支业 损害根本 却对支业倍加爱护 以求取天下安定 是不可能的 自古以来 贤明的帝王都是对自己的百姓讲信义 对外族使用权术 春秋上说 荣迪等外族犹如豺狼 不能满足他们贪得无厌的欲望 中原各族是自家人 不可以抛弃陛下现在的做法 臣看不出有什么好处 依臣的余见 应该停止招服不愿归附的部落 他们即使愿意归附 陛下也不应该接纳 中王朝爱护自己的百姓 排斥外面的遗敌 所以能传国七百多年 秦王朝动不动就想把胡人纳入版图 常年发动百姓去征伐胡人 所以四十年就亡国了 汉文帝指养兵防守 天下安定 百姓富足 汉武帝一心征伐遗敌 结果耗尽国库 民生凋敝 后悔莫及 李大亮的话字字句句 都是在责备李世民 优待归附与未归附的突厥人 胜过了爱惜大唐的百姓 李大亮还说 皇帝给归附的突厥人发放物资 是在浪费大唐百姓的财富 突厥人集体归附大唐 但我们没办法把他们迁徙到江淮 没办法改变他们的风俗 只能把他们安置在距离京城不远的地方 这不是长久之计 每一个突厥人来归 陛下都赏赐不薄无匹和一件袍子 部落头领来归附 一律授予高官 突厥人俸禄多 地位高 很费钱 拿我大唐百姓上交的钱粮 不薄来供养他们 对我大唐实在是没有任何好处 66 李大亮讲的道理是对孔子远人不服 则修文德以来之的继承 李世民其实也全明白 早在贞观三年 他就对墨河的使者说过 西人未遇荣无上策 朕经治安中国 而肆宜自服 岂非上策乎 67意思是 朕把自己的国家治理的繁荣、安定、周边的一笛心声羡慕 自然而然就奔着我们来了 这才是驾驭荣敌的上策 李世民的话 与贞观四年、李大亮奏哲理的九州阴盛 肆宜自服的含义完全相同 但明白道理是一回事 是否愿意按照道理去做又是另一回事 治安中国 实现九州阴盛 需要付出许多心力 需要复杂的制度建设 不是一朝一夕可以完成的 就效率而言 李世民更喜欢玩倒推游戏 先用武力威慑与物质诱惑 让肆意自服 然后再反推出治安中国 已经完成了九州阴盛的丰功伟业 贞观四年的李世民正策划着 要加冕为天克汗 不会因为李大亮的境界 就终止给新归附的突厥人赏赐官职、土地、钱粮、布匹 尽管李世民嘉奖了李大亮 且那齐奏 也是在贞观四年 李世民还对长孙无忌说过这样一番话 贞观之初 有人上书对我说 应该出动大军去征伐周边的遗敌 只有未知劝我阎武修文 说中国既安 四一字符 我们把自己的国家治理得欣欣向荣 周边的遗敌就会向我们靠拢 朕采纳了魏征的话 如今擒获了协力可汗 魏征的话应验了 六十八 李世民也是在用四一字符的结果来反推自己 已经通过阎武修文实现了九州殷胜 四一字符 从而突厥人自愿成为规划人 成为唐帝国的百姓 有唐一代 李大亮不希望拿唐朝百姓的税赋去供养外国移民和规划人的愿望 从来没有实现过 唐玄宗开元二十五年 公元七百三十七年 对外国人移居大唐颁布过一份专门规定 画外人归朝者 所在周震给依食 巨状宋省奏文 画外人于宽乡复冠安置 六十九地方官府要给他们提供吃穿 要将他们的情形报告给朝廷 要将他们安置在比较好的地方 大约在同期 还出台了另一项赋税上的优惠政策 外藩之人投画者 赋十年 其实前来大唐 且接受规划的外国人可以享受免除十年赋税的特权 十年后 再与华夏百姓承担相同的复义 在以上优惠政策的刺激下 一批又一批的画外人通过各种渠道进入唐王朝境内 长安常年居住着约四五千户规划人 扬州、楚州、四州、海州、密州、登州、青州全部设有新罗方或新罗馆 也就是说 新罗人在今天的江苏、山东沿海 形成了相当规模的聚居区 七十一 敦煌、素州、甘州、西州、伊州、梁州有来自中亚的素特等国的朝五九姓 中国南北朝 随、唐时期对来到中原的素特人及其后裔犯称朝五九姓 共来自十多个小国 其王均以朝五为姓 他们是唐王朝境内实力最大的规划人 在唐玄宗时期 他们参与过两次武装骑士 一次是开元九年、公元七百二十一年的康戴斌之乱 康国的素特人康戴斌率部起兵反唐 参与者多达七万余人 另一次是著名的安史之乱 这场规模空前的叛乱得到了胡商的经济支持 也得到了朝五九姓胡人的支持 七十二 广州、扬州则是波斯人和大石人的主要聚居地 唐素宗前元三年、公元七百六十年 扬州次使叛唐 淮南节度使攻陷扬州 数千名波斯人被杀 七十三 唐西宗潜伏六年、公元八百七十九年 皇朝攻陷广州 大杀外国人 据说有多达十二万人遇难 七十四 外国移民中既有富商大谷 也有普通小民 既有印度规划人罗好新那样做到神策军、正将的上层人 也有常见于唐人诗歌、传奇的昆仑奴一类的底层人 在遗迪问题上 唐王朝大多数时候算的是政治账 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是人傻钱多的冤大头 急于现实需要 他们偶尔也会算一算经济账 贞观二年、公元六百二十八年 李世民下令 诸番使人所取得汉妇女为妾者 并不得将还番七十五 外国人跑到大唐来 娶唐的女子为妾是可以的 但不允许将其带出大唐 显然 经历了随莫大乱的人口锐减 李世民很在意保护唐王朝的生殖力 不许唐朝妇女随外国人离开 实际上就是要把唐朝妇女作为一种生殖资源留在大唐 唐高宗再度重申了这条禁令 如是番人入朝听入职者 得娶妻妾 若将还番内 以为赤科之 七十六 外国人来唐王朝居住 可以在唐王朝娶妻妾 但不许把妻妾带走 否则将以违反皇帝的斥令论处 到了唐代宗时期 因为安史之乱的缘故 唐朝妇女再度成为唐王朝的稀缺资源 实在 因借回合兵平安史之乱的缘故 回合流经施者常千人 商户尾福而杂居者又备之 献官日给 雍戏 执资产 开地赦 十四美利皆归之 日纵暴衡 利不敢问 获一华服 又娶妻妾七十七 长安城中常年驻留着上千回戈人 还有人数是回合人数倍的胡商 他们穿着唐朝人的服装 杂居在唐朝人中间 朝廷款待他们 准他们置办资产与房设 市场上的利润都归了他们 可他们一日比一日蛮横 官吏也不敢过问 有些人还故意穿上华服应该是指有钱、有身份的唐朝人穿的服装 来引诱唐朝妇女做他们的妻妾 又取二字显示 不许汉妇随外国人离开唐朝的政策 确实对外国人在唐朝娶妻妾造成了不小的影响 为保护汉妇不被骗走 大历十四年 公元七百七十九年 唐代宗下诏回和诸胡在京师者 各伏其福 吴德孝华人与汉相参七十八 要求住在京城的回和人和其他外国人必须穿自己本国的服装 不许与唐朝人一般装束 对胡人在大唐挣到的巨额财富 唐王朝有时候也会很眼红 按唐代律法 海商死者 官籍其资 满三月无妻子一府 则没入七十九 来自海外的商人死了 三个月没有妻儿来衙门认领遗产 遗产就归官府所有 孔魁坐岭南节度使的时候 觉察出了三个月期限的微妙 海盗岁易往复 波斯客商的死讯传回本国 本国的亲属在坐船来到唐王朝 往往要一年的时间 三个月的期限无异于直接没收海外客商的资产 于是在他的任期内 无视三个月的期限 随便什么时候 只要是海外客商的亲属来认领遗产 都同意交还 这个故事出自韩玉给孔魁写的穆之名 孔魁的做法被韩玉拿出来赞叹 显示他并非主流 以三月为限 没收海外客商遗产 才是普遍的做法 历史学家吕思勉 评价唐律规定的三个月的期限 说他的实质是故立科利以规立八十 故意制定苛刻的法律来牟利 唐文宗大和八年公元八百三十四年 朝廷又出台了一项政策 斯波斯吉诸藩人资财货物等 抚请依诸商克利 如有父母、嫡妻、男儿、亲女、亲兄弟元相随 并请给还 如无上见至亲 所有钱物等并请关收 更不迭本贯追堪亲族 八十一 这是一项非常意味深长的政策 政策的微妙之处在于元相随三个字 大意是 波斯人和其他外国人死在了唐王朝 留下了资产、货物 如果他有元相随的父母、嫡妻、儿子、女儿与亲兄弟 可以继承他的财产 如果没有 那财产就归官府所有了 且不发公文去他的本国寻找亲属 所谓元相随指的是客商来唐王朝时随行的父母、妻子、儿女、亲兄弟 而非在唐朝娶的妻妾、生的儿女 这项政策让许多海外客商辛辛苦苦一辈子 只是在给唐王朝积攒财富 《太平广记》中有两则波斯商人托付遗产的故事 颇能反映时代的变化 第一则故事的主角是活跃于唐玄宗时代的李勉 故事中说 李勉遇到一个重病的波斯商人 因感念其照顾 商人临死前将一颗当百万的宝珠赠给李勉 李勉将宝珠藏在湖山口中一并埋葬 后来 李勉遇在扬州遇到胡商之子 带了他去胡商之墓中取走了宝珠 第二则故事的主角是李勉的儿子李约 故事中说 李约在江上遇到一位重病的胡商 胡商将自己的两个女儿托付给李约 还送了他一颗宝珠 胡商死后 财宝约数万 惜及其数送官 而以二女求配 埋葬胡商时 李约把宝珠塞在了他口中 后来 胡商有亲属前来要求继承财产 打开坟墓 看到了宝珠 都是胡商 都是在江边相遇 都是相赠宝珠 都是放在尸体口中 都是绝目得宝 元素如此雷同 两则故事显然出自同一个蓝本 但前者的故事发生在唐玄宗时代 元相随条款尚未形成 故事中也就没有将波斯商人的财产送官的情节 后者的故事大概发生在唐文宗时代 所以李约做出了财宝约数万 惜及其数送官的举动 胡商身边的两个女儿不符合元相随的继承条件 李约只好将胡商的财产造册送官 后来 符合元相随条件的亲属来到 放在官府的胡商的财富连带墓中的宝珠才能被拿走 这是同一则故事在不同的时代流传 为了显得真实而柔尽时代元素的典型案例 也是在唐文宗时代 发生了显贵子弟向胡商借钱没有偿还被胡商起诉的事件 唐文宗将政治账与经济账一起算 政治上 他觉得太丢大唐脸面 贬了欠债者的官职 但是 又在大和五年公元831年下了一道诏书 要有关部门好好复安被欠债的胡商 免令受屈 别让他们要不回钱 受了委屈 经济上 朝廷出台了新规定 自今以后 应诸色人 移除准赤户事外 并不得者与番客前务交官 从今以后 不许唐朝百姓再向胡商借钱 政策看似是在保护胡商的利益 实际上是限制胡商经营放贷业务 是在试图阻止唐王朝的财富外流 文宗开成元年 公元836年 朝廷再次重申了这项政策 禁止唐朝百姓拿自己的产业、奴婢做抵押 去向胡商借钱 但是 朝廷的政治账与经济账 无论怎么算 对唐朝的普通百姓来说 都不会有什么好处 一、杨继平、隋唐军田、租庸条治下的陶户问题 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 1986年第四期 二、葛建雄 中国人口史第一卷 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第316页 三、司马彪 旭汉书 郡国志一 刘昭尹 《帝王世纪》 建葛建雄 中国人口史第一卷 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第402页 四、禁书 地理至上 建葛建雄 中国人口史第一卷 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第452页 五、旧堂书 地理至一 建董国董 中国人口史第二卷 复旦大学2002年版 第96页 六、葛建雄 中国人口史第一卷 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第304页 七、班固 汉书 地理至下 中华书局1962年版 第1640页 八、禁书 地理至上 建葛建雄 中国人口史第一卷 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第402页 九、隋书 地理至上 建董国董 中国人口史第二卷 复旦大学2002年版 第54页 十、班固 汉书 石获至上 中华书局1962年版 第1128页 十一、班固 汉书 景帝记 中华书局1962年版 第151页 十二、燕金明 唐贞观年间 客户复役负担考试 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 1982年第3期 十三、王世丽 对贞观年间农民生活状况的初步探讨 河北师范大学学报 1983年第1期 十四、韩国盘 唐天宝石农民生活之一篇 《敦煨徒铛图鲁番资料阅读冊记之一》 《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1963年第4期 十五、孙易冈主编 《中国赋税史》 《中国税务出版社》 《2003年版》 第175页 十六、吴章泉 唐代农民问题研究 台湾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 第十二页 王钦若等编 册府原规 中华书局1962年版 第1256页 刘旭等 旧唐书 代咒传 中华书局1975年版 第2534页 刘旭等 旧唐书 为止传 中华书局1975年版 第2560页 二十 吴京 贞观正要 田烈 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 第285页 二十一 吴京 贞观正要 奢族 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 第207-208页 二十二 吴京 贞观正要 安编 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 第278页 二十三 吴京 贞观正要 盛中 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 第三百页 二十四 邓云特 中国旧荒史 生活 读书 新知三联书店1958年版 第十二页 二十五 司马光 资质通鉴 卷196 中华书局1956年版 第6173页 二十六 吴京 贞观正要 求见 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 第五十二页 二十七 司马光 资质通鉴 卷196 中华书局1956年版 第六千二百六十二页 以为 陛下至业 必贞观之初 见不克终者凡十条 其间一条 以为 请年以来 轻用民力 乃云 百姓无事则交易 劳役则易使 自古未有因百姓义而败 劳而安者也 此恐非兴邦之之言 中华书局1956年版 第六千一百四十七页 三十一 商样 商军书 若民 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 第六十六页 三十二 韩非 韩非子 六反 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版 第五百一十 杠五百一十一页 三十三 真冠正要 简约在唐太宗李世民之言 朕有契集 起一下诗 若遂来请 弥费良多 西汉文将其露台 而西十家之产 朕得不歹于汉帝 而所费过之 其为人父母之道也 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 第186页 三十四 真冠正要 简约在唐太宗李世民之言 崇氏公语 有赏池台 帝王之所欲 百姓之所不欲 帝王所欲者放逸 百姓所不欲者劳毕 朕尊为帝王 富有四海 美是有己 成能自节 若百姓不欲 必能顺其情也 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 第186页 三十五 吴京 贞观正要 简约 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 第186页 三十六 旧唐书张玄宿传 在张玄宿之言 陛下出平东都之时 曾楼广殿 皆令撤毁 天下昔然 童心心仰 其有出则勿其耻米 今乃习其凋利 美成阴止 未及寻性 此则是不及之物 成须费之劳 国无奸年之机 何用两都之好 劳役过度 愿将其 太上皇赤大殿高门并宜焚毁 陛下以瓦目可用 不宜焚拙 请赐予贫人 事虽不行 然天下昔然殴戈至德 今若遵就至 即是随意复兴 五六年间 驱舍遁义 何以昭氏子孙 光夫四海 中华书局1975年版 第2639-2641页 三十七 刘旭等 旧唐书 张玄素传 中华书局1975年版 第2641页 三十八 司马光 资质通鉴卷193 中华书局1956年版 第6088页 三十九 旧唐书 姚思连传 载李氏民游姓九成功一事 太宗江姓九成功 司联鉴约 离宫游姓 秦皇 汉武之事 故飞摇 顺 与 汤之所为也 严慎切致 太宗玉约 朕有契吉 热辩顿据 故飞秦好游赏也 因赐薄五十匹 中华书局1975年版 第2593页 四十资质通鉴卷194载皇府得参之言 修洛阳宫 劳人 收地租 厚脸 俗好高纪 盖宫中所化 一载李氏民之言 得参与国家不义一人 不收斗租 工人皆无发 乃可其易协 中华书局1956年版 第6109页 四十一资质通鉴卷194载 未旨之言 陛下近日不好直言 虽勉强寒荣 非囊时之豁如 中华书局1956年版 第6109页 四十二 司马光 资质通鉴卷194 中华书局1956年版 第6119页 四十三 司马光 资质通鉴卷195 中华书局1956年版 第6129页 四十四 司马光 资质通鉴卷195 中华书局1956年版 第6131-6132页 四十五 司马光 资质通鉴卷195 中华书局1956年版 第6134页 四十六 司马光 资质通鉴卷197 中华书局1956年版 第6203页 四十七 司马光 资质通鉴卷196 中华书局1956年版 第6175页 四十八日 媚伟达宴 唐都长安城的人口数与城内人口分布 建中国古都研究 十二 山西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四十九 徐松传 李建超增定 增定堂两经成方考 三秦出版社2006年版 第十七页 五十 孙大章 中国古代建筑史画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87年版 第65-74页 孙慧宇 清代皇家档案里的北京栅栏 北京档案 2019年第七七 五十一 刘昊 唐长安城夜禁制度施行的时空背景及内容研究 人文杂志2017年第四期 五十二 孙英刚 隋唐长安的王府与王宅 建荣新疆主编 唐研究 第九卷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第185-214页 五十三 王浦 唐慧要 卷八十六街巷 宫崎市定 汉代的理智与唐代的方志 建宫崎市定亚洲史论考中册 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版 第四千一百六十一页 第四千一百六十一页 唐慧要 卷八十六街巷 宫崎市定 汉代的理智与唐代的方志 建宫崎市定亚洲史论考中册 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版 第六百三十三页 五十五 刘旭等 九唐书 五元横传 中华书局1975年版 第四千一百六十一页 五十六 唐长安城官僚权贵的住宅分部 参见王才强、唐长安的数码重建中的皇室贵族釜底示意图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6年版 五十七 《杨青月》、《龙芳芳》、《长安物贵居大不易》、《唐代长安城住宅刑事及住宅价格研究》、《建梵英峰主编》、《乾陵文化研究》、《三秦出版社》、《2011年版》、《第221-238页》、《五十八》、张永帅、唐长安住宅的分部、《史林》、2009年第二期、《五十九》、李锐、《唐宋都城空间形态》、《五十九》、《唐宋都城空间形态》、《杨青月》、《杨青月》、《龙芳芳》、《杨青月》、《龙芳芳》、《 《西安地图》、《西安地图》、《西安地图》、《出版社》、《2006年版》、《第154页》、《六十日》、《魅伟达宴》、《唐都长安城的人口数与城内人口分布》、《建中国古都研究》、《十二》、《山西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另可参考王社教》、《龚圣生》、郑显文等人的研究结论、《六十一》、《中兴龙》、《唐代》、《同贵问题》、《古籍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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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安地图》、《西安地 《中 skin 》、《 deathorsel》、《整 》、《宝 Lascellus 第7325-7326页 《六十五》刘旭等 《九堂书》呼绝传上 中华书局1975年版 第5163页 《六十六》 《九堂书》 《李大量传》载《李大量之言》 陈文玉随缘者 必先安静 中国百姓 天下本根 四夷之人 由于之业 扰于根本 以后之父 而求久安 为之有也 自古明王 化中国以信 欲以敌以权 故春秋云 荣敌豺郎 不可厌也 诸下亲义 不可弃也 自陛下君临屈于 深耕故本 仁义兵强 九州殷胜 四夷自服 今者昭至突厥 虽入提风 臣于烧绝劳费 为物其有一也 以臣于祸 请平昭位 且为之荒福者 故臣而不内 是以周氏爱人攘敌 敬言七百之灵 秦王清战士湖 四十载而遂绝 汉文养兵敬首 天下安丰 孝武扬威远略 海内虚号 虽毁伦台 追忆不及 近日突厥 清国入朝 既不能扶之江淮 以便其俗 至于内地 去经不远 虽则宽人之意 亦非九安之计也 每见一人出将 赐物无匹 袍一领 求帅西寿大官 陆后未尊 礼多弥费 以中国之弊薄 共饥恶之匈奴 其重亦多 非中国之利也 中华书局1975年版 第2388页 六十七 司马光 资质通鉴 卷139 中华书局1958年版 第6067页 六十八 资质通鉴卷139载 李世民之言 贞观之初 上书者 又云 一阵要威武 争讨四仪 唯卫指劝阵阎武修文 中国祭安 四仪自服 朕用其言 金协力成勤 其酋长并带刀宿位 部落接袭衣冠 指之立也 中华书局1958年版 第6085页 六十九日 任景田升级 唐令时宜 护令第九 没落外藩人 画外人复冠安治条 长春出版社1989年版 第146页 七十 杜佑 通点卷六 中华书局1988年版 第109页 七十一 《韩金文经》 唐代新罗侨民的活动 建古代中韩日关系史研究 香港大学亚洲研究中心1987年版 转引自朱建军 修宾主编 中国海洋文化史长编 魏晋南北朝隋唐卷 中国海洋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 第432页 七十二 张广达 唐代六湖州等地的朝五九姓 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1986年第二期 七十三 房仲府、汪正平、唐代扬州的大使和波斯商人 建江苏省考古学会1983年考古论文选 七十四日 桑原至葬 唐宋贸易港研究 山西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 第38页 七十五 王浦 唐慧耀 卷一百 中华书局1955年版 第1796页 七十六 长孙吴继等 唐绿书役卷八 魏晋月度原编官赛条 从书籍成出编本 商务印书馆1939年版 第184页 七十七 司马光 资质通鉴卷225 中华书局1958年版 第七千二百六十五页 七十八 司马光 资质通鉴卷二百二十五 中华书局1958年版 第七千二百六十五页 七十九 欧阳修等 新唐书 孔奎传 中华书局1975年版 第五千零九页 八十 吕思勉 隋唐五代史 下册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二零零九年版 第六百四十六页 八十一 窦乙等 宋刑统卷十二户婚律 法律出版社 1999年版 第二百二十四页 八十二 太平广记卷四百零二 保三 北京燕山出版社 二零一一年版 第七千零三十四页 八十三 太平广记卷一百六十八七一三 北京燕山出版社 二零一一年版 第二千四百一十八页 八十四 吕英亭 唐宋时期涉外法律研究 以外国人来华为中心 光明日报出版社 二零一零年版 第五十五页 五十七页 第十一章 另一个造极之宋 陈吟客说过 华夏民族之文化 隶属千载之眼尽 造极于造颂之事 王国伟也说 天水一朝 人质之活动与文化之多方面 前之汉 唐 后之元 明 皆所不歹也 二 宋史专家邓广明则有论断称 就中国古代史而言 宋代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所达到的高度 在中国整个封建社会历史时期之内 可以说是空前绝后的 上述赞誉只是两宋历史的一重面向 主要有赖于科举塑造的大批新型知识分子 他们在经济和政治地位上获得了前所未有的优待 优待既包括丰厚的俸禄 也包括不义兼并带来的产业安全感 还包括不杀氏大夫及尚书严氏人似的祖训带来的政治安全感 两宋亦有文字语 尽管如此 两宋也没能走出秦治时代 控制与汲取仍是两宋官府施政的核心考量 而且 两宋的控制与汲取不但强度更大 还有一些其他朝代所没有的特色 那是另一重面向的造极之宋 照匡印的百代之力 北宋军队战斗力低下是当时朝野公认的一个事实 司马光对宋仁宗说过 宋朝最大的隐患就是士族不经 欧阳修说宋朝养了七八十万晋军 却不得七八万人之用 六 可用的士兵不足十分之一 宋史卷一百八十七 兵一 晋军上说 宋仁宗时 西部边境有战事 从京城派了晋军过去 结果却是大帅不能辛苦 而崔峰县镇非其所长七 后来招募的新部队虽命名为万圣军 结果却是伟名远扬 在党向军中传为笑柄 倒是名将狄青曾利用这一点 拿了万圣军的旗帜来给自己麾下的精兵做伪装 成功欺骗过党向军 至于北宋军队为何战斗力如此低下 常见的解释是宋代以众文清武为国策 推行更述法 频繁调动军队主帅 导致军中兵不支江 江不支兵 这种解释有他的道理 但仍显不足 毕竟 中国历史上绝大多数统一王朝都重文清武 即以文职官僚为统治基础的主体 也都致力于用与更述法类似的方式来防范军队的私人化 也就是说 除了重文清武、更述法等常规因素之外 应该还有其他的特殊因素在起作用 使得规模远超前代的北宋军队在战绩上反不如前代 这个特殊因素 也是影响北宋军队战斗力的核心因素 即北宋王朝对军队的定性 鉴于宋太祖赵匡印与赵蒲等二三大臣之间的一次谈话 众人讨论的主题是怎么做才有百代之力 也就是如何才能让王朝延续千秋万代 赵匡印给出的答案是 可以立百代者 为养兵也 方兄年积岁 有叛民而无叛兵 不幸乐岁而变生 则有叛兵而无叛民 九意思是 唯有养兵可以让王朝延续千秋万代 遇上大灾之年 只会有造反的百姓 不会有造反的士兵 太平年岁出了变故 只会有造反的士兵 不会有造反的百姓 赵匡印的几句话意思有点模糊 宋神宗后来有一段解释 有助于准确把握赵匡印的思路 宋神宗说 前世为乱者 皆无赖不成之人 一祖平定天下 西昭距四方无赖不成之人以为兵 连营以居之 十五相至 皆以军法 厚禄其长 始自爱重 父以生杀 欲威于阶级之间 使不得动 无赖不成之人 既而为兵 有以致之 无敢为非 因取其利益 未养良民 各安田里 所以太平之夜定 而无叛民 自古未有己者 十 前代那些造反作乱的人都是无业游民 宋太祖平定天下后 吸取了前代的教训 将全国的无业游民都招募到军队之中 用军队的组织和纪律来约束他们 给他们提供优厚的俸禄 让他们珍惜自己的生命 然后以讲成和等级制度将他们困住 如此 无业游民不仅不敢为非作歹 且可以利用他们去保护 也可以换个词 叫控制良民 于是天下太平 在无百姓起来反叛 这实在是亘古未有的大智慧 也就是说 以军队吸纳无业游民与地体流氓 是北宋王朝的一项基本国策 对赵匡印而言 除了抵御外敌 军队还承载着吸纳社会上的无业游民 消化国家内部不安定分子的意义 北宋军队这一队内职责的重要性 绝不弱于抵御外敌 甚至有有过之 在宋太宗时代 将民间与人为害者全部招募到军队中 以实现相驴静谜 是朝中大臣奏书中称赞的治国良策 十一 宋神宗时期 王安时曾批评道 穆兵皆天下落魄无赖之人 穆兵多伏浪 不顾死亡之人 十二 朝廷招兵的重点是 吸纳那些无法无天的流氓无赖 他建议宋神宗以良农为兵 却也不主张废弃对流氓无赖的招募 理由是将流氓无赖弄到军队当中 可以另壮士有所基数 亦所以弥难也 将他们约束起来 也是消弭不稳定因素的好办法 极美目一人 朝廷极多一兵 而山野则少一贼 十三 宋末元初的马端林在文献通考里 对北宋的这一国策有一段很准确的总结 所谓怨应目者 非游手无疾之徒 则负罪亡命之备儿 良民不为兵也 意思是 北宋军队招募来的兵员全是些游手好闲的地体流氓和亡命之徒 先少有良民 十四 马端林还提到 五人在北宋是受到歧视的 老兵在当时是非常难听地骂人话 以军队吸纳无业游民与地体流氓的基本国策 直接导致北宋军人素质集体低下 也进而导致了五官在政治集团中备受文官的歧视 北宋的中央禁军与地方乡军即是在这样一项基本国策下迅速膨胀起来的 没有饥荒、水灾之类的变故 当局就会募兵 从灾民中招募那些破产的青壮年流民入伍 以免他们成为社会上的隐患 且以招募数量的多少作为考核地方官员的指标 建国之初 宋军数量只有四十万上下 至宋人宗时 已有一百二十万之多 用食人菜香的话说 这是自五代网上知道秦汉从未有过的规模 可以说是祖宗以来 无有也十五 也唯有这种规模 才能实现美目一人 朝廷极多一兵 而山野则少一贼的治国理想 与之相配套的是优厚的待遇 宋太祖时期 一名禁军士兵的年缝大约是十七贯 一名香兵大约是十贯 这笔钱足够维持一户中等人家的全年温饱 到宋人宗后期 禁军士兵的年缝上调至五十贯 香兵的年缝上调至三十贯 以至于宰相傅毕说 朝廷的财政收入十中八九善军 即绝大多数都用来供养军队了 到了宋徽宗时期 禁军士兵的年缝上调至六十贯 香兵的年缝上调至三十六贯 庞大的规模与优厚的待遇确实在一定程度上消弭了北宋王朝的内部不安定因素 一个可能的证据就是北宋民变的密度与强度要小于其他朝代 但它毁掉的是北宋军队的战斗力 冷兵器时代 军队的战斗力主要取决于 1.军人的身体素质 2.军人所受的拼杀训练 战阵训练 3.武器的数量与质量 4.军队的纪律性 5.军队长官的战略判断与临场指挥 北宋进军专门拣选精壮之人 且与地方香兵之间有升降流动 香兵里的精壮者可以升入进军 进军里身体垮掉的要降为香兵 身体素质方面 北宋的士兵总体上不会有太大问题 当然也免不了有弄虚作假 北宋以超过七成的财政收入供养军队 武器的数量与质量也不会与外敌有太大的差距 马体除外 北宋享国一百六十余年 在这个时间跨度里观察 也不能说所有的军事长官都不合格 因此 真正值得注意的是军队的训练状况与纪律性 而问题恰恰出在这里 所谓无恒缠者无恒心 指望游民在军营中好好训练 在战场上另行禁止 乃至奋不顾身 古往今来 都是不切实际的幻想 北宋朝廷其实也很清楚这一点 宋人宗时 遇使吕景初上奏请求停止养兵 停止网军队里招募游民 理由之一正是游民毫无战斗力 战则先奔 致勇者一相牵一败 十六 游民上了战场无视军令 拔腿就逃 连带着把军中的勇士也坑了 十戒也说 军中的游民士兵拿着丰厚的俸禄 或老卧京师 或宝石赛下 或一处俊翼 或散居游艇 魏长和一哥也 十七 算不得震惊的士兵 宋神宗时期 大臣张芳平建议朝廷实施军肯制度 引起诸多的反对意见 最有力的一条意见就是游民无组织 无纪律 无法囤肯 反对者说 唐代以前 士兵与农民一体 士兵本就是从田间征兆上去的 所以不难让他们从事农耕 然而 今之军事 皆是井杰华 去本游舵之民 至于无所容然后入军籍 意思是当今的士兵全是歇在社会上为非作歹 没有出路的流氓无赖 早就骄纵惯了 平时军官也不敢强迫他们做不愿做的事 是可使之寒耕属云者乎 要他们老老实实去种地 太不现实了 十八 中央禁军存在的问题 地方香兵全有 香兵的本质是挑选禁军剩下的和从禁军中退下来养老的 战斗力更逊一筹 宋仁宗时期 朝廷财政吃紧 于是下令让地方官府从香兵中调人去做义人 这个口子一开 香兵就更不成样子了 他们被地方官府或调去做买卖 或调去砍树 烧炭 或调去从事纺织 或调去吹奏乐器 以至于苏顺亲上奏说 香兵终日西游世间 以刺绣 绘画为业 实在与军队完全挂靠不上 类似的情况到了南宋也没有改观 兵部侍郎李炳曾愤然对宋高宗说 香兵再给人抬轿子 玩杂耍 跑腿 所谓乡军者 臣不知其所谓也 所谓的乡军 臣实在不知道他是个什么东西 十九 乡军变成了这副模样 于是就有了东都市略里记载的宋江启为道 以三十六人横行和朔 转略时郡 官军莫敢应其风 二十 也有了后来的金军长驱直入 直抵汴京 不能用无业游民和流氓无赖来构筑国防 本是一个常识 明朝抗窝名将七纪光在《纪孝新书》里就说过 招兵第一切记不可用成是油华之人 第一可用 只是乡也老实之人 七纪光懂得道理 航武出身的赵匡印自然也懂 他之所以做出与七纪光相反的事情 是因为他愿意牺牲军队对外的战斗力 来换取王朝队内的百代之力 二 仁宗时代亦无人 宋仁宗黄又年间1049-1053年 包拯给皇帝承递了一道奏书 这位以刚职著称的官员在奏书中列举了一大堆数据 以过去的四十多年里 朝廷供养的文武官员增加了一倍有余 二 当下所有的官吏加起来是治理国家实际所需的三倍有余 三 真宗景德年间1004-1007年 国家每年的财政收入是4721.1万辆 支出是4974.89万辆 四 庆历八年1048年 国家每年的财政收入增长至10359.64万辆 财政支出增长至8938.37万辆 二十二 依据这些数据 包拯提出了一个问题 天下的内税户口有长数 并没有多少变化 土地的产出 虚耗还不如以往 朝廷的财政收入却增长了一倍有余 这是为什么? 答案只有一个 那就是 恒征暴敛在宋仁宗时代正愈演愈烈 在另一道奏书里 包拯说 近些年来 朝廷花钱的地方越来越多 官府于是在正税之外玩起了折变之类的把戏 以临时需要的名义改征其他物产 原定交麦子的折变成交不薄 原定交丝绸的折变成交大米 比如江淮 两制的赋税 本来该交小麦 梅斗小麦折钱34文 发运司却要求小麦梅斗折钱94文 百姓的负担变成了原来的三倍 再如 陈州遭灾后 官府下令江交小麦变更为交铜钱 梅斗小麦折税一百文 再加上缴钱、投资钱、仓号钱等 一共是一百四十文 而当地市场上梅斗小麦的价格仅为五十文 这样征税是二倍、三倍的诸波平民 是在搞众律暴敛 是在向百姓疯狂地变相征税 残暴地重复征税 23 基于这些观察 包整向宋仁宗发问 日慎一日 何穷之友 输者已结 取者未足 则大本安所顾在 24如此一天天地聚敛 何时才是尽头 受剥削的百姓已经被抽干 搞汲取的人还不满足 国家的根本还要不要 包整所言并非各案 而是宋仁宗时代乃至整个两宋的常态 北宋开国之时 百姓承受的税负就很高 用朱熙的话来说 祖宗创业之初有很多事要花钱 百姓承受的负担比之前代已为过厚重 与前代相比已重了许多 朱熙还说 古者克包之法 本朝皆被 历朝历代盘剥百姓的手段都被我大宋继承了下来 并发扬光大 南宋人李新传也说 北宋的税负字开国之时就很高 宋太宗时的财政收入已两倍唐氏 是唐王朝的两倍 之后越增税广 朝廷的收入一年比一年多 百姓的负担一年比一年重 南宋天安易渝 在祖宗正负之外 又搞出经治钱、总治钱、月庄钱等税外之税 以民力之困意 二十六百姓当然会被压得喘不过气来 包整的奏书并没有起到什么作用 十余年后 宋人宗家幼年间 刘志被派往冀州南宫县做县令 他到任后发现 该县民多破产 原因是赋税极重 而赋税之所以重 是因为官府在南宫县乐此不疲地搞折变 一匹卷的市价是一千三百钱 官定折变价只有五百钱 一两年的市价是七十六钱 官定折变价只有三十钱 这意味着折变前交一匹卷所耐的税付 折变后需要交二点六匹 百姓的负担无形中翻了一倍有余 十载 刘志要求按市场价折算眷眠 结果转运使怒 将何之 转运使相当于宋代省级行政单位的最高行政长官 他的发怒意味着以折变剥削百姓的做法并非南宫县的特例 而是旗帜下的普遍行为 这场纠纷最后闹到了朝廷 恰好此时包拯赞任中央的最高财政长官三思时 对折变之事不满已久 刘志才赢了这场官司 保住了自己的官职 但刘志是官员中先有的特例 刘志的官司遇上包拯是特例中的特例 折变只是宋仁宗时代百姓遭受官府变相盘剥的一个缩影 陈顺瑜是庆历六年、一千零四十六年的进士 在他眼中 宋仁宗时代是一个民生凋敝的时代 他在给宋仁宗的一道奏书中总结了民生困苦的主要原因 具体而言是八项盘剥 金天下之父五 约宫田、约明田、约成义、约杂变、约丁口 天下之晋三 约炎、约明、约九 生民之一时 举此八者穷矣 二十八 租众朝廷的宫田要缴纳地租 宫田的地租在字面上比租众私田要低 但店户常年受到官吏的敲诈勒索 实际负担往往远超过字面上的地租 宋神宗悉宁年间1068-1077年 朝廷掌控的宫田为四十四万七千公顷 超过了全国墾田树的十分之一 宋仁宗时代的比例应与之大体相仿 换言之 朝廷是北宋最大的地主 百姓耕种自家田地 需要向朝廷缴纳各种赋税 前文里包整与刘志提到的折变 其种灾区及民田 折变之外 还有一种之谊 也是北宋的自耕农文之色变的盘剥项目 所谓之谊 顾名思义 指的是百姓不但必须缴纳田赋 还需自费将田赋运送到需要粮草的指定仓库 与折变一样 在实际操作中 之谊也成了官府增收的常规手段 与指定的仓库是否有粮草需求 并无必然关系 因为路途遥远 百姓往往选择携带银钱前往目的地 再在当地购入粮食交差 而非直接将粮食运过去 甚至还出现了边境周郡向内地周郡之谊粮草的怪事 北宋中晚期 朝廷为了进一步创收 又对之谊做了改革 将民运改为官运 转而向百姓收取地理缴钱 于是就出现了粮食并不出境 但人人都要缴纳地理缴钱的荒唐之事 宋哲宗元宥元年1086年 旅大中担任陕西转运副使 即以制宜的名义命令辖下百姓将缴纳的每斗粮耐缴钱十八文 陕西与西夏接壤 乃是制宜的输入地 根本不存在将粮食运出去的费用 29 所谓《诚意》指的是 城市居民需要缴纳宅税、地税、茶客、 颜客等杂税 北宋朝廷征税面之广前五谷人 百姓日常生产 生活中的所有物品几乎都在征税之列 盖房子要征税 娶妻、嫁女要征税 出远门读书 路过税卡 随身携带的铜钱、铁钱也要耐税 连农具也要收税 且附在田赋之中 不管有没有购买新农具 每年按抹征收 倒是纸币一般不征税 因为官府很喜欢随意发行纸币来满足财政需要 对村业居民已然如此 城市居民更容易控制 对他们的征税力度也就更大 杂便指的是各种稀奇古怪的税种 官府需要牛吉了 就下文件向百姓征收牛吉 需要贱赶了 下文件向百姓征收贱赶 即为随意 据宋史、食货制、征收的各类物资合计有四五十种之多 杂便的本质是权力的不受约束与财政收支的无计划 用欧阳修的话说 就是一切邻民而取之 随心所欲 言出法随 朝廷向百姓伸手毫无节制 治而不足 则有私履便其法 以征毫末之力 正常制度下的收入不够用了 朝廷就随意制定政策去盘剥百姓 叮口就是人头税 宋真宗时期 两浙、福建、金湖、广南等路的人头税收得特别狠 使得当地百姓不敢再养儿子 民有子者或气不养 或卖为同仆 或度为士老 三十一 即生了儿子或是抛弃 或是卖掉 或是送给寺庙 北宋朝廷还对食盐、酒、茶、樊和香等商品实施进却 也就是搞国家垄断 垄断的方式主要包括 一官产、官运、官卖 二由官府掌控货源 将销售许可证卖给私商 三民间生产的食盐、酒、茶、樊和香等商品 必须集中卖给官府 再由官府卖到民间 权力部门与利益部门挂一块牌子的结果是 北宋朝廷在执行进却时 有一种异乎寻常的积极 汴京的酒业经营实施的事却取法 对酒户实行配取 一个酒户能造多少酒 取决于它能从官府手里购买到多少酒区的配额 购买酒区配额的钱就叫做区钱 北宋中期 汴京有正殿酒户七十家 每年要用吊造酒之米三十万弹 这些酒全部得向官府购买官取才能酿造 为了牟利 北宋官府的一贯做法是多造酒区 再摊派给酒户 根本不管酒户是否能把酒卖出去 于是就出现了酒户 决产以偿的普遍问题 很多人把家产全卖了也还不上官府的区钱 三十二 却取法直到宋神宗时才因为周执如的建议而得到改变 周执如上奏说 官府在汴京卖酒区的收入一年不如一年 原因是摊派的酒区太多 酒区多 酿的酒就多 酒多了 酒价就要下降 价格下降 酒户就要亏本 酒户亏本 破产 官府卖酒区的收入也会减少 最好的办法是控制酒区配额的数量 提高酒价 每年下发的酒区以一百八十万斤为最高额度 润年可以再增加十五万斤 周执如的建议得到了宋神宗的认可 三十三 但一百八十万斤的额度仍不足以让汴京的酒户盈利 于是不得不降至一百五十万斤 一百五十万斤仍然太多 又降至一百二十万斤 而在宋仁宗时期 这个额度增高达二百二十二万斤 这意味着 基于赤裸裸的牟利冲动 朝廷利用自己的垄断权力 完全无视汴京市民的消费能力 超发 摊派了多一倍的酿酒配额 所以 清代史学家赵毅认为 历代尽阙 未有如宋之圣者 就九类垄断仪式而言 历代之中以北宋朝廷的所作所为最过分 食言垄断也是类似的情况 堪称终极恶症的食言垄断发生在燕云十六州 北宋廉金灭辽后 收回了燕云十六州的一部分 将原北宋境内的盐法一定移植了过来 据三朝北盟汇编记载 在辽国统治的时代 当地每罐四百文的盐一百二十斤 也就是十一点七文前可以买到一斤盐 北宋官员接收该地后 启动食言专卖政策 每斤至二百五十文足或二百八十文足 将严价提升到了二百五十杠二百八十文前一斤 是之前的二十余倍 35 支持了上述八项盘剥政策后 陈顺瑜在奏书中对宋仁宗时代的民生 做出了非常直接的否定 金夫取民之才可谓西矣 义夫之耕或者在田而连者在门 匹夫之残 知者在鸡而争者在污 天之所生地之所产 苟可以依且使者皆为犯法尽 和民之不穷也 36 陈顺瑜说 如今朝廷盘剥百姓可以说是用尽了手段 粮食在地里还没熟 争连者已经上了门 不驳在织机上还没完成 汲取者已经进了屋 天地所生的东西 凡是可供百姓吃穿的 都变成了朝廷所有 由朝廷垄断 百姓怎么可能不穷 与包拯的奏书一样 陈顺瑜的奏书也没有起到什么作用 赋税之外 更要命的是差役 宋代的差役是一种不同于姚役的负担 姚役一般是指百姓必须出人力、物力去修成、筑笛、疏和、造桥 差役则是指百姓必须出人去为官府运送物品、看管府库、都收赋税、追捕盗贼 总之就是周县衙门里的任何苦力活都可以无偿摊派给地方百姓 遭到贪派的百姓从事不同的工作内容 有牙钱、乡书首、城府、工首、散从、壮丁等名目 官府的差役不但强迫百姓脱离生产 还要求百姓必须付出钱粮来完成工作的运转 比如押送刚运要自备路费 还得包赔损失 往往闹到破户败家的地步 宋英宗置平四年 1067年 司马光在给皇帝的奏折里曾专门批评牙钱差役对百姓造成的巨大危害 他说 朝廷以百姓恐惧担任李正的缘故 设置了牙钱差役 为避免劳役不均 还规定了牙钱差役如果出现了缺口 就从各乡当中选择物力最高者 也就是最富有的人家作为补充 但结果是 行之道今 已于十年 民间贫苦欲甚于旧 宋人宗时期 牙钱成为一种乡村 城镇百姓人人必须承担 人人害怕的差役 司马光的行之道今 已于十年 即是指牙钱差役的普及始于宋人宗 为什么牙钱会让百姓陷入普遍贫困 司马光在奏折里以自身见闻做出了解释 他说 固执相护牙钱以来 民意困乏 不敢营圣 富者反不如贫 贫者不敢求富 陈长行于村落 见农民生据之威 而问其故 皆言不敢为也 金玉多种一丧 多治一牛 须二年之粮 藏食匹之薄 邻里以牧为富士 只觉以为牙钱矣 旷感亦填愁 弃如舍乎 三十七 意思是 自从朝廷设置了相护牙钱的差役 百姓的日子就越来越困顿了 他们都不敢努力支付 富人必须承担牙钱的苦差 日子还不如穷人 穷人见了牙钱差役这么苦 也不敢寻求致富之路 沉到过一些村镇 见到村民的生产工具和生活条件都很差 就问他们缘故 他们一致说是不敢求富 只要多种一棵桑树 多养一头羹牛 储蓄上两年的粮食 积攒上食匹不薄 就会被周围的人当成富户 然后被推举去承担会导致破户败家的牙钱差役 至于买田造屋 就更不敢想了 牙钱差役让百姓两害向权取其轻 甘于贫困而不敢求富 是宋仁宗十七滴氏大夫观察到的普遍现象 嘉佑八年 一千零六十三年 苏氏在给朝中大臣含旗的书信中说 我在凤祥 今陕西省凤祥县 做官 建民之所最伟者 莫若牙钱之意 百姓最害怕的东西就是牙钱差役 按照朝廷的规定 家产满二百贯的家庭 就可以被争取牙钱服役 这是最低标准 但这些年来 被征来服牙钱差役的百姓极少有家产超过二百贯的 作为百姓 从锅碗瓢盆算起 家产连二百贯都不到 则何以为民 要怎么才能活得下去呢 如今 连家产不足二百贯的百姓都要被拉去服牙钱差役 民之穷困亦可知已 可知百姓已经穷困到了何种地步 三十八 大约在同期 郑县也给皇帝写过一封奏书 专门讲述了自己的家乡安州 今湖北省安禄市如何被各种差役弄得民不聊生 他说 该地服差役的人家累多贫苦 都是些穷苦人 每次要征兆牙钱差役 周县就派人来估计每户人家的资产 够二百贯就会被选中 家中的东西 鸡、狗、波及、调肘、刀具、绳子 只要能值上一文钱 都会拿来补足二百贯之数 去服牙钱差役的人得先在虚利身上花费上百贯钱 才能得到正经的待遇 然后被派去押送刚运进京或转往别处 一次动辄就要耗费三五百贯钱 管理酒务的牙钱差役最惨 主管一回就要耗费一千余贯钱可参考前文提到的酒类观影情况 且没有任何报酬 以致全家破坏 弃卖田叶 父子离散 见今有在本处乞丐者不少 许多人卖了田宅也补不上窟窿 只好去做乞丐 纵使第一轮牙钱差役还能剩下些小家伙 长不过一年 短不过一两个月 又会再次轮到 总之是不治乞丐 则差役不止 而且 一个壮丁被抓来做牙钱差役 往往既要负担厂务管理 又要负责刚运押送 还要应付本周官府的各种临时差遣 他分身乏术 只好自己去押送刚运 让家人替自己看管厂务 应付周县 是一家做牙钱 需用三丁 方能充益 本家农务则全无人主管 某个家庭一旦被选中做牙钱差役 至少得出三个壮丁 自家的农活就完全顾不上了 郑县在安州观察到的情况与司马光行于村落访谈得到的讯息完全一致 郑县说 安州现在的风俗是为生计者尽不敢满二百罐 没有人敢勤劳致富 没有人敢将家产提升至二百罐的水准 因为到了这个水准 就要被官府弄去福牙潜意 然后就要家境败落 沦为乞丐 虽遂风骨多 亦不敢收续 随而破散 唯恐其生计之冲 已必差役 百姓即使丰收了 也不敢储蓄 惠利即将之消耗掉 唯恐自家的家产超过了二百罐 如此一来 就变成了一个恶性循环 民欲贫 差役欲不给 虽不满二百罐 亦差作牙钱 百姓越来越穷 官府的差役越来越找不到人 到后来 即便家产不满二百罐 也会被抓来服牙钱差役 四十 牙钱差役已是如此可怕 但只是北宋百姓要承担的诸多差役的一项 散从 公首与首例负责月巡 要赔偿遗失的物品 抓捕出没的盗贼 负责接纵人与物 原者可达四五千里 要自备衣装 粮食与路费 负责催收税赋 要自己填补窟窿 如此种种全部发端 并盛行于宋仁宗时代 朝廷对牙钱差役之或其实心之肚明 早在宋仁宗井佑年间 大臣韩琪就写了奏书 对皇帝说 周县生民之苦莫过于理政牙前 为了规避这种苦 有双母改嫁 亲族分居 或契田与人 以免上等 或非命求死 以救丹丁 归途百端 苟免勾贺之患 百姓不惜让丧夫的母亲改嫁 不惜与和睦的亲族分居 不惜将田地送给别人以减少家产 甚至不惜自杀 让家中只剩一个壮丁 这些极端的做法 都是为了逃避牙前差役带来的家破人亡 宋英宗时 又有大臣韩将写了奏书 对皇帝讲述自己的所见所闻 闻京东民有父子二丁将为牙前一者 其父告其子曰无当求死 食辱草免于洞内 遂自义而死 又闻江南有嫁其祖母 及与母息居以避义者 又有御田捡其户等者 四十二 为了让儿子躲避牙前差役活下去 在开封附近的京东路出现了父亲上吊自杀的惨剧 在江南 也出现了让年迈的祖母改嫁 与母亲分居另立门户 不惜将田产贱麦等种种无奈的两害 向权取其轻的做法 但朝廷无意改革摇曳 非但无意改革 在王安石变法期间 为将家产符合条件的百姓找出来扶牙潜意 朝廷又实行了守时法 用物质奖励来鼓动百姓告发邻居 导致户户惊惧 人人惶恐 三 开封城的吸血游戏 宋哲宗元宥二年 1087年3月 朝廷下旨 要在开封城搞一次大拘掠 也就是财产大清查和收入大管控 清查 管控的对象是那些欠了朝廷示意军月钱的人 圣旨里说 不管大户小户 一概采取强制措施 没收房屋 接管收入 直到他们将欠朝廷的钱连本代理还上 当然 朝廷是仁慈的 特许小户拘略一半 即只按欠款的半数管控资产和收入 四十三 圣旨里提到的示意军月钱 大体可以理解为向朝廷按月还贷 宋神宗时 采纳王安石的建议推行示意法 成立了一个叫做示意司的新机构 改机构的主要业务之一 是以略低于高利贷的利息 一般为二十 向缺乏本金的商户提供贷款 商户则以房屋之类的固定资产作为抵押 示意司的金融服务推出后 迅速变成了一场摊派游戏 朝廷拿贷出多少款 收到多少利息来考核主持示意司的官员 官员们则利用手中的权力 强迫辖下商户贷款 又需要得贷 没需要也得贷 结果便是官员们顺利完成了绩效考核 朝廷顺利收获了一堆烂账 为消化这些烂账 元丰五年 一千零八十二年 宋神宗法外开恩 允许商人将还款期限延长三年 均月献已输四十四 既然无力一次性还清 那就分期 按月定时还贷 经历王安时变法折腾的开封城 百页萧条 无论皇帝如何法外开恩 都不可能从破产或濒临破产的商户手里将钱和利息收上来 才有了元佑二年的大拘劣 建议大夫梁涛得知大拘劣即将启动的消息后 非常吃惊 紧急上奏劝阻 他告诉皇帝万万使不得 施一丝的贷款 已经让许多开封百姓家破人亡 朝廷之前意识到了这一点 所以把被抵押的房屋还给百姓 还放宽政策 允许他们按月还贷 这本是人政 谁知没搞多久 又出政策说除了偿还本金和利息 还得按月缴质纳金 质纳金才搞没多久 又闹着要搞大拘劣 朝廷的政策 怎么可以这样变来变去 毫无信用呢 更何况 把百姓每天的收入都拘略到朝廷手里 不足的部分在勒索质纳金 这是在断他们的生计 将他们逼上绝路 最后一定是百姓破产 朝廷也收不回欠款 对谁也没好处 也许是觉得上面这些话还不足以说服朝廷 梁涛又站在朝廷的立场 以贴黄的形式将内容写在黄纸上加进奏章 纯从利益角度出发 对奏章的内容做了一番补充 他说 我大宋有一项国策是高度优待京师之民 平常日子不怎么骚扰他们 所以 京师之中能发育出数百家大户 仁宗庆历年间 西北边境有战事 急需潜用 朝廷将数十家大户弄过来 一天之内就筹足了军费 朝廷养着京师之民 平日不动他们 正是为了让他们在危急的时候派上用场 陈希望陛下能继承这一祖宗之法 好好爱护因变法 以遍体鳞伤的京师之民 如此,再过个一二十年 他们又可以发育成若干大户 可供朝廷在紧急之时取用 梁涛拿祖宗之法说事的帖皇 实际上是在劝告皇帝 不要光想着吸血和杀猪 也得注意造血和养猪 血造多了 猪养肥了 到了关键时刻再吸血 再宰杀 才能实现利益最大化 在梁涛的语境里 开封城是一座巨大的叙血池 一座巨大的猪圈 京师之民则是朝廷叙的血 养的猪 梁涛是否真将京师之民看成 待宰之猪并不重要 重要的是他相信 宋仁宗、宋哲宗一定是这样看问题的 相信他的话会对皇帝起作用 有意无意之中 梁涛倒破了北宋都城开封乃是一座吸血之城的本质 在北宋之下 开封繁华了一百六十余年 但开封的复利 繁华并不是自由生长的结果 而是皇权疯狂吸血的产物 而且 皇权吸血是有层次的 第一个层次是开封疯狂吸取全国之血 按宋太宗的说法 东京养甲兵数十万 居人百万家 也就是说开封在宋初就已是一座常住人口过百万的大都市 直到北宋灭亡 其人口规模始终维持在一百三十万至一百五十万左右 这当中包括驻军约十万至二十万人 皇室、贵族、官僚、官用工匠约十万人 僧尼、道士约两万至三万人 这些人加上他们的眷属 约占到了全城人口的三分之一 司马光算过一笔账 在开封一户十口之家若想维持体面的中产生活 每月需要有十五贯钱的收入开封之外 十五贯钱维持一户中等人家 全年的温饱绰绰有余 宋人宗时进军的岳奉 底层士兵有四至五贯 基层军官有七贯 中层五贯有二十至一百贯 高级五贯有一百五十至四百贯 考虑到底层士兵不会带着石口之家驻扎在京城 可以说几乎所有的进军中人都超过了司马光提出的中产县 是高消费乃至超高消费人群 在看官僚集团 北宋官员的俸禄 自载巷至阅读庙令 共分为四十一个等级 宋神宗悉宁年间 最高级别的宰相与书密室 岳奉是三百贯 最低一级的岳独庙令 岳奉也有十贯 考虑到群聚开封城的主要是中高级官僚 而非岳独庙令这类底层官员 可以说成内官僚也全部超过了司马光提出的中产县 是高消费乃至超高消费人群 这还仅仅只记入了他们的俸禄 没有将各种合法福利 比如发灵、发卷、发棉和灰色收入算进去 后者在进军中人和官僚的收入中往往占比更大 由国家财政供养的军队、官僚和皇室、贵族以及依附于他们的僧尼 倒是构成了开封城核心的消费人群 城内的其他居民 也就是普通百姓 则主要靠给这些人提供服务来维持生计 开封是一座没有产业的城市 它几乎完全依赖公务员消费来维持运转 这一点从孟元老的东京孟华路中可以看得很清楚 孟元老笔下的开封有着各式各样 让人眼花缭乱的奢侈消费 但几乎没提到任何其他产业 若将吃财政饭的群体集体撤离 开封的繁华就会瞬间崩塌 整座城市也会瞬间失去活力 归于死寂 也就是说 宋都开封是一座纯消费型的城市 它的活力的源头是权力集团的极尽奢靡 它的繁华背后使全国税赋源源不断的输入 预兆新智里说 开封城里到处都是天机之馆 后妻之礼 公卿大臣之府 王侯将相之地 孟元老说成中官员豪宅太多 自己实在是没法全记录下来 做过宰相的吕蒙正则说 开封的繁荣景象 全赖皇帝 官僚和氏大夫集中于此 为了维持都城的奢靡与繁华 权力集团在北宋全境长期实施高强度的汲取 朱熹说过 北宋自开国之日起 百姓的税负负担就已远超前代 而且古者克包之法 本朝皆被 历朝历代盘剥百姓的手段都被继承了下来 并发扬光大 即使在号称人质的宋仁宗时代也是民生凋敝 百姓不堪重负 陈顺瑜曾在奏折里公开批评仁宗朝的政策 说他取民之才可谓西矣 用尽了所有盘剥百姓的手段 权贵所在之地必然要优先保障各种需求 由汴河、菜河、五湛河、金水河构成的水运网络犹如一条条巨大的血管 将全国的血液源源不断吸入开封 宋真宗大中祥福元年 一千零八年 仅各地运网开封的草粮就多达七百万弹 《东京梦华录》里说 每日里驱赶进入开封的生猪有上万头 每日里送入开封城的生鱼也有数千弹 五十弹负责保障开封物资供应的曹族和养殖户的日子却过得很艰难 宋神宗时期 苏氏写过一篇奏译 专门分析曹族为什么会沦落到去做盗贼 他的结论是 上知人的盘剥让曹族收入微薄 没衣穿 没饭吃 手烂脚烂 一年到头得不到休息 不做盗贼是活不下去的 五十一 为了优先保障开封的需求 京师周边地区的百姓也会时常被拿来当牺牲品 宋仁宗嘉佑初年 菜河发洪水 为免水入开封 朝廷以临为贺 出动军队与民工将河堤挖开 把滔滔洪水引向了开封西南县义 沿线百姓剧城 余夏 身在挖低现场的王安石目睹了这一惨剧 在诗里留下了父子叶浩乎 西南漫为贺的剧子 第二个层次 是官府与官僚权贵在开封城内的疯狂吸血 北宋有商业行会一百六十个左右 多数总部设在开封 据都城纪盛和孟良录记载 这些行会的成立全部由官府主导 让行会承担采购任务 目的是满足官府、磕索 而非维护商人利益 诗人将成立行会的吸血之道总结为京师百物有行 官司所需具意责办 有利的买卖往往责办给那些有官僚、权贵背景的商户 没利润的买卖就责办给普通生意人 宋神宗时 米商曹云被责办采购糯米五百弹 他根本无法完成 只好上吊自杀 更有甚者 官府或官僚权贵需要某物 开封根本没有经营该物的商家 他们也会强迫经营其他商品的商人成立行会 将采购的任务强行摊派到他们头上 这种风气愈演愈烈 闹到怨声载道的地步 宋神宗不得不搬下御址 官司下行买物 如实孤所无 不得创立行户 官府有采购需求 若无商人经营该货物 不许强行设立行会 52 官府对行会的责办不仅限于采购 也包括售卖 官府常将积存的物资拿出来 强行摊派给行会 要他们按官定价格出售 有利可图的物资自然是交给有官僚、权贵背景的商户 无利可图的物资 比如积压年身 以致沉损不堪食用的茶叶之类 则往往强行塞给普通生意人 将损失转嫁到他们身上 最要命的是 开封不允许任何一个商人游离在行会之外 即不允许他们脱离官府的控制和盘剥 宋人政侠在给皇帝的奏折里提到过关于行会的苛政 不复官 自投行者有罪 告者有赏 不向官府登记 不参加官府组织的商人在开封城做买卖是有罪的 告发者可以领取赏金 苛政造成的结果是 经师如皆是 提评者 毕头冲茶行 赴水丹舟 以致麻邪头发之属 无感不投行者 连在开封城的街上提评卖水、挑担卖粥、摆摊卖鞋、为人理发 都得加入官府组织的行会 宋朝行会与欧洲的行会组织区别极大的存在意味着开封并没有真正的自由市场 恶政一旦付诸实施 很快就会形成一套以恶为轴运转的生态系统 先是官府利用手中权利从行会中的商人身上吸血 然后 行会中的商人又会利用官府赋予的垄断地位 从底层成员和其他商人身上吸血 首先 不向相应行会缴纳高额会费是不允许在开封城做买卖的 王安石雇佣过一个洗衣妇 该妇人对王诉苦 说他有个儿子擅长做饼 原形立重 无钱赔费 开张不得 交不起高额的行会准入费 并他一直没法开张 其次 外地商人携货来到开封 都得先让城内的相应行会吸足了血 才有机会赚钱 王安石对宋神宗说 开封的茶叶生意是控制在茶行手中的 茶行则由十多户有官僚、权贵背景的大商人控制 外地商人运茶来京 首要之务就是去拜见这十多户大商人 请他们吃饭喝酒 以亏本的低价将茶叶卖给他们 来博取他们的欢心 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得到他们的允许 将剩余的茶叶订个高价 再卖给城内茶叶行会里的那些吓唬 王安石说 不但茶行这样玩 城内其他行业盖接如此 全是这样的套路 《五十五》类似的记载也建于《宋史》、《石货制》 书中说 行会商人从外地运货到开封 城内的作假扑户会为他们充当担保人 让他们按正常价格迅速完成交易 拿钱走人 非行会商人运货来开封 作假扑户是不肯出具担保的 没了担保 这些商人就只好连人带货一起滞留京城 往往落得一个货价暴跌 只好亏本卖给城内行会商户的结果 《五十六》 也就是说 官府西行会的血 行会的控制者们一头吸外来商人的血 一头西行会底层成员的血 开封城内的行会控制者又大多有官僚背景 或是权贵的亲戚 或是高官的代理人 自宋太祖莫许宰相赵普公开营底店 夺民力开始 官僚从商的不正之风贯穿了整个北宋王朝 其间虽屡有御旨下令禁止 但大多只是走个过场 先少真的严查 朝廷对官僚从商的宽容 即本节开篇梁涛提及的《优待经师之民》 于是到了宋真宗时代 按宰相王诞的说法 开封城中已是巨富遍地 京城资产百万者之多 十万而上 比比皆是五十七 百万及一百万贯钱 一贯钱是一千文钱 也就是有十亿文钱的家产 资产百万的基本上都是从商的官僚、权贵 如在宋徽宗时期做过宰相的和职中 他名下的底店数量甲鱼京师 每天可以收一百二十贯房钱 一年可以收四万余贯 他的同僚朱勉更厉害 光底店一项买卖 每天可得数百贯 在开封这座权力之城里 官僚、权贵与自己的商业代理人合作 各个赚得盆满钵满 五十八 开封是一个世界 开封之外的北宋 又是另一个世界 城内是宝马乡车、雕梁画洞 是心生巧笑、暗管调险 是即四海之奇珍、会环曲之意味 城外是被各种税赋和牙前差役压得喘不过气来 不敢迎胜不敢求富的赤贫世界 司马光、苏氏、郑谢等人在给皇帝的奏折里描述那赤贫世界中的百姓 他们不敢多种一棵桑树、不敢多养一头羹牛、不敢积攒超过十匹不薄 因为他们害怕成为朝廷登记不理的富户 那意味着会被拉去承担牙前差役 而牙前差役必然导致破户败家 两个世界之间的差距也体现在富豪的规模上 如前文所言 早在宋真宗时期 开封城内资产百万贯以上者就已 至多 资产十万贯以上者就已比比皆是 而开封城外京东西路的首富万岩寺的资产只有十四万二千贯 五十九路相当于省 京东西路紧邻开封 位置优越 并不是什么偏远 穷苦之地 他的首富放到开封城内却根本排不上号 第三个层次 是皇权疯狂西开封城的血 不论官僚 权贵将财富积累到何种程度 他们终究只是梁涛所说的被朝廷刻意优待 豢养的京师之民 是皇权的叙血池 平常的宽纵是为了在非常之时抓出来放血 宋仁宗对西夏用兵 先是强行向开封城中数十户豪富借款 仅李氏一户就借了二十余万贯 稍后在河东用兵 又向城中的上等户搞摊派 许多豪富被摊派了超过一万贯 宋徽宗也曾以收复燕云十六州为名 对包括开封豪富在内的全国富户进行勒索 这些摊派与勒索从不偿还 至多不过是像宋仁宗那样给被放了几十万贯血的人家赏赐个不值钱的京官明目辽作安抚 在这样的吸血游戏里 宋都开封的百年繁华不过是一场畸形的消费盛宴而已 一、陈吟课、陈吟课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版 第245页 二、王国为、宋代之金石学 见王国为考古学文集 凤凰出版社2008年版 第113页 三、邓广明 谈谈有关宋史研究的几个问题 见邓广明全集第七卷 河北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 第61页 四、这条《祖训》究竟是否课程碑文实体性存在 学术界有很大争议 可参见张音林 《宋太祖试碑》及正式堂课史考 见两宋史纲 北京出版社2016年版 第35-42页 杜文玉 《宋太祖试碑》至宜 河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1986年第1期 徐规 《宋太祖试碑辩析》 历史研究 1986年第4期 杨海文 《宋太祖试碑》的文献地图 学术月刊 2010年第10期 5 《司马光》 《司马光奏译》 《卷3》 《简兵》 山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第28页 6 欧阳修 准召严氏上书 见《欧阳修集编年监著》 第三册 巴蜀书社2007年版 第243页 托托等 宋史 兵制一 进军上 中华书局1977年版 第4574页 沈阔 《孟希碧坛》 中华书局1957年版 第141页 《朝说之》 嵩山文籍卷一元福三年应召丰氏 见《四部从刊续编》 《吉部》 上海书店1985年版 李涛 《续资志通鉴长编卷327》 中华书局2004年版 田锡 《应召严官又立病书》 见《宋代蜀文集存教部第一册》 重庆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 第16页 邓广明 北宋政治改革家王安时 《生活》、《读书》、《新知三连书店》2017年版 第199页 林瑞汉 《西宁变法从考》、《建宋史研究集》第8集 1976年版 马端林 《文献通考》第6册 山东画报出版社2004年版 第133页 《蔡香》、《蔡香拳集》、《强兵》、《福建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第429页 《黄淮》、《杨士奇》、《历代名臣奏役》、《卷221》、《吕陶奏》、《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 《十七》、《十戒》、《卒来集》、《兵制》、《中华书局》1985年版 第97页 《十八》、颜可君 《全宋文》、《卷813》、《张芳萍》、《臀田》、《巴蜀书社》1991年版 第438-440页 《十九》、《宿品校》等 南宋军事史 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 第49-51页 王称 东都试掠卷《一百三》《侯蒙传》 七纪光 绩效新书《卷一》数五篇 中华书局1996年版 第23页 包整 包整集《卷一论》冗官采用 中华书局1963年版 第14-15页 包整 包整集《卷一论》冗官采用 中华书局1963年版 第14-15页 25-朱熹 《诸子与类》卷110论兵 26-李新传 建言以来朝野杂纪甲籍卷14国出至少西天下岁收书 27-拖拖等 宋史 刘志传 中华书局1977年版 第10849页 陈顺瑜 《都官籍卷2》后生 29-陈镇 宋史 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 第348-352页 30-欧阳修 欧阳修集 元碧 江苏凤凰出版社2014年版 第240页 31-宋大赵令籍卷186 32-李华锐 宋代酒的生产和争确 河北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 第229页 33-黄天花 中国财政制度史 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 第1178页 34-赵毅 该于从考卷18宋元雀姑之虫 河北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 第281-282页 35-徐梦申 三朝北蒙汇编上 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 第175-176页 36-陈顺瑜 都官籍卷2 后生 37-司马光 《论崖前杂子》 建《司马温公籍编年监著》第6册 巴蜀书社2009年版 第293-294页 38-苏氏 《上海未公论厂务书》 建《苏氏文籍编年监著》 6-巴蜀书社2011年版 第283-285页 39-正谢 云西吉 《论安州差异状》 40-正谢 云西吉 《论安州差异状》 41-拖拖等 《宋史》 《时获至上午》 《义法上》 中华书局1977年版 第4297页 42-拖拖等 《宋史》 《时获至上午》 《义法上》 中华书局1977年版 第4298页 43-李涛 《训资至通鉴长边》 卷396 中华书局2004年版 44-拖拖等 《宋史》 《时获至下巴》 《示意》 中华书局1997年版 第4553页 45-李涛 《训资至通鉴长边》 卷396 中华书局2004年版 46-周宝珠 宋代东京开封府 《河南诗大学报》增刊1984年版 第27-30页 47-司马光的原画是《石口之家》 岁收百担 足宫口石 月略房钱十五贯 足宫日用 转引自函 曹福炫 宋代城市租赁人的生活水平研究 《简宋史研究论从》 第十一集 2010年 48-黄淳艳 宋代财政史 宋代官吏俸禄的构成和标准 云南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 第620-654页 49-江庆香、萧国亮 从《清明上河图》和《东京梦华录》看北宋汴京的城市经济 中国社会科学1981年第四期 50-孟元老 东京梦华录 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1956年版 第十三 二十八页 51-苏氏 《关笼游民司筑前》与江淮曹族为道之游 建苏氏文集上册 《阅禄书社》2000年版 第124页 52-魏天安、戴旁海主编、唐宋行会研究 河南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 第84-108页 53-郑霞、西唐吉、免行前世 54-李涛 旭资至通鉴长边卷251 中华书局2004年版 55-李涛 旭资至通鉴长边卷336 中华书局2004年版 56-拖拖等 中华书局1977年版 第4480页 57-李涛 旭资至通鉴长边卷85 中华书局2004年版 58-开封权贵与商人之间的关系 可参见李华锐、宋代的资本与社会 建宋史研究论文集2016、中山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 59-周宝珠、宋代东京开封府、河南诗大学报增刊1984年版 第265页 60-李涛 旭资至通鉴长边卷388 中华书局2004年版 第十二章 明太祖猛于虎 刘基在自己的文集里既有朱元璋对元朝灭亡教训的一条重要总结 奈何胡元以宽而施? 朕收平中国 非猛不可 一 所谓宽 用历史学者颁布日笔名颁布尔汉的话说 就是元朝的政策对民间的控制力不足 推翻元朝的朱元璋评价元朝之王 认为其实在于纵持 所谓纵持就是管控不善 空间太大 比如 科举本是皇权将选官、人官之权操之于己的重要手段 是重要的情治统治术 但元朝人不甚明了 因此 元朝统治初期不开科举 后来开了科举 又取势极少 仅可谓辽胜于无 这样做的结果就是无法将士绅纳入统治秩序之中 无法借助士绅的力量来掌控农村及农业收入 以至于元朝政府的主要裁员不是农业税 而是盐税和商税 官府依赖商税 自然就会鼓励商业兴旺 商业天然追求自由贸易 包括人的自由流动与物资的自由流动 又会反过来进一步削弱官府的管控能力 比如 官方虽然有人分四等 蒙古人、色慕人、汉人、男人的等级制度 但现实中有大量的汉人、男人因为经商而富甲一方 也有大量的蒙古人、色慕人因穷困而卖身为奴 元朝朝廷制定了诸色户籍制度 本意是将职业与身份捆绑在一起 读书人是儒户 军人是军户 工匠是匠户 都不许随意变更 但在现实生活中 变更户籍是一种很常见的事情 二、对百姓而言 宽意味着自由度高 自由度高意味着百姓对朝廷的依附性弱 依附性弱意味着百姓容易形成有力量的组织 作为造反者 朱元璋亲眼见证过发达的民间组织对元政权造成的冲击 所以 夺取天下后 采取与元朝之宽相反的 蒙就成了朱元璋首要吸取的历史教训 明太祖的蒙同时针对官僚集团与普通百姓 是一种典型的秦制回归 以蒙至官 明太祖红武八年1375年元旦 刘姬拖着病驱 上朝给朱元璋拜年 在奉天殿内写下一首七言律诗 歌颂大明朝欣欣向荣 万国来宾 末聊两句却是悲难自艺 从臣财俊俱养马 白手无能溃老身 三 刘姬感叹 朝堂上全是意气风发的英杰 财俊 只有我这个头发白了的糟老头子是无用之人 这是刘姬留在世上的最后作品 这位65岁的开国老臣本已于洪武三年1370年退隐家乡浙江青田 不交友 不接触官府 不谈论时政 只求有一个善终 然而 人在家中作 或从天上来 有人告发他看中了檀阳 位于金福建 浙江之间 这个地方有王器 要在那里给自己搞一块墓地 朱元璋勃然大怒 夺了他的俸禄 为求保命 洪武六年1373年7月 刘姬仓皇离开青田老家 赶赴南京城 向朱元璋磕头请罪 不敢有任何辩解 唯隐就自责而已 刘姬的主动来京 暂时保住了他和家人的性命 但朱元璋没说可以回乡 他也只能继续待在南京 时刻准备好迎接朱元璋突如其来的各种羞辱 比如 回京后的第二个月 朱元璋就小题大做 以不陪祭而受座 不参加祭祀活动 却分享祭祀用的肉 把刘姬拉出来点名批判 说他学圣人之道 却如此不检点 哪有半点符合理 点名批评完 又从侧面插刀 说五人不懂理 他们不去参加祭祀 却吃了做肉 倒是不必责备 五 有家不能归 有乳不能避 这样的日子 让刘姬的健康状况急转直下 红武七年 一千三百七十四年 刘姬送宋莲之子还香时 须发大半以白 牙齿掉了十三四颗 左手 完不掉 大概是麻痹不能动之意 耳朵听不见 脚也薄了 六 或许是亲自确认 刘姬已是封竹残年 红武八年三月 朱元璋终于允许刘姬返乡 他抓住最后一个打鸡 折辱留鸡的机会 写下一份非常冷漠 充满了语言暴力的允许归老诏书 这份诏书将朱元璋的冷酷本性暴露无疑 所以 后来收入太祖实录时 他成了掠稿 所有无情的词句都被删除 唯有《诚意伯留文成功》文集中仍恭恭敬敬地载有原文 《诏录于下》 朕闻古人有云 君子绝交 恶言不出 忠臣去国 不结其名 耳瓜苍之事 少有英名 海内闻之 即袁莫群雄鼎智 熟辩真为者谁 遂在戊虚 天下正荡扰乱之秋 朕亲率六军 下双膝而有这座 独耳瓜苍未复 为之耳明耳 吾将为白面书生 不识时悟 不久而瓜仓妇 朕已还精 何其仰官辅察 独断无疑 千里之余 奸程而至 夜朕陈情 百无不当 智如用征四方 催奸俯顺 耳亦助焉 不属年间 天下一统 当定功行赏之时 朕不忘耳 从未定之秋 使用家以显觉 特使垂名于千万年之不朽 耻归老于丧子 已尽天年 何其或生于有戏 至始不安 若明以宪章 则轻重有不可恕 若论相从之始 则国有八亿 故不夺其名而夺其路 此国之大体也 然若愚蠢之徒 必不克己 将为己事而国非 清善为忠者 所以不辩而屈朝 亦则是他人之余论 旷清君之心甚浅 此可谓不结其名者余 恶言不出者余 清姬年迈 居经数载 尽闻老病日亲 不以金利自强 朕甚敏之 于戏 禽鸟生于从目 灵赤甘而阳去 炼朝之情 时时而复故 禽鸟如是 旷人者呼 若伤不亡于道 观中老于家 是人之万幸也 今也老病未堵 可肃网瓜仓 供与儿孙 以尽考中之道 岂不君臣两尽者余 赵书的大意是 你刘姬早年归附于我 帮助我建功立业 我也没亏待你 给你加官进爵 给你各种荣耀 然而 你刘姬犯下的罪行 即所谓给自己找有王器的目的 如果走法律程序 绝对不可饶恕 讲功劳人情 则有八亿的条款可以减刑 所以 朕只夺了你成义伯的俸禄 没消掉你成义伯的爵位 你如果是个愚蠢之徒 必然要来找朕申辩 强调自己无辜 进而凸显是朕错了 不过 你是一个善于为中的人 不做任何辩解 就主动跑来南京认错 你是一个不像朕要好名声的人 是一个不像朕口出恶言的人 所以 如今你老麦多病 朕放你回乡去 与儿孙好好团聚 好好死在家中 这份诏书的潜词造句 全是朱元璋依据白虎通义里的三纲五常发明出来的鬼话与魂话 也就是君王永远正确 即使君王错了 臣子也不许辩解 不许反驳 臣子要用主动认错的态度 来巩固君王的永远正确 臣子遭君王污蔑 也没有辩解的权力 否则就是不忠 不忠就该死 且会被剥夺死在家乡 死在家中的权力 在朱元璋和他的三纲五常之下 只有国之大体 没有个人的尊严 凡追求己是而国非者 就不能算是合格的忠臣 而所谓国之大体其实完全等同于朱元璋的脸面 一个月后 刘姬病故于浙江青田 去世前一个月左右 刘姬安排好了自己的后事 他先是拿出自己写的天文书 让长子刘脸赶紧上交给朝廷 且警告他无令后人喜也 再叫来自己的次子刘景 交给他一封密奏 对他说 夫为政 宽猛如循环 当今之物 在修德省行 齐天永命 日后皇帝想起我来 问你们有没有听到什么遗言要对他说 就把这封密奏交给他 刘姬的安排里 不让后代传承自己的学问透露出的是刘姬对朱元璋以猛治国 尤其是以猛至关的深刻恐惧 期待朱元璋有一天能回心转意再想起自己 说现在应该做的不是猛而是宽 不是控制与杀戮 而是修德省行 且留下一封遗书 透露出的则是深切的不甘 曾几何时 刘姬的心中是有一个理想国的 也一度以为朱元璋是一个可以托付理想的明君 在《春秋明经》里 刘姬描述过他期盼的君臣关系 他说 自己信奉孔子的君是臣以礼 臣是君以忠 坚信忠之大者是以道士君 君臣之间必须要以礼相待 礼就是不能逊私 因为彼此是公事上的上下级关系 不是四人间的主仆关系 臣与君共事 要以忠自处 忠是站在公事的立场上责难 批评和提意见 不是阿谀 承顺与唱赞歌 9 遗憾的是 朱元璋要的忠与刘姬愿意奉行的忠并不是同一种东西 朱元璋要的忠是写在侮辱刘姬的诏书里的那些鬼话与魂话 臣虚永远无条件服从国之大体 也就是永远服从皇帝 永远奉皇帝的意志为绝对真理 冲突的结果是朱元璋的屠刀战胜了刘姬的信念 为了活命 刘姬不但要卑躬屈膝去践行朱元璋那些关于中的鬼话与魂话 还得忍受朱元璋对自己的直接羞辱 坐肉事件中 朱元璋点名批评的切入点正是刘姬的为之以礼 则不可以为私也 你不是成天蒋君臣相处要遵循礼 不可以为私吗? 如今你不去参加祭典 却堂而皇之吃起了坐肉 这不是私 是什么? 你所谓的礼又在哪里? 朱元璋玩的是杀人诛心 刘姬能申辩说朝廷多年来一直这样分坐肉吗? 能申辩说自己是无心之师吗? 能抗议当时的宰相胡维雍也吃了坐肉 也没参加祭典 为何皇帝不点名批评他吗? 当然不能 一旦这样做了 就成了追求己是儿国非 就成了朱元璋标准下的不忠之臣 也就永远没了死于故乡 死于家中的机会 刘姬唯一能做的就是寒购忍辱 忍辱期间 刘姬写了一篇题为《二鬼的预言》 将自己比拟为一只遭天帝误会的鬼 天帝暗指朱元璋派了非天神王帅五百叶叉 拿着金绳 铁网来抓鬼 将之关在铁栅之内 给衣穿 给粥喝 唯独不许鬼突出笼落外 因为天帝担心他脱了牢笼 将会踏着地轴清天围 暗指刘姬被污蔑寻求有王器的墓穴 将地轴弄断 将天围推倒 掀起大风波 刘姬在预言里说 天帝多虑了 这只鬼如今所求不过是不寒不奶常乐无忧碑 有衣穿 有饭吃 就很开心满足 这只鬼还相信 只要安静待在铁栅之内 终有一日天帝会息怒 会解猜祸 那时鬼就可以离开铁栅 回到天地身边 依旧天上作伴同游戏 十 二鬼满天皆是求生育 但朱元璋不会放过刘姬 共事多年 他清楚刘姬并非真的服应自己的价值观 也清楚刘姬真正的思想 只去何在 《欲言及欲离子》是刘姬在原末隐居时的名作 其中有一篇《石破天经》的《楚人养居》 朱元璋是知道的 《楚有养居已为生者》 《楚人为之居公》 但日 必不分众居于庭 使老居帅已知山中 求草木之时 付十亿以自奉 或不给 则加鞭垂焉 众居皆为苦之 福感为也 一日由小居为众居曰 山之果 公所处于 约 否也 天生也 约 非公不得而取予 约 否也 皆得而取也 约 然则无何甲鱼 彼而为之义乎 掩未济 众居皆悟 其兮 相语似居公之寝 破诈毁侠 取其姬 相邪而入于林中不复归 居公足哪儿死 遇离子曰 是有以树使民而无道奎者 其如居公户 为其婚而未绝也 一旦有开支 其树穷矣 十一 居是一种猴子 说的是百姓 靠奴役猴子为生的 居公说的是帝王 居公霸占了猴子们十分之一的劳动成果 却说是自己养活了猴子 某日 一小猴问猴群 山上的果树是鞠躬种的吗? 没有鞠躬 你们无法获得果实吗? 既然答案都是否定的 你们为什么要受它奴役 并将这奴役视为理所当然呢? 于是猴群幡然醒悟 寓言的末尾 寓离子 也就是刘姬自己 跑出来点蹄 誓上那些用术来控制百姓 愚弄百姓 而不是以道治国之人 就是鞠躬 等猴子们醒悟过来 鞠躬的术就要失效 鞠躬就要饿死 不幸的是 懂得许多道理的刘姬在元末乱世中不甚十足 投入了鞠躬阵 带到他发现朱元璋是一位活生生的鞠躬时 已是泥足身陷 难以自拔 只能在诗作中悲叹和如坐澎壁 默默观大运 朱元璋的鞠躬本色鉴于《大告三边》中他对夏伯企书职的痛斥 夏伯企书职是江西贵西县小有名气的儒士 朱元璋以蒙治官、洪武朝的官员 大多数没有好的结局 夏伯企书职害怕进入官场 又不敢公然对抗 于是选择砍了自己的手指 成为不堪用的残废 朱元璋把他们捉入京城 亲自审问 痛骂二人 人之声 父母但能生其身体而已 其保命在君 虽父母之命 非君亦不能再生 矿长云人有再生父母 今儿不能孝伯仪、淑琪、去职以食宿、教学以为生 天然不忧灵报 家财不换人将 耳身何将忽视? 而所以不忧灵报 家财不换人将 所以有所护士者 君也 今去之不为朕用 是一其教 而非朕所化之民 而一萧令 吉莫其家 以绝狂夫渔夫仿孝之风 十二 你们的父母 只能生你们的身体 你们能够保命 活到今天 全是君王的功劳 君王是你们的再生父母 你们自己说说 你现在剁了手指 却还能以教学为生 过上不必担忧遭受灵报 不必担忧被人抢劫的好日子 靠的是谁? 你们能过上好日子 靠的是谁? 靠的全是君王 也就是我 你们知道奉养父母 但是对待我这个再生父母 宁可剁了手指 也不愿为我所用 我必须砍你们的头 抄你们的家 以免天下人效仿 朱元璋对夏勃起疏直的痛斥 与流鸡血的预言 楚人养居的主旨 可以说是截然对立 鞠躬不会放过说真话的小猴子 即使他已经屈服于鞠躬的淫威 满嘴只剩下阿谀奉承之词 不敢再说真相 对鞠躬而言 猴群中有一只看透欲猴之术的真相的猴子存在 本身就是不稳定因素 不肯为鞠躬所用的猴子必须死 看透鞠躬欲猴之术的猴子也必须死 这是刘姬的命运密码 也是朱元璋统治时期大多数官员的命运密码